几步躲在,动天伏地,不敢下板了。 无始劫来,能够成仙正佛的人都需。 经过各种气候,寒暑顺秘的考验,才能具备有抵抗外界魔力, 困扰与侵袭的能力。 你觉得这里火力太强,是因为你尚未适应这里的环境,高真胜。 佛都喜以为常,渐热不热了,如南方人迁居到北方去,一定难。 那冰冻天气,可是住了一段时间,自然同化与当地人相同,不。 绝合物未寒冷,反而对炎热觉得新奇。 试探如没有练过这个功夫,一旦发生火灾,仙佛们如何下班去? 九节呢? 人逃了,仙佛们被烧死在内,岂不成笑话? 阳身,听了恩师的说法,恍然大悟,原来天堂的形形色色,乃? 是为众生们而舍。 那么佛说一切皆空,为何西方极乐世界? 六,有什么精、银、琉璃、玻璃、珊瑚、珍珠、玛瑙等七宝? 世尊,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语,岂不矛盾? 既佛,佛图若只文取义,那么佛法无处可循了。 一,既然说一切皆空,那么还有什么世尊如来、观音、文书、普贤等菩萨呢? 所以佛图皆莫起傲慢心,轻视这本天堂游记所。 既树的种种形象,若诡谤此形象,其不孝道佛寺中的佛香。 二,极乐世界的珠光宝器,就是天地灵气精华,正希影视间人。 门,心想能躺在那里,不吃饭也没关系,这种向往虽好,人数。 虚妄。 为了使往生佛界的众生不贪恋这些人间欺货,所以在即。 乐世界,充斥着恒河沙属的珠宝,佛界众生看惯了,自不以为。 宝。 在凡间所梦寐所梦寐以求的一切,这里都有了,他们自不生贪恋之心,而我所求,终微于寂静安闲,过着逍遥的生活。 众生是金银未宝,是未稀有物,若和中沙时皆黄金,众生当弃如。 必喜,令是他物未宝了,佛有硬化无穷之力,要什么就有什么,自然不生自私贪望之心。 一切所有等于一切虚无,这是佛的真意。 众生觉悟吗? 所以说,众先真在这种火气充满境界中,正是涵养。 他们的性情与天机,冷暖自知,修养有素,绝对不会起无名火。 我们前去拜会南华帝君吧。 扬身,恩师真是身通三昧,佛法无边,给一些迷惘无知的佛徒当。 头衣盆,这些无上佛法真意,足以为后视角。 看见南华帝君虽魂,生火光,但却没有灼热感觉, 真是火候高深。 拜见南华帝君,今日再随恩师来此, 请帝君多于开示庙里,其话。 众生,帝君,善哉。 我观阳善身轻移我为何满身火光而不觉得发烧呢? 哈哈,此极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愿生在此山中。 我为南华帝。 丁火老,一团火气贯注三千大千世界, 这种火候非是凡人可碰。 如火炭燃烧,众生持之必烫的哀叫, 但火炭本身无动于衷, 故说,火光不觉热,燃烧身外身。 人本具有一颗佛心道性, 本身却茫然不知, 是佛而望佛故当本去。 木偶香,献出真如来, 迷人向外求道。 终离本家,流浪生死, 莫知归成。 所以人当外拜妙中佛, 内修己今生。 如我之道本身火气四射, 知己则无碍, 名他自无损, 如你施舍财。 物与人, 虽有损物, 但心生欢喜, 此所谓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凡掩饰之有损, 会掩饰之则无伤。 阳生, 世人一旦感冒发高烧, 为何需徐医注射针剂解热呢? 帝君, 刚才所说自己的火热 不会伤害本身道体, 也是有一般道理。 人体若超过37度未知发烧, 必须徐医治疗, 猝变体温降。 D, 俗称退热, 以免脑部及骨脏烧损。 由此可惜, 人体耐热能力有限, 是关奈火砖不怕高热灼烧, 因为, 它是从高温火炉出来的东西, 所以见火不怕。 南华的火光, 批我, 能力而发, 自然无损于我, 你言火为什么不烧我身? 因我事发火, 者, 怎会伤害自己? 所谓伤我者, 乃是违背中庸之道, 如人有五分力量, 他却用了六分, 此为过度, 自然产生爆裂危险。 修道就是用你本身力量去练度自己, 如此精进道力, 如火考练。 耐得百度不伤, 再近一度, 不断投于试炼, 会使本身耐热能力。 进步, 故有未沉到者入火不分, 入水不逆。 不就是这个功夫吗? 人不, 能超脱气数, 自然就被气数所居, 这就是凡夫, 寒灵的天气, 有着全身皮球毛衣, 人觉寒冷, 有着一件三衣, 无味寒流。 痛, 为人生, 体能强弱不一, 感受自然有别, 所以世人要如何突破? 事情假仅知足爱及人生复杂千禅困扰, 那就是修道功夫。 今日你来南华宫, 我将为世人说法, 以便众生都能突破迷惘, 得以适应南华火气环境, 这都是修道者窃身问题。 阳身, 帝君一片惊炎, 开我茅塞。 帝君, 我非开你茅塞, 而是要用一把火将你这间茅塞烧尽, 看, 你往那里逃。 祭佛, 哈哈, 请帝君手下留情, 这间茅塞, 他还是租来, 赞住, 得, 你将他烧去, 要他住那里呢? 帝君, 我若不狠心一点, 你还想躺在被窝里温暖里, 我干脆用, 火烧他, 也不必关窗闭门, 也不必棉被加盖, 如此不是更干净, 俐落, 更温暖吗? 祭佛, 千万不可, 你的火焰给他温暖, 他会害怕而且受不了的。 不知阳身, 你对帝君之宜有何感想? 阳身, 我知道帝君在考验, 想念我的智慧, 想试试我能悟出多少。 再, 此愿将所悟说出来给二位高征平平。 一, 帝君要用火烧去我的茅塞, 现在就是要我发现自己。 忍住鱼毛, 屋之中, 心里有一种被保护的安全感, 藏此而住, 养成依赖性, 松懿了警觉心。 如盗贼入宅窃窃物, 所寻于非相内贵地, 这些藏。 金白鱼之地, 正是外贼追查目标, 所以安逸于保障生活之中。 自然不求进步, 帝君要将茅塞烧化, 亦要使人处在无覆盖物之。 时, 恍然大悟, 自问约我要住那里。 平时任污为主, 此刻任己为我, 正是发现了自己。 再毫无隐蔽之, 下人之言行也将战战兢兢, 为恐众目睽睽之下出丑, 故此食材, 会献出生命食香, 远离了一切假象。 二, 南华帝君用火烧我茅塞, 正如佛说, 三界不安, 犹如火宅。 那种火焰无人能敌, 每一个人遇到火灾, 第一就是逃命, 此刻才。 会觉悟到世事无常, 生死世大, 放弃了一切, 逃命要紧。 这启示, 修道人不要依赖外力, 虚自求深度, 否则一旦外面环境变化, 我。 要在何处安身立命呢? 以上所说不知帝君觉得如何? 帝君, 善哉, 一间假毛塞不必懒呆着不走, 天赋的采集大巫上, 能广失甘露与风雨, 下能生长百物定五穀, 不怕烈火与洪水, 者, 是今污纳。 扬善身所言, 圣何我心, 妙与藏天机, 众生需要领悟, 自然可以得到。 众生性灵若要与我相接, 可敬神心存赤气不满全。 众生而送念约, 丹天三气, 南上玉门, 中有大神, 是地邻居。 依丹代福, 非文语群, 驾成赤龙, 欲于将语。 南过灵山, 万神高尊, 初入三清, 上念九玄。 赤归是义, 欲同未真, 法子简陆, 降步欲文。 孝定先品, 轻重上文, 今日大王, 凌月开仙。 上回万神, 降我三门, 变化婴儿, 振兴安魂。 混合二气, 产我命根, 长语祝容, 驾成锦鱼。 逍遥南阿, 天地长存, 保我长生。 阳身, 地居的灵魂, 蕴藏玄机, 具有神秘力量, 愿世人虔诚送念。 必有感应。 我的毛塞, 已被南华火气焚化, 只见一片火海, 陷阵。 金光闪闪, 假火烧租了肉身道具, 在火灰堆里, 却立起一味精生。 如来里, 帝君, 善哉, 阳善深远陵不明, 得雾南华大道, 造就悲凡道果。 自古以来, 明师, 善知识, 传道刚法很多, 既有放打, 手指, 喝, 骂, 捏花, 微笑, 水洗, 香点, 争冠等法, 但是我赤金火狼, 却, 是用火焚烧。 因为当今世人注重外表假事, 不修内心, 艳力装扮, 未必倒地好。 人, 高楼大厦, 每每居住蜀贝, 所以我要用真火焚毁假象假屋。 是小人, 蜀贝献出原形, 借此点化他们。 祭佛, 哈哈, 那些答不醒, 指不破, 其不清的众生, 此时亦该觉。 醒了, 若不听南华的警告, 现行出丑日子, 为其不远了。 阳身, 南华道功与威力, 巨大无穷, 不知帝君现在何复何种使命。 来普渡众生呢? 帝君, 三草普渡, 摇池金武收回原灵, 武老义共同主持其事。 天机, 玄妙, 世人南侧, 今日机缘成熟, 特泄露一二, 以公众生修道参考。 普渡原灵, 摇池老母主持, 观音普渡, 观圣驻之, 观圣帝君之原灵。 系我或老所化, 所以又说为 此为宫内诸一神, 生而念红心事, 信脸。 如果正气凛然, 一宝于天, 行全五常人一礼致性, 为众生修道。 知彪宝, 不论在家, 出家, 为此五常, 即是离经叛道, 终度恶道。 道统将士, 鸾塘禅教, 观圣主掌, 谷渡事宜, 带我渡回原灵, 以玩武。 老知任务, 故鸾塘今日应运而兴, 乃是天运便然。 观圣禀南方火郎, 赤气, 坐于六月火热之天, 信烈勇猛, 过关斩将, 升天之后, 位居。 南天火位, 因普度众生, 功德盖世, 隐满亿万, 历劫化世, 原灵补。 魅, 故尊约玄灵高上帝, 又约普渡原灵异谷。 世道阴气赤胜, 若无观圣火烈纯阳之气, 即与化解, 恐众生堕落魔, 道无法超生。 在此末法之时, 众先佛乏力, 各教分杂不齐, 有脉。 观圣物化正气, 浮乱产教, 以为道统之不灭。 故希望天下苍生修道。 学佛应前奉观圣, 以突破此时阴谋分散之障碍, 作为互道, 成。 真, 切记。 既佛观圣正气浩然, 亦宝与天, 为天人之识, 正是今日修道者, 应学习的典型。 离开正气二字, 不论何教一世邪道, 所以众生不。 论进入那种宗派教门, 心中需秉持一点正气, 不可认为观圣必君。 只是一位后天神圣, 或是一位佛门的护法者。 其实观圣本是一位五佛经先, 他的显像是动相及观圣, 静相及如。 来,动静虽二, 其心如一, 众生会应乐吗? 帝君, 既佛所言圣是, 有人说尝了无须的神不败, 他们不知如来。 佛还活在西天, 他的无须已经由西天垂到东土, 凡事有缘者都可。 承虚而上子行, 不要老是抱着佛脚互放, 两者相比, 佛须比佛脚。 的地位更高, 修道者拉着佛须才能更加战兢自持, 轻飘逍遥。 所以起分别心, 排斥佛须的人, 他们舍本逐末, 相近捉住佛祖脚。 跟那是不可得而危险的, 既请傲慢心, 分别心, 毁放心, 择心。 与佛离, 一放走的话, 岂不衰的本身碎骨。 末法众生, 眼光却如此短视, 偏见, 真是末法, 愿众生闻我的说。 法, 恍然大悟, 修道学佛, 在追求旧静涅盘石乡, 佛性平等, 末。 自住藩底, 远隔灵山了。 扬生, 活佛与帝君的说法, 合乎忠道, 没有偏心与私见, 与人间。 法师们的说法, 有天渊之别, 或许活佛, 帝君们是站在天上说法。 看天下众生一体, 如同赤子, 显示出佛法如鞭, 神通广大法力。 而凡间的法师大德们, 站在地上说, 只看到眼前的一切, 所以说, 法自然有鞭, 有限了。 才会产生宗教间互相公结, 排斥, 毁放的。 纷争, 恩怨重重, 实在令人痛心。 既佛, 烦恼及菩提, 顽固人性, 非一朝所能化, 世道的路已碎见。 再开辟, 愿众生物再执着那条小道, 需走向四通八达的大道, 使, 每条路都可通往天堂圣域, 如此才不会做各自撕鬼了。 地区, 为了证实这些话, 我带阳善生拜访在南华圣境前修得高真。 八, 二位请随我前去。 养生, 感谢帝君慈悲, 阐释无穷妙道, 惠意众真良多。 前面一片, 七反红色楼阁, 每间都一亮无咒, 里面还不断射出红光, 不知者, 适合一。 帝君, 这些高真们, 正具经为神坐在那调席, 以自我训练南华。 灵迹, 所以会发出这种红光。 阳善生已可看左边的一片凡间夜景, 奇妙吗? 阳善生, 帝君用手在我眼前一挥, 突然左边下方呈现出凡间的夜景。 只见万家路灯, 屋灯闪烁着光芒, 房屋, 街道依稀可见。 这个画面太美了。 帝君, 这幅世俗画面包含着无限天机。 在夜里南华火光燃药大, 的, 世人虽有善恶, 但无论善家或是恶宅, 他们都需要我来陪伴。 我不记恨他们善恶, 一意引导他们走上光明, 这是一盏生命之光。 那, 尤其黑暗更需要光明。 这种心胸, 是人做得到吗? 反安安法圣经的修饰, 正在这里发动。 浩然之气, 每位高真从心中点燃贵光, 不得停息, 如此继续一段。 时间, 待整个灵体完满真气之后, 就算到一段落, 气潮, 浩然之后, 他就有无穷能力, 去任行他圆满的道路, 逍遥于诸法界。 杨善生可访问他们的修道经过, 作为众生修道之界境。 杨生, 好的, 感觉周围一股暖流直射而来。 高真们正全神贯注, 在做自我训练。 他们浑身发光, 气势非凡, 好像一个光人一般。 清新透明, 羡慕不已。 这位高真, 您是出家人吗? 身穿袜裳, 头部光源, 一副法相庄严, 请问您如何修成这境界呢? 圣佛, 杨善生, 您来得正好。 这是一大因缘, 令天下众贞得福。 别人不见证法眼葬, 您却经经藏诸, 得使本来念慕, 老僧在此。 先祝赫生, 天堂游记可阔金刚经, 般若心经, 可以说是佛。 经正典的写实, 由佛法演义入心境界, 可谓末法之事的一本证。 点, 愿我佛门同修, 并祭我乡, 顿悟入门, 以得正道。 我十五岁, 三藏佛典, 三藏佛典, 苦读成悦, 已有心得。 对我佛一讯, 领略至深。 一日, 在产定中, 忽然看见三棵水果树。 橘子, 杨桃, 芒果, 常温了果实, 每粒都成黄熟, 并发出光。 芒, 突然一粒粒落地, 正是瓜熟地落。 此时三棵果树枝叶摇广部, 以并一口同声说道我们轻松了, 不再挂爱, 拖累。 一会儿树叶也全部脱落, 又一到三棵果树一同欢呼到现在无业。 业一生轻, 不必日业负担了。 醒来之后恍然大悟。 从此对悟道修行功夫更加积极, 对经典领悟也较以前卫。 素且见地更深。 此三棵羊桃、橘子、芒果树可以比喻做如是。 道三教, 它们各生长在同一块土地。 虽然枝叶大小不一, 但它们的共同愿望是开花结果, 以供给众生使用。 这种既是历人精神, 正是圣贤的化身。 所以我们当即与同等的, 尊崇敬意。 在瓜熟地落之后, 又落叶归根, 回复到本来面目。 正欲意义修道人不可固执, 不可平忘, 该气即气, 一切事物。 顺其自然, 挂爱足以令人烦恼, 神魂, 使心性无法开朗, 如常。 其煎熬, 不能放下这副担子沉重的脚步。 要迈上遥远的极乐世界, 是费时而缓慢的。 所以当你卸下重担, 觉得愉悦舒畅无比, 在下一步济世及荣世界的境遇。 在一生行道过程中, 我秉持这个原则, 广度众生, 对各教信徒, 同等尊重, 鼓励他们从各自信仰宗教, 去寻找精髓及真理所在。 他们各随即愿归因, 乐道修身。 各有成就, 更是我如一位慈父。 圣师, 不轻视他人, 自己才会被重视, 这是我体悟佛法真理。 在度化诸有寝时, 随缘施教, 也是今天我有此成就的原因。 并受珠魔考历练而屹立不到, 今天才能爬到如老天。 再次修炼。 更深的佛法。 佛法传灯赖此火光, 我献正受金刚火炼考验, 自我的炼度正是尘气的铁证。 凡生活至七时而灭, 性灵飞升天堂极乐, 感谢众生给我的机缘。 他们正是我修成佛果的助力, 没有他们, 何有我。 众世众生, 就是抬高自己, 希望佛门修道者, 都献出你们的如来心法。 祭佛禅音大师, 您真正体悟到佛陀教训, 所以有今日成果。 恭贺之。 大师, 客气, 活佛的行止更是超然物外, 今日又富普度众生种。 任劳累了。 帝君, 杨善生, 再继续访问高真们成道的经过吧。 杨生, 感谢帝君提醒。 这位高真, 容颜慈祥, 全身光气四射, 来历不凡。 请问您如何修成这份道果呢? 今仙, 我没有什么道痕, 只是行善不施不求灵, 不求报而已。 想不到在凡尘的善行, 使我灵性的升华进入这无极的境界。 我, 在事时以贩卖杂货未深, 价格功当, 带人和善清洁, 同手无期。 所以生意真真日上, 赚了不少钱财。 因信喜先佛, 常至庙四餐, 相朝胜。 凡破庙就四番修, 敬欢喜不失助之。 欲穷困平民, 怜悯失财解。 困, 把佛经, 善书翻印赠送。 善事另位, 修身克己道德, 施舍。 不求名, 不图报, 欢欣而作。 欣喜去行, 认为天自我有这些。 财, 就是要讲我的手去转送给别人, 并非要我独享私用, 因此, 示牌如粪土, 尽力施舍需要的人。 一身行道如二一, 诸多无辱加来, 我心不愿。 试寿八十二。 点真灵飘然上天堂, 历经各科考验, 今日至南华宫深造。 接近, 还原境界。 既以天下众生, 修道不要贪图名位, 自己修多少。 心里有夫, 何必显良暴露? 以破道果呢? 良生, 不求名乡的不失, 所得道的果位, 也就超出气象, 达道。 无极理天境界, 足正开什么花, 就结什么果, 仍没有侥幸的成。 功, 也没有侥幸的得道。 继佛, 时刻已久, 功文高真说法, 注意众生不浅, 感谢帝君灾。 培, 使天堂游记一书生归不少。 帝君, 纳明。 南华大道, 唯有一点灵光长调, 愿世人保持这点。 光明的心, 那么一定能够光与光合, 归回南华圣境的。 南华起, 是就此告一段落, 愿众生们体悟这些真言法。 扬身, 感谢帝君开导, 天堂游记的光辉, 由您的灵光加倍, 照, 破众生黑暗无名, 愿愿是书者, 发出感谢的心, 接受上圣们的。 教导吧, 就此拜祠帝君。 祭佛, 扬身上连台, 准备回堂。 扬身, 我已坐稳, 请恩师回堂吧。 祭佛, 圣贤堂已到, 扬身下连台, 魂破头体。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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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零一八第十八回由西华公邻听遥迟经母说法。 祭功活佛将岁次更生年二月初九日, 一九八零年三月三十五日。 十曰, 人群永永尽黄泉, 魏小回头种福田, 向外求先空不已, 家中佛佛礼仪前。 祭佛, 人常不满现状, 但不求改变自己的心态行为, 一味责怪他。 人, 这样越弄越糟, 总是没有成果的。 修道的人都想超生到他。 门离想的乐园, 可是往往不知道好好培养自己的宝树, 却向外, 去寻找他人的成果。 向外求佛, 如在户外捕捉鸽子, 手去鸟飞, 追得越紧, 他飞得越, 高, 若能回光返照。 伸手向鸽笼, 家中, 捕捉, 相信亦如反掌。 所以老纳希望世人多字减点。 善陪自己心缘, 一旦收成, 不是吃的金律有味吗? 甚至可将多余。 水果出售, 还能发一笔彩礼。 所以众生不要看清自己, 老是向外。 跑的话, 累得金皮力卷, 还能做什么事呢? 今天我将带阳身有无, 及圣境准备上连台。 阳身, 我已坐稳, 请恩师起承吧。 祭佛带着贤途, 观赏天界圣境, 寄功一片心怀。 向引渡众生也, 都一起来此同流, 一时心花怒放, 闲途。 我们来对唱一段劝诗歌, 好吗? 阳身, 弟子才书学浅, 诗词不通。 歌喉更雅, 恐怕无法搭配, 会、会。 出丑的。 祭佛, 几世没有吃肉了, 只要不滑枪油条就行了, 反正也不适境。 选歌星, 何必顾记那么多呢? 我替你加灵, 使你闻丝敏捷, 随我。 喝来吧。 阳身, 遵命, 请恩师执教。 祭佛, 帆请俗井诗堂皇。 阳身, 学我恩师游四方。 祭佛, 清风两嗽性灵光。 阳身, 一朵黑云月色凉。 祭佛, 如梦人生不久长。 阳身, 早修大道朵无常。 祭佛, 徒刀放下莫荒唐。 阳身, 养性修身保健康。 祭佛, 佛仙姚母架慈行。 阳身, 善智阴阴法度章。 祭佛, 唱得好。 粗浅文字, 寓意却很深刻, 是人听了, 当有所感。 五, 已到墓地的, 快下莲台。 阳身, 这里的景色迥异于昔日所游, 遍地金光, 如宝山展放笑容。 光辉耀目, 还有金鸟飞翔, 是生平守剑。 未未奇观, 不知这里是, 何处。 祭佛, 这里是普渡众生一大道场, 遍地生金, 满天金鸟。 地上台, 藏满金树, 金花, 摇池悠游着金鱼, 其真异物, 琳琅满目, 此得。 灵气凝聚。 是摇池金鸟所需, 金鸟为众生元灵之母, 亦称西华地, 鸟为鸟尊贵, 慈怀无量, 我们整齐一旅, 快钱去参加, 扬身遵命, 今日能拜会老母, 荣幸之至, 眼前处立一威鹅宫殿, 金光闪耀, 上书聊时金鸟公五字, 光辉夺目, 殿前仙女穿着女长, 仙女, 穿梭自如, 风便飘逸, 向我们点头笑意, 祭佛, 扬身快进殿内, 向老母参加, 扬身尊命, 殿内坐着一位, 赫法同颜慈娘, 左右各有仙女侍卫, 余申辅福, 参寇老母, 余申庆慕天恩, 奉旨著书, 随师登陵三界, 仿道求真, 今日容宠圣照, 来至母娘圣居, 感激替陵, 叩寄母娘, 圣安, 众生吃礼, 未能返本排缘, 使母娘云门已盼, 望穿秋水, 此内暗地, 余申受富普渡苍生圣命, 至今大任未完, 心感恐慌, 求母娘在天赐智慧灵光, 以方便济世渡人, 前曾奉命随师著作地狱游记, 今又奉命著作天堂游记, 圣命在生, 不改丝毫怠慢, 然我考重重, 心神欲碎, 其母娘宽解成缘, 闭门, 乐托俗禅, 以正大道, 老母, 善哉, 缘而养生, 青鸾玄丝, 净土经盐, 谢大道玄机, 解, 诸经之遗获, 圣命担负, 道智非凡, 造就殊胜, 三草普渡, 天人, 同盲, 地狱游记已开的草, 人草之生机, 天堂游记, 广度天草, 人草之弥图, 二部圣典, 万载生辉, 三才为人未贵, 所以人类受, 会最深, 道来流生, 自古皆然, 愿阳生克服逆境, 将天堂游记一书圆满者, 成, 风沟鬼迹, 万古流芳, 不但尔之玄祖超, 超生极乐, 云云众生, 九六元灵, 更需借此求修正道, 至此, 尔之圣任方告一段落, 母, 自怜心, 之而苦中, 当次灵光以助道力, 悉尔振作精神, 将胜离, 光辟, 普照事件, 已开导更多众生, 觉悟迷梦, 早脱成缘, 喜心, 幻念, 携手步入善道, 如此, 配为人天导师, 善名永流, 岂不妙, 灾, 扬身, 感谢母娘灵光加倍, 经言铿腔有力, 贯注我心, 顿绝眼神, 明朗, 神气十足, 愿子母的爱心, 实施给予关怀照顾, 尽尊母命, 实施加鞭, 请母放心, 老母有诗余, 慈母守中献, 游子身上衣, 灵形秘密逢, 一孔池池归, 谁言寸草心, 抱得三春灰, 冤儿九六, 如今都成了游子, 身上所穿的仙衣已经不见, 兜换, 上了花花绿绿的俗衣, 在连离三山坡时后, 慈母如真逢衣, 苦, 口婆心在三丁尼, 为的是怕你们下凡投胎之后, 忘记天上的境, 土圣境, 沉沦于花花成俗世界之中, 迟迟不知道归返如吉礼天, 但愿你们手中能够把落母娘垂下的金线登上慈堂, 步步向我生, 边归来如此, 才可以抱达母恩于万一, 否即都成了不孝儿女, 知吗? 既佛, 慈母的言语, 多少心酸泪语, 是人能无动于衷吗? 阳生, 现在崇拜瑶池经母的庙堂, 及众生甚多, 是人能归根任务, 是一个好现象, 相信也是世界大同的前兆, 愿老母垂辞开世, 修道方法于生愿闻其详, 老母, 我主西方, 又称西华帝君, 有人为现在是个金钱世界, 尤其西方人士更有败金主义之称, 金质西方应律, 金子上涨, 身价百倍显示金母普渡园林的时刻已至, 所以我的名号正, 传遍天下, 天域循环西方应律, 所以大道将士普渡有缘, 唯有同任义母上帝, 才能世界大同, 上天用益玄妙, 愿众生, 体悟之, 扬生老母慈悲, 其在垂世庙里, 老母, 金位万宝之王, 故事人士金位至宝, 事件我之崇高定位, 何以称为母呢? 金位宝物, 不具火链, 水镜, 土埋, 木鸦, 位, 五行之王, 五老之灵, 任悔不变, 故佛声称今生, 道体约经丹, 经居尊位, 流通无碍, 天人争取, 今母能生金子, 佛母能生佛子, 为万灵之主, 故称为五万物的灵性, 即一团精光, 所以原灵已精卫武, 表示灵性如今不灭, 愿世人体悟之, 扬生, 金母深化原灵功德无量无边, 请能指示金母来历, 即是, 人亦如何学修您的大德, 以便投入您的怀抱呢? 老母, 混缘仪器, 化原始即太上玄女, 所以我本是混缘仪器之, 零, 三清演化, 五行僧人, 我在化为五行之首经, 金母负责, 化身原灵之责, 任重道远, 远始天尊已经详细阐明, 所以我不, 再重述, 我应遇普度众生, 天下也已进入金色世界, 五经正随在人类左, 又如钢筋, 铁屋, 铁床, 机车, 汽车, 飞机, 电话, 电视, 眼镜, 手表, 项链, 戒指, 等等, 十一柱形, 以油土木器裁净, 步道五经设备, 显示出金式随身法, 五式众生针, 精气人人喜爱, 但人性恋味, 现实生活迷烂不堪, 所谓止醉精明, 但为了普度远离, 不得, 不以精气不化众生, 西方根心属精, 在天五常未溺, 五色属白, 在第四季卫秋, 人, 兼化身白地下雨, 人轮五常属义, 人体主肺, 皮, 五界主道, 从以上所属, 可以体物精气消散原因, 一经, 古石油土木建筑房屋及制造各种器具, 经以便为钢筋铁皮, 等五经器材, 以前的木箭, 石头, 已遭淘汰, 现在是刀光血影, 枪炮利器, 杀伤力剩余古十万倍, 科学进步, 物质生活享受到极点, 医药的进步, 也促进人类寿命, 延长, 生命要受者减少, 但受到车祸意外伤亡人数, 却聚集增加, 足见生死的权衡, 看似游人, 时事游天, 车祸无非铁状轮压, 死, 于五经压力之下, 每年世界各地战乱, 在枪林弹雨下牺牲者, 更不计其数, 以刀钻, 凶杀, 一缕有所闻, 所以, 金虽贵重, 物极必反, 伤人异彩, 是人身上都带有金链, 戒子, 手表等物, 物虽值钱, 却冰冷无情, 对清澎, 对清澎凌落无意, 如秋叶凋谢单调, 为力士徒者, 该觉醒了, 愿, 世上拜金子者, 更能拜金武, 做个饮水思源的孝子吧, 有词约, 有词曰, 素觉醒, 金山白墨无尽好汉英雄, 素觉醒, 黄土堆里青草空无春风, 素觉醒, 苦海红波万丈人已无踪, 素觉醒, 子欲养青不在多少忧中, 素觉醒, 无极母念圆灵尽孝尽中, 素觉醒, 尽圣门求真道家紧用功, 素觉醒, 心怀死度是人善道遵从, 二刀, 立者, 顺利便立也, 立必以割合, 顾取利刀如操刀杀人, 也, 立即获财, 惊人重力, 是经前卫生命, 人类之争斗, 无非争, 取私利, 以非法手段拥有私利者, 必招愿尽, 所以得利之后, 手, 害不远, 俗语说人未才死, 鸟为实亡, 人追求财力, 终于被利刀割夺生命, 不利害两连, 愿世人亲利远, 害, 千物兼诈骗强, 为利是图, 以免利刀无情, 招愿造业, 一切, 物质需求可谓便利, 彩善书发送荣义, 利, 彩恶客为悲作歹义,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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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利害关系, 智慧密切, 应用之妙, 存乎一心, 愿世, 仁善用之, 三秋, 秋月虽宁, 但体弱乏力, 秋天主收成时期, 万物落叶飘零, 树叶寄落, 无法吐出氧气, 人类肺部呼吸所需要之元素自然减少, 肺脏如液, 落叶灰根, 谨慎外表一层白皮, 身体虚弱不实, 所以, 秋天一到, 人们需要添加衣服保身, 现正值秋收到白时期, 远邻当返回西方灵山, 因此, 天下大道红, 阳, 善书谱诵, 由以中途更甚, 鸾门扶鸾产教, 因因教化众生, 众先佛纷纷投胎转世, 会跟不明者, 奉献牺牲精神物质, 四处位, 普度有缘而奔波, 愿我缘而心如落叶, 清白如染, 不生挂爱, 各, 各修道, 如秋天大有收成, 百分之, 四亿, 西方属经, 五常位义, 五界主道, 好经者建立则望义, 人, 若生贪念, 盗取财物, 称为盗贼, 亦非亦是, 亦丝亦毫, 若非己, 五, 切莫去取, 否则, 违背天律, 地律有份, 天堂如路可行, 以上是西华精气流行现象, 西华, 方, 是宝地, 是人如有道心, 盼安是, 上甲金甲财, 那些仅仅让你借用几年而已, 还是修身养性, 培养自己一颗金刚心, 以便日后反门西方极乐, 踏上金色宝地, 与您金色星光相映成去, 那么你所拥有的才是真实的, 我带您参观西华瑶时, 扬身老鲁慈悲, 劳泪名为苍生无口婆心的说法, 无限感激, 看, 道先公事与各天真无邪的笑容, 有一种舒适望过感觉, 不知是何, 因, 老母, 她们是超俗出城的仙女, 与一般凡城的女游子有区别, 她, 门清高出俗的气质正吸引着你, 但千万不可动心, 扬身, 其感, 是否可以询问她们, 修养之道呢? 老母, 当然可以, 扬身, 请问这位仙姐, 是否能告诉我, 你修到的经过及用什么方, 法保持这种青春的气息, 因为现在的世人, 不论男女都想保持青春不老, 如你能泄露一点秘诀, 相信世人会感恩不尽的, 仙女, 想起我的修到过程, 充满着积驱困难, 也许是在困难的还, 静忠, 才能保持高超人格, 造就悲凡的智业, 我从小失去父母, 送给叔叔抚养, 自幼一件妙事, 及十分崇敬, 并向往修道之事, 后来拜了会真上师为师, 专心学道, 历经各种, 摩靠, 道志不变, 最后的正大道, 蒙老母收位宫内侍女, 仙女们为何面目绞好, 清秀庄立不老呢, 乃是心中没有欲念, 凡, 脑一片纯真清白, 望尽了岁月, 不知老之将至, 无脑即无脑, 望年即望朗, 存看真洁的心性, 脸上自然清秀光泽, 心理不平衡, 的话用什么珍珠洗面造, 高级按摩霜, 也是无法保持着青春部, 老, 助言的妙法, 就是不烦恼, 多素食, 少照镜, 常关心, 十二个, 四, 世上男女如果能够实行这个秘诀, 则知本不失, 自然拥有清, 赢得美态, 不是更坏心吗, 既佛, 因时刻不早, 我们改日再来参观, 拜此老母及各位先女们, 扬声, 感谢老母此怀点化, 无限感恩, 因时刻已至, 我将随师回, 堂, 拜此老母, 老母, 既然如此, 我亦不愿强留, 后日再来吧, 扬声, 我已坐稳连台, 请恩师回堂, 祭佛, 圣贤堂已到, 扬声下连台, 魂破头体,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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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 零一九第十九, 回在游西华宫 临听遥迟经母说法, 祭功活佛降岁自更生年二月念三日, 一九八零年四月八日, 十曰, 世外桃园景色幽, 游人如之成云周, 盘桃树下传香味, 一点甘林润绿红, 祭佛, 今日我们师徒将在游游摇时, 拜见老母, 聆听她的说法, 先徒整齐一律, 随我启乘吧, 扬声, 我已坐稳连台, 三生有幸, 能赴摇时, 聆听老母的说法, 天恩施德不敢忘记, 祭佛, 倾驾连车, 向无极摇时而来, 已到西华摇时老母圣君了, 扬声快下连台, 我们前去参驾老母, 扬声, 遵命, 摇时景色宜人, 四处先风飘飘, 闪烁看光芒, 让人心旷神移, 这里的毫光与其他地方不同, 不但不会刺眼, 反而是, 我眼睛大睁, 杂宇闭合, 不知道是何应, 既佛, 西华摇时未经武圣居, 此处未经器所宁, 好像世间的金山, 是人见前眼开, 因此, 你看了这种金光倒戏, 自然感觉如此, 这, 叫做羡慕的眼光, 哈哈, 不要贪贪, 我们向老母请安法, 扬声, 进入圣殿, 看见此舞已露出笑容, 仙女们一点头含笑迎接, 我们, 心中觉得无限欣慰, 余声拜见老母, 今日随时再来摇石, 恳其老母慈悲会自灵光, 并垂视大道玄机, 以启示人, 老母, 善哉, 羊儿与道际同价之行, 云游三界广度苍生, 替母, 分忧, 是位孝儿, 母觉欣慰, 因缘早重, 道根深厚, 今日才能有, 四位行俱者, 愿你们使至家边, 以其天堂游记早日者成, 普渡苍生之圣夜时, 能大功告成, 以免诸天先佛, 跋涉红尘, 凯探世人难度, 此书可以皆与众多元, 远人回天朝路, 我在带阳儿参观瑶时, 圣静, 以开悟大道, 扬声, 感谢老母经典开示, 随着老母背后, 身旁跟随着一群故驾, 仙女, 感觉好像回到老家, 仙女如同姐妹, 似曾相识, 又绝面熟, 老母, 养儿说得对, 回忆当初在天堂交界处的三山坡上, 你们都, 是兄弟姐妹, 一下苦海入狱, 换去仙家衣裳, 以至欲罢醒来, 以, 在人间, 生无一物, 所以原始人, 以树果遮身, 掩护原体, 今天以油纯树叶进步至不品染印之花花绿绿俗一, 将原来佛信仙, 灵残残旦旦旺, 个人改头换面, 人家百姓结为亲朋, 贪恋红尘, 任, 假未真, 浑浑噩噩噩过日, 这些仙女们都是以前的姐妹, 她们到人间, 受尽了苦劫, 如今今, 醒患梦, 修成正果, 脱胎患母, 回到我的身边, 阳生, 老母说的是, 众生本是同根生, 这里有一片池塘开闷了白, 色莲花, 洁白如笔, 壮盛美观, 水中还有金鱼游来游去, 一幅销, 瑶自在的样子, 好羡慕哦, 老母, 这是瑶池其景一部分, 瑶池又称西池, 莲花盛开, 金鱼寺, 处悠游, 显示出一幅修道者的图画, 莲花, 鲸鱼, 都是有灵性的, 生物, 我向它们点画, 令它开口说法莲花, 莲花, 你的洁白光, 华, 如苦海鲜茶, 清高自持, 花瓣不染丽莎, 脱俗的气质, 圣过, 人家, 开口说法吧, 阳生, 老母道出慈悲法言后, 时中莲花一阵摇动, 跑向向摇石柱, 人表示会议, 由花中发出清脆温柔声音道, 我活在污秽的红尘淤泥中, 虽然满石污水, 但是我怀抱着一棵素, 心, 咬紧牙根, 稳立脚步, 不因环境恶劣而退却, 踏在污秽, 是, 验着稻根, 过着淡泊如水, 轻飘如风的生活, 但已感觉心满意足, 脚步虽然踏在红尘地上, 但是, 我的首页, 心花却浮在水面, 潮, 像光明, 人们, 你们活在五卓世界, 踩着潜敷尘道, 一颗原有良心是否被, 污染, 被铜化了, 红尘埋没多少娑婆的游客, 几人上能保持着素, 心, 清白, 我的脚跟沉在污泥中, 净化着细菌, 化为我生命的养分, 洗净的, 脸藕, 露出了清白的脚跟, 你能相信我在沉不染沉吗? 人类的沉, 轮堕落, 无法自拔, 竟在污水泥泞的人, 久而腐烂不堪, 可见你, 门的道力为伯, 没有抵抗力, 受不了情欲的腐蚀, 虚伪脆弱的人, 性, 不堪一击, 终至败坏, 衰落, 灭亡, 愿世人立于沉静, 怀抱肃心, 开着洁白的心花, 不向光明的浅沉, 在摇石里, 我拥有一座清高的果位, 愿世人学习我的保样, 不要, 被尘土埋藏了你的生命, 莲花说完了话, 摇栋花叶, 身躯, 向老母行礼, 又归于宁静, 想不到莲花公主竟然说出这么好的妙法, 真是口吐精莲, 自叹, 不如, 老母, 莲花就是神圣的化身, 代表清高洁白的灵性, 所以先佛, 门都成座莲台, 以取得莲味为荣, 愿世人当学习他的精神, 扯, 雾莲花寄语, 修成一座酒品莲台, 我再向鲸鱼点话, 叫他说法, 鲸鱼, 鲸鱼, 充满活泼光彩的身躯, 生活在鱼缸里, 伴着人们, 游戏, 你看多了世人, 一定有许多话要让世人明知, 张开你的, 金口, 吐出一些猪欲吧, 扬声, 老母说法之后, 一群鲸鱼月出水面, 好像兴奋下瘾翼, 寇同声说, 我与莲花未有, 一起活在池塘之中, 好动的我, 整日游荡, 快, 乐无边, 莲姐却害羞的不敢随意走动, 她怕越陷越深, 可是, 好景不长, 主人把我网了上来, 提到街上任人欣赏, 儿童们看, 我可爱, 围观欺负着我, 客人一喜欢, 主人就把我卖掉了, 从广阔池塘, 迁居到小水缸里, 从此生活在小天地之中, 我也任命度过一生, 不过, 我却成了人类的监察神, 他们一举一, 动, 皆在我双眼中, 习惯了这种生活, 也就不怪谁了, 当人闷心, 情凡闷时, 都依偎在我的身边, 以慈颜月色的眼光, 向我注视, 心想这些鲸鱼虽生活在小缸里, 但无忧无仇, 逍遥自在, 不愁, 吃穿一红清水, 一件绚丽外衣, 静不烂, 更加光彩, 胜过生活, 在大地人们, 住有高楼大厦, 却心烦意闷, 你看, 一件华丽的俗, 一, 经过几次水洗, 就褪色变质, 不复往日光辉, 我爱这件与生俱来的天然精衣上, 我不炫耀自己, 但却讨人喜爱, 一件足用一身, 耐穿耐磨, 只要用水洗浊, 清鲜如新, 纳成衣用, 尽了洗衣粉, 漂白粉, 仍无法洗去污味的一生, 世人真名夺利, 私怨不休, 所以惹人讨厌, 我安守本分, 一杯白开水, 一点清风, 以感知足, 我若打破沙缸, 不是自取灭亡吗? 我的生命只在水中, 你们的生命在路上, 你若离开生命大道, 也将平临黑暗的死亡, 愿世人多献出你的优点, 那么就会向我令人欣赏了, 鲸鱼说完了话又越出水面, 点头坐领而退, 听完了这二位奇珍的说法, 觉得万物都具有惠敏的灵性, 不逊于, 人类, 这一场法会真是有趣, 既佛, 不要小看他们, 我觉得世人尚不吉利, 如听了这些法语还, 不觉醒, 岂不有愧吗? 老母, 万物有灵, 禀受天地灵气护佑, 所以各具有超凡能力, 三, 才为人未贵, 修道罪义, 愿物自弃, 众生如想求的西华灵光加倍, 可遣诵, 七夕之天, 宿皇金堂, 白帝当全, 安正西方, 华英灵山, 昊约神王, 白羽飞群, 剑其欲龙, 上游玄清, 初入华宫, 总领先级, 列拣诸方, 即日嘉诚, 万圣燕将, 徘徊九霞, 流散归光, 兢兢换换, 白石洋洋, 开仙观灵, 神夫四驱, 愿道愿先, 愿生愿长, 上愿忌讳, 迷不及昌, 入修通真, 改我形容, 变化自我, 语气同向, 身非无清, 上身子房, 继佛, 时刻不早, 我们改日再来功临母序, 今日就此告辞, 扬身, 感谢老母慈悲, 点化迷经, 拜慈慈娘, 我已坐稳连台, 请恩师回堂堂, 继佛, 圣贤堂已到, 扬身下连台, 魂魄头体, 回,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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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时, 020第20回三游西华宫灵听摇石经母说法, 祭公国佛降岁次更生年三月初三日, 一九八零年四月十七日, 十月, 庄子闲来梦蝶飞, 庄子闲来梦蝶飞, 清潭夜火森周归, 事情扰扰随风去, 免叫无常百事非, 既佛天堂极乐事件并非在遥远地方如能枪自己所行住的的, 方清扫干净并除去心地上的污秽, 那么这块杂草重生得成的, 也将化为净律般经营, 净土即是乐土, 天堂已陷在你的面前了, 要想飞升, 也难事, 人无双翼, 能怎翱翔, 第一要将心神放轻松, 必要把眼神再还清, 那么纵然无意, 也如充满清气气球, 渺渺上升, 反之心情沉重, 岁月满身, 纵有常事, 烦恼压力即在主门紧拉, 我看回法术了, 今日云游著书时刻已到, 在前途扬生在游摇池准备上连台, 扬生, 我已坐稳, 请恩师启乘吧, 祭佛, 姚池已到, 扬生下连台, 准备向老母参加, 扬真, 来到姚池, 备有亲切之感, 老母疼爱嗜子, 私得身后, 随师游历三界, 绑道求真受益至身, 参寇老母其次灵光, 老母善哉, 羊儿, 而今日又来五居, 圣觉新味, 母念园林, 新宁, 憔悴, 信天堂游记一书之作, 唤醒如今, 广度苍生, 母心寥味, 一二, 未使苍生明了, 遥实其境, 羊儿随我到各处参观吧, 羊生, 前面一片大果圆, 生焚了好像桃子的水果, 各个红熟, 香味芬芳, 令人垂涎欲滴, 这种桃子比凡间的要大好几倍, 不, 知识是人所称的仙桃吗, 桃树下有许多仙童仙女西记, 也有许多道常在时以上聊天下期, 更有者正在摘石仙桃, 他们生活在一种无边无仇的情趣之中, 令人羡慕, 不知具有何等人才有这种享受。 老母, 这里是盘桃乐园, 三界唯有摇石之灵气, 常有盘桃满园。 盘桃熟透, 正等待世上修道者来摘石。 阳生, 园外寺有守卫, 我可以进去吗? 老母, 盘桃园外有仙真把守, 如非修道知识功果圆满, 不能来。 此接受盘桃圣殿, 在园内的仙童仙女及高真, 都是摇石的贵客。 也是摇石的主人, 今日修成正果, 所以来此消遥自在, 各时期。 道果, 阳生, 阳生, 有盐修成正果后, 需要在富瑶池, 接受老母赏赐盘桃。 以盐年益寿, 这是何因呢? 老母, 盘桃形状一个人的心, 所以盘桃可谓种植在人的心底。 上, 人生若知情修大道, 一旦功德圆满, 脱俏悲声, 可来摇石。 开盘桃宴会, 即次连台果会, 所以至摇石时盘桃, 表示正果成。 道, 永不转轮, 永向天觉圣寿之矣。 我已是, 人当善陪心地, 心不可生恶念。 独念, 否则盘桃树枯而亡, 终于道果想, 现实修道甚多。 遥迟盘桃结果累累, 正等待众生价领享用, 希望众生误错过良。 即, 我们进入园内访问正在下旗的高增吧。 扬身遵命, 那些守卫见老母前来, 立即回避让门进去。 请, 问这位金仙, 您如何修成正果? 回到摇石之后, 感想如何? 今仙, 凡间阳善身来宝, 请坐, 我们下一盘棋, 再谈好吗? 阳身, 下棋我世外行, 根本不懂, 如树树棋子。 到牌壳里。 今仙, 哈哈, 你把其子当佛珠, 真有意思。 佛家以菩提子做念珠, 一珠一珠数佛念佛, 到家却以图产木块画起地图, 消作其子, 到, 魔就地展开战斗, 还需遵守着。 其中不予真君子, 其手无回大丈夫, 真经妙具, 在默默无语中战胜魔群, 具有勇往直前进取精神, 所, 以行其无语如数念诸教佛同聚于意义, 而且无身甚有身, 其高, 一筹理, 此其奥秘有如此生功夫, 绝非菊外人士能心, 哈哈, 数, 其如树珠, 高手, 扬生, 其感, 精仙妙语如珠, 未惜精仙尘道历史, 精仙, 修道是终生事业, 不可一日终止, 如行其不尽则退, 除何, 汉剑, 四边礼服, 维基四起, 不管输赢, 定要跳出棋盘, 才能脱, 离提心吊胆繁成生活, 我在世时生平静奉太上道祖, 吕祖师, 观音大士等先佛学道, 请, 参真理, 举凡有意识人之举, 如祭平诗药, 修桥铺路, 捐印善书, 讲经说法的, 均尽力行之, 功果圆满, 归先之后, 临至瑶石逍遥, 以瑶石之水勿俗, 盘桃位, 时, 一切自由自在,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可谓坏国如鞭, 愿是, 人们物黄粮一梦, 早修大道, 后日自可来此相聚, 续道谈玄, 阳生, 请问这位仙姐, 您是如何修成正果呢? 仙姑, 我生前学习裁缝, 学成之后, 自己开业, 有友人以敬拜, 师学道, 并亲口如素, 一方面从事工作赚钱, 一面修身悟道, 半圣半凡, 欲有顾客, 给予劝话, 并度他们求道修得, 如看见, 贫困, 及布施记住, 二十五岁结婚, 夫君一世前程, 在家修道居士, 夫妇同修, 有过, 互相劝勉, 自觉天思圣德无能未报, 的有知心道理, 自觉圣位, 满足, 身有二难易语, 均能认真求学读书, 遵守道德, 敦品力, 行, 一身行善不倦, 度人无数, 至六十二岁, 无疾而终, 一点真灵, 飘至无极遥迟, 受老母家峰位, 敬月仙姑, 逍遥无尽, 我夫君一, 在去年归先, 现正在东华关修炼, 居得到很高果位, 希望世人, 修道, 不但内修自己德行, 外功更为重要, 如逢有困苦遭难之人, 当即与同情心, 多于关怀帮助, 这些吧, 自内心的慈悲, 功德盛大, 无德中难成道, 修道过程中, 更不可哄高骄傲, 自以为满足, 当多听前贤及道友门教义, 如遇各教修士, 需与同道立场尊敬, 知不可望加轻视, 毁放这些布式培养内德的功夫, 有人已, 念修道, 度重, 可是一方面却瞧不起其他宗教修士, 兴奋彼此, 信其愿增, 对内功之损害致具, 现代的修道者, 往往忽视此点, 制造成道果不圆, 因上驻成事, 肉眼不明, 道业而不知, 盼听我的话之后, 速速改过, 再道业成, 机上才不会记上缺点, 切记, 扬声听了他们的说法, 感觉到修道并没有侥幸的每一人在, 修道的过程都历尽了沧桑或遭受到各种打击才能成功, 而且平时在为人处事上, 需要做到尽善尽美, 对宗教能顾上, 更不能存有界地, 互相排斥, 在灵界, 我看先佛们的相处都很, 融合, 相信为父有包容心及抛弃私见的人, 才能升华到灵界消, 并否则灵界的灵团会产生剧烈火爆场面, 圣界也将没有一片, 净土, 据我所见, 凡是能够在灵界往来的圣灵, 他们虽然各具有自己, 的宗教意识, 可是在他们的物境上, 都能达到万物与我一体, 并能超出物外的见解, 才能够生存在无极的境界, 反之, 他们的灵体一到这种如我境界, 既冠于生前的我值, 自然被排斥在无极圈外, 无法进入真空无极清境界内的, 老母, 羊儿说的是, 大地众生皆是子, 各教故宫, 自愿堕落莫可, 挽救, 在文字教义上或许各教略有不同, 但它最终目的是一致的, 深愿众生各取自心, 自问, 自修, 自成, 无极理天是一阶道高无, 即物质无声无色无相境界的修道者, 如不能扫三心, 非四乡, 绝满政治最高果位九品连台地位, 如样, 而今日所见, 他们均是和蔼可亲的一群, 已打破欲界, 色界, 无, 色界的监狱, 所以他们能够造就突出非凡的果位, 是人物多少, 修多少, 救得多少, 所以愿是人认理归真, 同心同德, 为挽回人类节育, 重造大众性, 福, 以道德为依归, 以强和为目的, 修身养性, 以尽无极遥迟, 共续天伦宝, 祭佛, 感谢老母慈欲, 再三训事众生, 相信众生定能善体母怀, 化训恶习劣性, 千善改过, 从今以后, 将自己坏毛病改去, 不, 再贪嗔痴, 引赌诈了, 速归善道, 齐登天梯, 以免堕落地狱, 呼救无门, 今日时刻不早, 就此告辞老母, 西华圣静至此告一, 段落, 扬生, 后谢母恩, 准备回堂, 扬生, 感谢此母关怀, 慧赐灵光, 开我智慧, 当尊母义, 行道, 渡人, 以乐大怨, 报达母恩, 拜此母驾, 老母, 辛苦祭佛及养儿, 为渡众生, 奔波于三界, 地狱游记者, 承以普化全球, 收到阵龙起溃之功, 母心圣位, 今养儿又灵游, 天解, 仿道求真, 著作天堂游记, 介绍天堂风光, 广度世人, 母心欣喜, 特赐诗一首集盘桃无力, 十之延年开智, 青鸾将士渡元灵, 圣笔辉书道德经, 地狱天堂无二路, 心分善恶引随行, 千秋点始经游载, 万古济游汉莫兴, 苦海红波从此席, 盘桃十霸想侠林, 扬身寇谢母次天师盘桃, 当代会以长其道位, 寇慈母驾, 我已坐稳连台, 请恩师回堂, 祭佛, 圣贤堂已到, 阳身下连台, 魂魄头体,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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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主网页班, 天堂游记, 021第2一回, 由北华公邻听北华帝君说法, 北华帝君商汤, 三王仪, 022第22回再由北华公邻听北华帝君说法, 023第23回由中华公邻听中华帝君说法, 中华帝君圈元氏, 5第3, 024第24回再由中华公邻听中华帝君说法, 025第25回由九仙山桃园洞拜访广城紫大仙, 026第26回由大仙殿拜贵至圣先师, 孔夫子,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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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 021第21回由北华公邻听北华帝君说法, 北华帝君商汤, 三王仪, 祭公国佛教岁次更生年三月念三日, 1980年五月七日, 十曰, 青山泛月水禅流, 道客心潭泛点周, 煮饮清凉除熟热, 生无化爱乐悠悠, 既佛修道如行周, 要以智慧及高明眼光辨别方向, 否则苦海涛, 涛, 稍意不甚, 人周覆没, 在客渡船, 反成了害命工具, 所以修, 道人当具会见以悟道, 道在心头, 何必深山求之, 原木求鱼中, 不可得, 人皆言己事他非, 到底信谁才对, 老纳告诉你信我得救, 我就是自己, 真我, 对自己没有自信主宰, 这又如何去修行悟道呢, 今日著书时刻已到, 我将带阳身于游, 圣洁, 阳身, 我已坐稳连台, 请恩师起承吧, 祭佛, 今日我们游北华宫, 拜会北华帝君, 恭请帝君说法, 十天, 唐游记一书更加光辉充实, 阳身, 云游五老天已经被识不少, 今日又来到北华宫, 呈现一番, 新的面目, 放眼观去, 一片森凉感觉, 且有一股湿气, 不知这是, 什么原因, 既佛, 北华室水气精华结成, 所以有此感觉, 相请请示帝君就知, 阳身, 好的, 随师布下连台, 一路前进, 感觉阵阵凉意, 前面处, 立威尔宫殿, 向水晶宫金银银透明, 里外清晰可见, 还发射出光芒, 像两钟的车灯, 有点刺眼, 来到殿前上书有北华水晶宫五字, 光, 灰夺目令人起敬, 殿中座有一位老者, 面貌装颜带着河海微笑, 祭佛, 快向北华帝君参礼, 阳身, 弟子阳身, 今日奉旨随师来到北华宫中宫参地价, 请帝君, 多余开导, 帝君, 北华是一个山林水秀的地方, 北方人鬼属水, 所以你觉得有些寒意, 但是在夏天里来到此的如入冰冻失中, 冰水网罪, 礼吞也不觉寒冷, 北华如夏天林气势, 是一个必属圣地一个, 道力足够的人进入此种境界会觉得舒适凉爽, 反之体弱多, 并满身阴气的人来到北华即将冻壁, 所以世人应以温暖的心去待人, 日后才能在五老水晶宫内享受清, 静凉爽的生活, 人心若是阴险冷酷无情, 自身灵体充满阴气, 一,玉陵风则变成冰冻三尺, 悲一日之寒, 阴府之门也就自动开启, 迎接你进去了, 阳身, 帝君说的是, 人要怀着古道热肠, 才能冷暖君事, 若灵苦, 无情, 也将自决于天地怀抱之中, 请问帝君来历如何呢? 即映如, 何学习您的德性呢? 帝君, 我是五老中的水老, 又称水精子, 水是万物生长必须的源, 素, 动物, 植物, 飞禽, 都需要我的补充, 鱼虾, 水族更是活在, 我的怀抱中, 水分一占人体70%, 人一旦消渴, 脱水, 水干洁净时, 其身自亡, 精血如水, 它是生命的源泉, 人当固守之, 以免失精贫, 血, 精神为你不振, 昏昏欲到, 不但成仁困难, 成仙成佛更加固, 一, 至于修洗水德的功夫, 那更是方便有多门了, 我经举例数点, 以公众生参考, 水如镜子, 可用一字照, 心无镜子无波, 照见本来念慕, 一片青, 心如洗, 山河大地, 草木花树, 静在水中献饮, 所以世人当静, 静, 心湖, 以免化味苦海, 水性属柔, 柔能克刚, 洪水泛滥时, 山时, 巨木, 田地, 房屋等, 溃流失, 足见柔水力量宏大, 巨石经过水流可沉细伤, 甚或机器, 免磨, 人与人相处, 当以柔和包容态度相对, 避免摩擦, 遭受损, 伤, 人每天必须用水洗脸, 刷牙, 煮饭, 煮菜, 沐浴, 洗滴器具, 擦, 得败, 冲厕所, 还有, 五湖四海船只畅游, 交通着世界, 我的度, 量可见一般, 水性往低处流, 谦虚客气, 本性光明晶盈, 清澈透, 地, 养活了万物, 愿世人学习这种服务, 牺牲精神, 修成一味水上, 精先, 阳身, 水老对人类的贡献实在太大了, 没有水就没有生命, 故有, 烟火水, 请地君再说明您的生化现象, 给世人明了更多的奥妙, 地君, 好的, 北方人鬼属水, 在五常味珍, 五色属黑, 在第四季, 魏东, 人间化身黑地味成汤, 人伦五常属治, 人体主圣, 古, 古, 戒住酒, 水, 水是维持生活的必需品, 人不能一日虽开它, 古时的井水, 河水, 现在以化为自来水, 家家有我在, 如果我三天不来, 你们, 不是急得要命吗? 没有水, 农人怎能种菜插秧, 没有水鱼虾必命, 船只搁浅, 人当学习水性的助力, 可是现代的人, 却养花水性, 漂浮放荡, 不知所归, 人心如江河日下, 沉沦月深, 苦海渔边, 回头是岸法, 水虽对人类有如此贡献, 可是人却不惜之, 人体已经为活命之源, 精髓凝结胃骨, 肾脏脏筋, 精人淫欲过度, 肾水消耗过度, 水源, 季枯, 筋骨松弛, 没有腰酸被痛症状, 所以当节约用水, 肾脏, 水塔, 注精, 精神饱满, 自可延延益寿, 修造人水火济济之后, 则可以得到, 故当两性席经已修到, 真, 水清而白, 性柔如女子, 故曰真结, 人心的黑暗, 行为的污, 会以精致生, 贪污, 淫晦不争的浪漫行为, 已造成一红灼流法, 清, 水是洗清污汇的良境, 激浊阳清正事时候, 以善水清洗人, 累得恶机, 恢复原来清白的本性, 才能够得到北华的精英, 冬, 冬天寒冷, 须天衣寒, 四季循环, 秋收冬藏, 现代世人, 住于高隆大厦, 钢筋铁门深锁, 折居于处, 有一种无人相问滋味, 人情冷落, 独自, 东, 藏身, 仓库, 中, 世到日下, 社会也有黑, 暗一面, 药水火寂寂, 当以无私开朗心胸, 去照过暗意, 不能让寒风吹来, 各自躲于室内被窝里, 才能突破黑暗, 重现光明, 智, 北方属水, 五常主智, 智慧如水, 有智海, 智水支撑, 智慧, 虚清明, 如水显示出变化无穷, 活泼玲瓏个性, 但人切记已酒观, 盖之, 否则目枯人昏, 脑至昏沉, 且酒后万幸, 伤道败得之事平, 身, 故有酒醉物将山知己与, 愿世人切切勿之, 既佛, 哈哈, 落花有益, 流水无情, 一寸光阴一寸金, 流水移去, 不腹海, 正启示者世人, 手道勿施, 逆水行舟, 考验者修士的意, 智, 世人宁愿驾慈航登佛土, 还是要沉溺苦海中呢, 扬身, 帝君的说法, 合乎当代世道, 俱俱真言, 深入我心, 愿地, 君不吝再次教义, 帝君, 众生每多水若果望, 身体百病从生, 经垂北华灵文, 众生, 前颂之, 必有果水的全之妙宫, 灵咒约, 武器玄天, 上始金流, 节气凝零, 浩约仙炉, 安正北横, 黑地所游, 熬夜北丹, 参龙驾福, 今日我寝, 万灵开徒, 武器徘徊, 沁云四夫, 仙童指简, 太玄杜福, 祭我先吉, 今路上书, 回真驱将, 混合阴海, 二气交落, 动冠我躯, 玄冥邪蹄, 神仙未愁, 涌向天地, 万劫无休, 愿其所请, 因时刻有限, 后期我在待阳身参观北华水经宫之妙境, 祭佛, 感谢帝君垂赐妙文, 我带阳贤徒回堂, 阳身, 帝君词音遍布, 众身当信寿奉行, 我已坐稳连台, 请恩师, 回堂, 祭佛, 圣贤堂已到, 阳身下连台, 魂魄头体,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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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 零二二帝二二回在游北华宫临听北华帝君说法, 祭公国佛教, 岁次更生年四月初六日, 一九八零年五月十九日, 十曰, 夏日堪荣百始冰, 心无愧露风云尘, 屠刀放下身成佛, 闷得慈怜欲漏宁, 既佛, 夏日能够融化百始的冰山, 一颗充满温情的爱心, 也可, 以感化人间因私与仇怨, 当你心中觉得没有一丝惭愧时, 你将, 可以高枕无忧, 四处遨游, 放下那支杀人, 宰人, 害人的屠刀, 培养慈悲心肠, 不漆不诈, 闷得将浮出金莲, 连夜上滴滴欲漏, 冲淡了屠刀上斑斑血迹, 重现你光明面目, 今日我将再带阳身唱游北华妙境, 闲途准备上连台吧, 阳身, 我已坐稳, 请恩师启程, 既佛北华水晶宫已到了, 我们前去参拜北华帝君, 水晶子, 请水老代理参观北华风光, 以开眼界, 阳身, 好的, 北华宫令有一种不同气象, 现在凡尘的天气炎热, 回关我的肉体满身大汗, 但灵体来到此的却是凉爽无比, 以致, 功前, 在此修正的高人甚多, 他们来来往往, 一副清闲模样, 令人羡慕, 阳身公餐地价, 今日随师带来, 请帝君会赐经言, 帝君, 善哉, 阳身今日又来寒舍, 不知有何指教, 阳身, 不敢当, 帝君口出此言, 使我心头一凉, 有些受不凉, 莫非帝君有意考验我, 帝君, 寒舍无何宝物, 只有凉茶一杯香带, 阳身不要客气, 饮, 用吧, 祭佛, 帝君会赐你北华水晶茶, 不亚于观音大事的甘露水, 有, 福方可品试到这种妙品, 不必客气, 快饮下吧, 说说其滋味, 阳身, 一口气喝完这杯清凉的水晶茶, 感觉一股冷气直透全身, 好像诗宾一样, 清凉无比, 帝君, 此茶系北华妙品, 有清血解毒, 去火良性之功, 世上爱, 饮茶者都知道上品茶叶是生长在严寒高峰峻岭之上, 唯有洞底, 茶才能沾受北华水晶灵器的滋润, 所以有解毒去酌功效, 今日阳善身来到北华寒舍, 只好以一杯凉茶相赠, 领清情易重, 不见怪吧, 阳身, 感谢帝君会赐佳银, 君子之交淡如水, 我觉得淡淡异味, 生长胜过花果山的甜蜜呢, 帝君说的也是, 送一杯水给人止渴, 胜过银两赠人, 是人大, 都点点滴滴计较, 不愿给人占便宜, 这种寒酸气, 是不受欢迎的, 希望是人献出你一点汗水去帮助他人, 相信星辰代谢之后, 对, 你身心是良相受益的, 你看流水, 清澈活泼, 人人嬉戏, 死水, 腐臭生虫, 无人肯接近, 你想做个因死的人, 还是做个软活的, 人呢, 这完全看你是死守着潜水, 还是愿将记得的潜水分给众人共享, 不失奉献给需要你帮助的人, 让潜水流通, 才不会让死硬潜水, 生出细菌, 防害到自身健康, 世人要到五老水晶天来, 一定要, 具有活泼散财精神, 那些守财儒, 令色鬼, 小气鬼, 只有网的, 玉丝有道路一条了, 现在我带阳善生参观北华妙境, 以启示人, 阳生, 水老之乙, 据据真理, 妙不可言, 帝君, 随我行吧, 阳生, 随在帝君背后, 好像站在树荫下一股凉爽之气逼人, 来往的高征平平向我们行礼示意, 走到此处, 前面有一座山, 山上卸下一股急流, 水花形成一道瀑布, 撞击美观, 而且水深, 四阳, 像是奏着天乐般, 好美妙的奇景, 不知这代表什么意义, 帝君, 这印证了刚才所说的话, 这一红流动的清泉, 清澈见底, 没有戏剧, 他活泼的生命激起了浪花, 多采多姿, 还唱出动的, 听歌声, 充满着自由与逍遥, 你看下游还生存着鱼虾水素, 两, 活了无数的生命, 流水激荡, 以赴乐观奋斗进取精神, 正其事, 世人不要懒惰不动, 应学习流水自强不息, 如此才不会使自己, 筋骨硬化, 潜水更当灵活应用, 多余之前才应广计众生, 如这股甘泉分享, 他人, 建立了无量的功德, 扬身, 水代表着这么深厚的意义, 他潜在的爱心如此广大无牙, 水老的功德实在太伟大了, 帝君, 再随我行吧, 扬身, 是的, 走到另外一书小路, 一片干燥的土地, 草木枯黄, 前面有一座寸草不深的黄土山, 没有一点清脆的生命, 山下海, 有一口广大的池塘, 水色浑浊, 也无流动现象, 看不见有生物, 存在这是什么原因呢? 为何在此的有两种悬殊不同的妙境? 帝君, 这座山叫黄泉山, 下面这口池就是黄泉池直透的府, 所以地狱又称黄泉, 黄泉的水位死水, 既不流动, 也就没有生, 命, 所以附近草木干枯, 土地裂横斑斑, 人若已所得的钱财士, 为私有, 不肯外流一滴, 去寄住他人, 则无水生虫, 可观世上黄土山上, 句句提诗, 最后化为黄土, 一滴滴污臭黄, 水会成黄泉, 人体自尽其中, 忠诚骷髅白骨, 到底拥有什么? 世人刚养一点正气, 已被浩然冲烟, 多做一些利人之日, 以便, 流芳万古, 否则满身臭铜气, 造成浑浊气流, 所行所为, 尽事, 下流污秽丑事, 死后自然黄泉献前, 躺门心地清白, 步履暗路, 邪徒, 死后清水沐浴, 献出发生, 以北滑水金干木茶顿绝身心, 清凉, 一醒凡尘大梦, 脱身便至极乐天堂, 你要选择那条水浴, 呢? 切莫跳挫槽了, 杨真, 帝君一席话, 听得令我感动万分, 天堂遇病, 无路缘, 来就由此分别了, 帝君, 我在带雨参观水金宫, 以明了被划修到过程, 杨真, 感谢帝君被神指教, 愿再闻北华大道, 帝君, 随我前往水金宫, 以便问道, 杨真, 天堂的路是遥远无边的, 他能容纳各种修真的人士, 人的, 心性只要合乎这里的气候与环境, 都能来此共体真道, 随着帝君, 脚步又迈向一个新的境界, 前面已现出一座巨大宽敞的宫殿, 内外透明, 一尘不染, 体有水金宫修道院六字, 帝君, 这里就是水金宫了, 里面有高针及鱼虾水促在那里练道, 宁可静入访问之, 扬身, 遵命, 里面灵气强烈, 我有被排斥的感觉, 好像一股力量, 在摆弹着我的灵体, 既佛不要害怕因高针门正极中精神在调养被华灵气产生一般跋山到海的灵力, 所以你有此感觉, 你可向他们请示道义, 扬身, 好的, 他们各个毫光满面, 头顶上都笼罩着一团白光, 灵, 冷又觉有热力, 请问这位高针, 您说说现在这种修炼法, 叫什么? 法呢? 天下众生如何学习? 道常, 良奸良善生来访, 真是其缘, 修道的方法很多, 谈到我的, 修道过程, 其实也没有什么逆绝, 我在世时拥有巨富, 但我却轻, 财重道, 不愿做个钱财无力, 所以每日地方灾变或闻贫困需要久, 即, 君清郎相助, 对地方建设, 教育英才所需土地金钱, 君慷慨, 捐献, 所以有大善人集散, 善, 财先之称, 晚年并持斋修道, 讲经说法, 度人向善, 做一封义俗慈善工作, 因我一生对人慈善为怀, 所以被我改化者甚多, 七十八岁别世, 功果圆满, 来至五老天在修炼, 现在于水晶宫内, 培养原神, 以至圆光阶段, 我生前若贪图这些才是, 作为奢华营, 二的话, 相信今天正在皇权挣扎, 以荡洗满身的污秽, 怎能在此, 逍遥无边, 所以自觉很幸运, 能够不被裁与乾坤, 为人如能遵守, 一个公字, 处处替别人着想, 则先佛门亦在替你着想, 想争取你, 得到来, 如今我能在此地, 无忧无仇, 都是当初一点济世之心的造就, 七, 望世人及假修真, 默认假未真, 以免永远在假想的地狱中自讨苦, 吃, 扬生, 感谢您的说法, 能抛开私欲的人, 才能得到这种大公无私的喜悦, 上天真是公平, 这些鲜鱼虾水醋, 在这里畅游嬉戏, 不知, 他们的道痕如何呢, 我说完了这话, 一只大虾突然张开口说话了, 你别小看我们水中兄弟姐妹, 我们今天能够到这里来, 也都是有一段非凡历史, 你静静听吧, 鱼虾水醋, 是做肉强食的生物, 但我们一生锦西, 取海河之水及植物海苔, 绝无侵蚀其他的伙伴, 上体上天好生, 值得, 下体同类之情, 如此清白, 度过一生, 所以今天能到这里来, 我们虽离为鱼虾水醋, 但我的心与先佛无异, 所以我们不久将脱俏幻化人生, 再献出法香, 与其他高征无异, 这里的高征, 许多都是我们变化而来的, 只要修炼其满, 功夫成熟, 一跳就脱俏了, 世人也是居住在一具甲壳之中, 希望你们不要背着人体, 行着, 禽兽不如的够到, 否则你们脱俏之后, 只好再赴于禽兽身上, 轮回转世了, 既佛这些鱼虾水族的道痕, 不逊于人类, 他们还牺牲了生命, 养活着人们, 所以不必经过四身回魂府, 人是否也在落肉墙时, 以大失晓呢? 但愿听了瞎有的说法, 不要老是想吃人, 想战恋, 疑了, 因时刻不早, 北华圣静宣泄使世人知道的地方, 就此告, 一段落, 愿世人体会这些启事, 皆莫辜负了自己拥有人生, 感, 谢帝君被神提携爱徒扬生, 就此告辞, 阳生, 感激帝君赐教, 愿今后能尝赐灵光教义, 恭辞地驾, 帝君, 辛苦祭佛及阳善生, 愿赐北华智会水, 增进阳善生灵性, 以便对普度众生工作, 更加灵通无碍, 扬生, 福福寇谢帝君弘恩, 当尊圣欲, 加修德性, 以利自度度, 人, 我已上连台, 请恩师回堂法, 祭佛, 圣贤堂已到, 扬生下连台, 魂魄头体,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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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 零二三第二三回由中华宫领听中华帝君说法, 中华帝君宣言是五第三, 祭公国佛教最次更生年四月十六日, 一九八零年五月二十九日, 十曰, 神仙最爱读书家, 神仙最爱读书家, 品德清高觉点侠, 宇宙晶晶宁道气 逍遥是外驾云车 继佛品德清高灵性精飘 念动晶晶宇宙 结成一团灵气 化作朵朵白玉 在青天逍遥无限的自在 世人一副沉重罪恶 德身躯脚踏白鱼 只有化作一团乌烟瘴气 堕落于地狱 阳身上连台法 我们准备新旅程 阳身我已坐稳 请恩师启程 不知今日我们要往何处 祭佛今天我们拜访黄老圣居中华宫 中华宫一到 我们准备一 其拜会立军 阳身好的 这里的景色仪人 草木清脆 群鸟飞翔 前面有意 坐威鹅黄颜色宫殿 上书中华宫三字 两旁有无数高针排斑迎接 我们实感惨愧 何感劳烦上圣 既佛中华地君位居五老天中央 尊位黄老道高无极 我们前去工业圣荣 扬身尊命内坐着一位身材魁伟圣者 圣荣庄严 弟子扬身参 寇帝君 今日奉旨随恩师记佛灵游三界 著作门天堂游记 劝话 世人求帝君开示妙道 帝君 善哉 圣界奥秘境界于天堂游记书中 不但中土众生受益 普天下之人一同沾光辉 阳善身道根身后 天赐重任下起地狱 知门已渡鬼魂出苦 中渡云云众生 以物大道成真 上开天堂 知门广皆有缘众生 道果丰硕 先为祝贺 我为五老之一 位居中央目几天心之地 主宰十方 世人不能离 开土地而居 故我土老遍布大地 但人心不古 世道交离 世界 无一片净土 便我心非 阳身 是人乱了脚铺 所以尘土黄沙飞扬 让人睁不开眼睛 颠倒是非 莫辩方向 请帝君辞非指示明路 地居中土是五行之主 金木水火在土地上才能成立的 金丛 土生 木有土长 水从土出 火依土明 土居其中 万物必赖 土性助育 使能生长成就 土地栽种各种蔬菜 花草 地上盖 屋 车辆行驶地上 轮船虽航行水中 水柄仍是土石 飞机飞 行空中 仍然需要停留地上休息 人类生存在土地之上 使你故意生存 死后亦还原于土 所以 说土生土长 王 足见土与人的关系极为密切 弱势人不能 学习土地任人践踏 及栽培万物的德性 百年生后归土 则灵 弃不能归于圣界净土 终被地狱沉淀之惠土所吸去 生活在岸 无天日的地狱里 永无超生之日 愿世人活在土地上 是一个领天立地者 切莫做各藏头的 露尾的人 扬身 土得伟大至极 对万物的眷顾实在太多了 愿帝君能枪 皇老生化与人类密切关系 强势解说 以便使世人了解 有助于 参修之用 帝君 圣好 经将土老的生化妙用 强势分析如下 中央物 属土 在天五常未干 五色属黄 在地位四季 人间化身皇帝 魏宣元 人伦五常未信 人体主皮肉 古界主旺 百分之 一土 人居住在土地上 房屋建筑 道路行走 不离土地 世农 工商接近土地时刻最多 食物栽培在土地上 鱼虽生长水中 水 地人为土地 鸟虽飞行空中 黄昏海潮 仍在土地上的树木 清 水人们取之于地上 污水也脱海地上 时候的排泄脏物也清早于 地上 土得待人之身后可想而知 许多人却不能体悟脚下的土地 对他有如此的厚德 好好培养自己 的新地 皇天后土之恩不报 站在这块土地上 为非作歹 扰乱的 方安宁 其罪恶深重 他的灵气渐渐被土神吸收 所走的怒越来 越短 甚而被囚禁在监牢一块小地上 或者寸步难移日子 这些 都是违背了土德的报应 二甘 甘为天 为阳 的法天 为阴 故约天生地养 养育 人类主要的工作是在于土地 天地之德约深 在天下 地上 附 守地到人伦 即丧失了返回甘天的资格 所以土地包含万物 天 边虽遥不可见 得在指尺当可修 三四季 四季为春夏秋冬 黄老 黄老居中包含四季精英 没有黄土 栽培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均无法成立 黄老把前后左右四季 在握 如一棵树 不管春夏秋冬 枝叶如何变化 土根永远固定不变 以修道而言 黄庭居中 中央物己土 称之玄关 主宰人体一切 扩动 为原神宅舍 系主人翁 如能一年四季 认真耕耘 各种 气候之水果蔬菜 一定丰收满盈 天地玄黄 皇位庄严贵重之色 黄道位极 黑道位凶 愿世人四季之中遵守道德 广心黄道则 即神将领 凶煞退位 吉祥的皇光浮照 四季 望 仁义理智 信是人之五常 纵有人义理智 仁无信则不 立 故知信是五常之主 中央物己土 土属性 何以言之 土地 罪守信用 众瓜得瓜 众斗得斗 丝毫不爽 你剥下什么 他就生 尝什么 绝不失信 虚妄 世人 却信用扫地 骗信无存 违约 被信之事 平身 空投支票 赖账 诈骗层出 不穷 一个被信赖账的人 债主穷追不舍 他指 得东躲西藏 大地已无法立足 只得跑到无人认识门小地方 以免被人发现 甚而被人告到法院 观在尖绿小天地 有时走投无路 一循短见 终埋于八十土地里 天地宽广 世人不去讲信行信 开拓万里 蓬城 却自循短路 寸 不难行 酿成无地自容末路 起步悲哉 这都是丧失中华吐气 所遭受到自灭结果 脾胃殊途 为人体之消化器官 惊人下床上会踏到土地 久匆忙 穿上鞋袜 赶往公司型号上班工作 工业社会 生活紧张 双脚 长久脱离土地 土气不足 加上饮食不定时 失信 所以胃肠 病者增多 要治疗胃疾 当已冷静心情处世 不可报以 定时尽 餐如五谷播种 安于天时 生长自然茂盛 假日多到野外踏青 忘记紧张脚步 接近草地泥土 慢慢而行 一旦土气充足 就像 草木繁忙 胃病不要自愈 惊人出门 全靠交通工具代步 自己双脚寸步难行 缺少运动 胃部郁闷 紧张 营养 卫生失常 土腐祭拜 胃部功能失调 百 病自然从生 在黄老的土地上 要修道 胜过其他地方 固有中土难生之余 中 土及五方之精华 如肉身满全身 五脏六腐 一是肉的精华 所以 中土之人 灵气最旺 有心修道者 如脱去脚 牛 皮鞋 穿字 脊肉贫贵 脚踏实地 恢复纯朴本性 就可以得到 阳身 这是为什么呢 帝君 道将中土 因中土人民性清纯后 富有道德观念 且刻骨 耐劳 勤奋自强 不贪奢华 正福天心 所以自古以来 义人 其事 皆出于中土 为使世人能够体悟黄老灵气 愿赐灵咒 朝夕送之 必能通神 中皇松山 愿气徘徊 上有元朗 统领四方 参驾黄龙 五色羽衣 运导九天 转轮玄机 幻名吐心 流光散灰 欲阴方之 冲意四肢 桃冠我身 皮肤先胎 养牙参经 万神总归 剪魂制破 先恋八威 表里动名 长身不衰 通真达灵 身户太为 祭佛 感谢帝君 弘辞 赐意良多 就此拜辞 扬身 感谢帝君 开赐尿道 因时刻有限 公辞地驾 随恩师回堂 祭佛 圣贤堂已到 扬身下连台 魂魄头体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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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 零二四第二四回再由中华公邻听中华帝君说法 祭功活佛教 岁次更生年五月初九日 西元一九八零年六月二十一日 十曰 活散高张汉诗 清风善主义良为 商场热烈千金种 布若森家化宴非 祭佛 炎热夏天 缺少雨露 人们人们觉得心浮气躁土地易决的心 可而张开口来 渴望着雨露的滋润 人生在土地上当机点道德 水 沾沾涨 沾涨干顾雨以洗净尘埃 露出清新的面目使生命新星相 荣 以免让生命干枯气息浮躁 今日我在戴前途阳生参观中华宫 拜会黄老 请他开示庙道 准 背上连台法 扬生 我已坐稳连台 请恩师起乘吧 祭佛 已到了 我们前去拜会黄老 功名赐教 扬生 有此夹击念灵高真说法开示 自觉到福不浅 感谢恩师提 邪 祭佛 这也是天命促成 才能与师分担苦度众生之责 受你度化 知众生最多 为师也觉得拥有你这个徒弟为荣理 今天能有这份 芙蓉畅游三界 时事上苍妙化安排 一切仁辱负重 将天堂游记 一书这尘 普度众生之任务 才能有所交代 再加编绑 扬生 感谢恩师慈怀指示 弟子遵命 在这五老天的得到高真 各个法相庄严 道气非凡 相信他们都曾下过一番苦功琢磨力炼 才有今天的成就 天上天下相同 绝对没有不劳而获的果实 来到皇老居住的圣地 感觉有些温热 感觉有些温热 不知是何因呢 地君众生的心田原地 充满贪欲烈火 没有一点甘露法水 孤论 偶尔得到点滴雨水 亦战为己有 不肯不失半眼给他人 难怪众 身心地空虚 寂寞 饥渴 冷气冰水也难以使他冷静下来 本来 藏满青草绿叶的心地 因预念火花的焚烧 使翠绿的生命甘肤 黄道宝土变成焦黑 这块黄土已经变质 到处充满火爆场面 天 上亿因地上变化而感应 所以你会觉得焦虑烦门 阳生原来如此 帝君 今天我带你参观黄老天之妙信坊 阳生 感谢帝君被神指教 帝君导游我们四处参观 心中怀着屋 现得感激 来到这里 看见一片广大的农田 花木浮书 各色水 果遍不 还常问了道子 甘蔗 与凡间无异 这里莫非是凡间 帝君 凡间低势 帝是我的灵气所化 天上也就在人间 人间也是 天上 所以在人间顶天立地 徐归正道的人 他站立的土地就是 净土 净土 乐土 如能将此块净土扩大 就成了一个广大的天堂世界 这里的一切就是人间的一切 它正现在你的眼前 开示无限天 净有缘者自会触景大物 一 这块稻田水分充足 肥料无缺 杂草除尽 所以结满稻穗 正低头向你示尽 人如能学习此种精神 一定到果丰收 二 这块甘蔗田 因为是得过硬 无水灌溉 生长的甘蔗皮硬体 若直立不甜 口味不佳 也难受人欢迎 人如果像这样刚强腹 驱 暴躁 无水分之柔软 又无人情味 一定是让人觉得不适 味道 人本混源一粒种子 降世之后 长大成人 开花结果 孕 孕后代 反之 如果不能脚踏实的 尽忠天职 将天赋之水分 元气 肥料 道德 丧尽无疑 甚至横行大地 心怀刀割 杀的寸草部 刘 践踏的死去活来 无形中斩断了 自己会命道根 终至英雄无 用武之地 则皇老妙道不可得之 实为可惜 世人头上三尺有神秘 地下三寸有大道 万物轻器 足不履斜迹 则举不可得力道 守不处非礼 天道伸手可得之 修道说来困难 只要手足寻现导具 就能攻城 这不简单吗 扬身 扬身 帝君说的妙 天上三尺神灵 伸手可没 地下大道寸不变的 真是大道不远 人自远之 所谓头头是道 步步是道也 前面那 快沙地 闪烁着灿烂光芒 每一粒沙都亮晶晶 奇观奇观 这是 什么沙呢 地居 这是金沙 世界人口增多 土地增值 寸土寸金 所以不 可小看一撮黄土 它是立足之地 没有它 万物青岛不正了 一 粒种子 拨在方寸土中 它能生长出千万颗果实 故称为方寸宝地 人体中央物己土 未知灵山 方寸宝地 愿世人好好培育 一 但功成 亦能开花结果 练成一位真人 祭佛 扬生 以说说 此刻心中的体悟吧 扬生 祭头心花朵朵开 露言微笑 献如来 妙道 悲疗在足下 眼中 静观一小孩 以上所说 帝君以为如何呢 帝君 花开记头上 子落足下身 身灭无常景 脱俏出真灵 妙妙 我再带你访问 成岛的高真吧 扬生 感谢帝君提携引导 来到这里 看到许多修士们来来往往 壮胜一块 全身发出了豪光 还有些镇静坐在那里调洗养生 是 否可以打扰他们呢 帝君无妨 你趁此机会访问他们成道的经过 以便启发世人 扬生 既然如此 我就不客气了 这位高真道气灵人 但好像一 明农夫 请问上圣高真 您可以说说修道的亲身经历吗 真人 静坐吊席中 看到一位凡间良善生灵光的驾到 欢迎之至 我并无修什么大道 今日能够有此地位 都是一生中遵守人伦道德 在土地上从无错误的第一步所致 我住在天地乡村 跟农卫生 因从小家附近神拜佛圣前 时常对 我讲述因果报应故事 自幼受到宗教环境熏陶 及养成慈悲心肠 在除草离田时 遇有青蛙或其他小生命 尽力给予保护 使它继续 占一小天地生活 农作物 蔬果收成时 必送些给邻居享用 大家和乐融融 嗨 有一生中 懂事以来 绝对不随地土坛 便逆 或只添骂地 我将生鱼的 对地存着万分敬意 从不破坏土地的地理认真 培养的灵 耕种食物 使土地发挥 他的灵气 滋欲众生 就度众 深 想不到由此 而得了地道 却守人伦 而得人道 人法的 得法 天 所以正的天道 去世时 经过的府而消暗 受到皇老的提 邪 在中华天练道 觉得无上光荣 帝君 行行出状元 修道不一定到深山 各个在你的工作岗位 上 培养人慈善性 处处去关怀 帮助别人 无形中你本身的 灵气增加 聚少成多 最后也就 凝结出一位真人 先佛生前 无不时时 刻刻以 忌妒众生 未己任 随着自己 环境去修 练自己 农人按照 时节播种 就应取才 亦能有 杰出的成果 如现在 各行各业 变均有专家 只要精心去做 不远被天理良心 优良品种 这种好心人 正是上天 所要取回 播种在净土的种 此 世人皆莫亲戚 既佛 五老天 至此告一段落 感谢皇老的 此次 使阳生得到这 魔多的庙里 众生也能借此 而大开智慧 三清五老是 大道的经 因 庙里奥义也 尽谢于此 众生厚福 才能看到这本天书 愿 独霸天堂游记者 能尽心体悟 其中票里 切莫走马看花 一眼 急过 否则 你将失去许多 躲在花叶后门的果实 帝君 二位劳徒勾高 清访天界 著作天书 愿世仍看罢死书 皆返天堂 我皇老愿意在此等候 阳生 寇谢异君 措止迷经 受益良多 感恩不尽 随时返堂 祭佛 圣贤堂已到 阳生下连台 魂破头体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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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 零二五第二五 唯有九仙山桃源 洞拜访广城 紫大仙 祭功活佛教 岁次更生年 五月念三日 一九八零年七月五日 十月 人生如戏好登场 演技超群手足黄 观众哈哈鼓掌笑 剧中人散泪惶惶 在那后台又有多少心酸贤累 无人知晓 这一场戏实际上 是在演的 太痛苦了 每一个家庭中 搭配了男女主角 及老幼配角 不 毕剧本 每天在演出人生悲喜剧 有一天休息了 二脚一身 没能力演戏时 子孙旧的将你抬出戏院 家中 让你在荒山 野外自演独角 搅 戏 你这个宏极一时的名演员 从此名习 人末了 后起星宿 子孙 各个玲珑活泼 他们在得一时 你的影子 早已消失在他们脑海中 看透了这长戏 真是让人伤心 老那劝你不必悲伤 从今起不必再演 那些爱情悲喜剧 我们演 一场神仙大会串 最后各个成仙成佛而去 不是皆大欢喜吗 扬身准备上联台 我们今日神游天堂 有新的境界 好好把握 这个良机 立功立得 将来好戏 伤心还在后头里 扬身 遵命 但愿这场戏演的生动精彩 既佛 神仙演戏 妙不可言 戏中还有戏里 我们牵刻上联台 一路往天界而去 扬身有何感想 扬身 坐在联台 心中舒适无比 这都是恩师的提携 才有精 日这份后福家园 但愿这个联台不仅我承坐 希望众生心无知 终 不栽子朵朵清白莲花 每个人都承坐他自己的交通工具 达到他向往的清静快乐天堂 那么我们今天所开辟出来的一条大道 游记中介绍的种种奇观 妙境 他们才能身立其境 一睹天堂玄妙的风光 既佛 你说的是 如果只是我们师徒来此观赏天堂圣境风光 总是觉得太单调无味了 阳身 刹那之间来至此的风景美妙 花怒浮书 其实罗列 灵气阴淤 好像于雾般 渺渺上身 好一个绝地圣景 前面时 必刻有九仙山 桃园洞 不知此地是何处 何位高真仙居 祭佛 这里是广城大仙所居 我们前去拜会 阳身 好的 沿路行走 如在山间 溪水缠缠 绿树成林 清 净凉爽 是一个绝佳隶属圣地 关键洞内设备 尽是天然之物 时饮时桌 洞中还有泉水下滴 石桌上排闷了各种水果 兜凡 尖未曾见 令人垂涎欲滴 殿中座有一位高真 莫非就是广城 子仙翁 祭佛正式快向前参礼 阳身 余身参驾广城大仙 今日随祭佛恩师来至桃园圣地 请 大仙教化指导 大仙 阳善身 今日来此 我心无限喜悦 先赐桃园要过吧 不 必客气 命仙童 捧成阳善身与祭佛食用 仙童 遵命 请祭佛阳善身食之 可以化解熟气 阳善 感谢大仙及仙童 我不客气了 恩 味道圣霍林山的水 果 人说人上有人 我言山上有山 九仙山的仙果绝非凡品 食来气味甘甜芬芳 不知其味何一 大仙 仙果栽种的地方 水源清净充足 空气良好 没有尘埃 污染及毒虫侵害 生长一刃自然 更无风雨侵袭 或炎日曝晒 仙境又不满灵气 所以仙果在此良好 环境下成长结果 自然气 为不同凡响 人间最佳水果 不常在闹事 一定也是在最清净环境 山中长成 人类生存在清净 无欲无染环境中 他一定也能长生不老 成为 一位超凡仙人 扬身 大仙说的 盛世 一个清白的环境 能使一个人 无欲念烦恼 他的身心也如鲜果一般 甘甜可口 这张桌上有一只蝉雏 静 坐在那里 两眼向我指示 不知其事何意 大仙 蝉雏为月光精华所化 是太阴之灵 这只蝉雏为神物 以呼吸灵气为生 是我得意弟子 道恒高生 一级红生之元灵 西红生认真待天宣化 为苦度众生工作而努力 后日道成 天宝 流明 既佛 人类的身化 各有其来源 许多真情 异兽皆为神物 他 们的灵气超过凡人百倍 所以能够高明佩天 身后佩定 世人 当勉励自己 不要图聚人生 而没有半点善行 其部丧失了人 隔 后日将投身哪里去呢 人往高处爬 你是否正往下流呢 点破了众生源头 每一人都是由天地灵气的 运化而生 应当珍惜这点真灵 切磨 让灵气消散 再变化形态 失去了宝贵人生 今日拜访大仙 就此结束 感谢大仙 感谢大仙 告辞了 天堂已到阳身下连台 魂魂魄头体 家 家 家 26 026 第26 回游大臣殿拜会至圣先师 孔夫子 济公国佛教 岁次更生年6月13日 1980年7月24日 十曰 复兴文化赖宏如 露相窝居得不孤 端正似非臣至圣 最消德必念难无 既佛 现代教育普及 幼童及进入幼智园 接受心智启蒙 敬而想 学 中学 大学 留学 可以说半辈子不离书本 可称为十足的 学者 书中文字 几乎朗朗上口 正比亦可及书 究其用处 指 未功名利路 若问济世利人 恐怕犯不道 书籍中古 圣千贤其指一训 仅做客提问答之用 无人效法之 请 不便为白读书生 更有圣者 书读越多 脑筋越坚强 钻法率漏 动机犯法技术也越高明 读书本望尽得修业 如今却便为发财事 业 令老纳感叹万分 愿世人将课本当作道德经 切末世作生意经 读书求学 旨在冲 实学时 提高人性品质 若仅为谋生工具 把书本当作钞票 那就太不值钱了 若将知识作为犯罪技术 那就成为斯文扫地了 今日我将带贤徒扬升 领游圣进 扬升准备上连台 扬升 我已坐稳连台 请恩师起乘法 既佛 师徒承坐连台 一路乘风破云浪 直向清静圣界飞行 凡 成俗静 渐渐抛在身后 消失逆机 已到达目的了 扬升 今天像这个地方 几色举意 以前所见 到处都是文人打扮 气质颇为超成脱异 有些正在于师散步 继佛 今天所见 是如门圣境 前面是大臣殿 我们前去拜会 大臣至圣 先师孔夫子吧 扬升 好好 今日荣幸来至如门圣地 一睹信坛风光 实在不虚 此生 前面大殿 上书有大臣殿 四周清洁 一臣不染 两边有 如生学士打扮着 示意欢迎着我们 随着恩师背后 走向殿内 中殿坐着一位老者 两边还有门生陪坐 殿内设备 五色五香 比 木变探整齐排列 除中书卷更是琳琅满目 中殿老者就是孔夫子 八 既佛中卫作者正式如门至圣孔夫子 两边坐为四配食者 阳 身快向夫子行礼 阳身遵命 余生参寇至圣先师及各位圣贤 其能指点蠢于 夫子 如门有信 阳身赞如 阳身名子 身立鸾塘信坛 直圣 比诸坐圣书善点 坐醒世之目夺 我老夫在天之灵 圣觉心位 如门虽不与怪力乱神 反悔神之德 圣乎宇宙 历劫不灭 故我 并不会言之 盖世人不知生 焉之死 我恐世人舍本逐末 不善事生前 只求死后 故对一子训事有关 鬼神之事 皆不以名言之 忠述之道 即慈悲之教 克己赴礼 不为人道 人性和天 不与天 而天道得之 生死之事 自然可以操之在我 故又言约朝文道 细死可疑 人如能率性做事 不违背人伦道德 却守三纲五常 即何于大道 既善事生前 死后自得善的 故约生而顺 死而安 可以回复 道宗教家所指的 安静快乐世界 以及我所说的大同事件 反观今日如门 教导学生 注重文凭 以做谋生工具 置于品性 道德之薰陶 没有当作妇科看待 所以世人曾自言保学多坚强 愚人反正直 我愿世人读书 除冲冲时之事外 做人做事的道理 亦要明究实用 知 否则 即学时做巧言令色 行间未巧之举 功名反足于毁灭 自己虔诚 社会上所发生种种病案 足以证明 行师巧记者 上 天意毁于巧报 阳生 先师不愧为万事师表 对世上如生关怀辈志 故以得佩天 的 道观古经 义语称颂赞扬 实贤不足 夫子之言 犹如经科 欲律 于生当奉为座右铭 请示先师 如门途众在修道方面应如 何静修 及其成果如何 像先师及先儒们 今天享有这份天觉 逍遥自在 余生甚未静悟 不知如何学习呢 夫子 今世之如生 未应付身学考试 日夜恶补 脑海浮满文章 数字 观其待人 皆悟进退 女仪 显得将应陌生 故有人积称为书 呆子 在学者 若有此情 尚可原谅之 一旦离开学校 一旦离开学校 出余舍 会应当将书本中的圣贤教训应用于为人处世间做到温良功 简让己远离四非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一日三审 修生养性 虽无出家求道 使以情道 其力生社会 清廉不贪 正是书生报夺本色 更者有教无类 感化世人 则大臣至圣之天 早已安排其位 一旦生世 至善甚欲 可以 让他来此逍遥 不受轮回之苦 扬生 原来如此 如门修道 以正似非而免罪 使与佛道无异 而且注释修炼 更皆实际 既佛能够审去四非 便修成一个证人君子 他就是清高自持 得仁中仁 尊之约圣贤 也是先佛的别名 在世界做济世利人 得工作 他的性灵与天合一 所以今天在这里的圣贤 我合一奉行无道 所以今天能够在灵狱中相聚 自非偶然 我有四配识者 七十二贤人 三千弟子 极数不尽的学人 和 奉行我的教化的人 他们都能归天邻居一堂 如者不惧宗教无事 且无神秘感 但若能生气无道 正心修身 克己赋礼 教育英才的话 他的灵性自然能够超脱凡界达到圣 解 以赴圣言回而言 窝居漏相 饮水疏食 人不堪其忧 为 不改其乐 在现代 世人有谁能够忍受这种清高生活 保持如者本色 做 各君子如呢 谁能视富贵如浮云呢 弟子们在世有这种富贵不 能赢 凭贱不能趋的风度 故谁如宗教戒律 亦可谓持贱 战 战兢兢 如铝薄冰了 生前既有此风度 此后自然能够超脱俗 成千犯正道成圣成贤 阳生 古代圣贤是这样修法 现代圣贤呢 夫子 现代圣贤 为正圣界的人也很多 如恋外这些如是 不 法是现代教师 他们为人师表 一生教育英才 用爱心祈祷学 生不贪不取 生虽寒酸 心却清白 夜以继日做成千奇后宫 做 桃李满天下 信坛波芬芳 这些老师身末都能够返回天界逍遥自在 所以既望世上为人师 表着不读修身养性生教化人 在教学中当先准备充裕教 学认真 以免领取薪金 而误人子弟 或为贪图客外补习费 对正常教学不予认真 这样有亏之手 无形中磨损自己灵性 将来下场是不堪设想 此地种满桃李树 每位教师的成绩都可从这里看出 教学认真 品性优良者 桃李满园 气味芬芳 反之桃李落叶也无时 摸结果 虽然在现代世人眼光中 也许认为此系迎机之谈 但对自己道德良心 总该负点责任才是 既佛 愿世上的教师 都是圣贤的化身 做各万世诗表 春风 化语 受益学与都会感恩不尽的 切莫做各物人子弟的雍师 因时刻不早 就此告辞夫子 夫子 既不久留 愿诸如丰盛得更加辉煌 扬声 感谢夫子教义经典 我已坐稳连台 请恩师回堂堂 祭佛 圣贤堂已到 量身下连台 魂魄头体 回 家 家 家 返回主网页 天堂游记 027第27回游西天大神宝殿拜会释迦牟尼佛 028第28回游南海虎陀山灵听观世音菩萨说法 029第29回游西方极乐世界功灵阿弥陀佛说法 030第30回游三观殿拜议天官大帝 天官遥帝 火德王天下 上元一品赐福天官子为大帝 五第四 031第33回游三观念悸与山灵太太 三观歌大帝 德观顺地 土德王天下 中元二品赐赐水的观青虚大帝 五第五 加 加 27 027第27回游西天大神宝殿拜会释迦牟尼佛 继公国佛教岁次更生年六月念九日 1980年八月九日 诗曰 佛法昔来一字无 全凭心意用功夫 眼藏正法面花笑 苦海慈航画俗语 继佛佛法昔来度化不少玩吃众生 家与中土人性淳朴佛学 劝世意义与中华固有文化不谋而合 固能接受外来宗教固为荣 和发扬光大成为世人精神信仰中心 今日修佛法者甚多广情慈悲教化 做济世利人工作 必义世道 人心致俱 历代佛门圣僧辈出 我义世佛门一僧 罗汉化身出 家出了自己 小家到每一个众生 大家化度有缘可 为畏畏众生而出家 一般出家者 顿机妙寺 不见人影 由大家 社会 进入小家 妙寺 自了生死 算是孤独汉 不能做各万家佛 实在可惜 老纳今日将带梁生 赴西天拜会世尊 功名说法 阳生 我已坐稳连台 请恩师启程 既佛 大雄宝殿已呈现在眼前 我们向前领拜世尊 阳生 雄伟壮观的大雄殿 像凡间的大寺庙 许多生者 许多生者夹沙的 伸仪来来去去 其间还有小沙梨 一幅天真模样 正向我们心 礼 既佛 这里就是西天佛国 一片清净无成 阳生 闷得流离宝石 闪闪发光 气氛柔和 可闻檀香味道 是 尊正坐中央 法乡中颜全身闪烁光芒 旁边还有两位互法为佗 气势放驳 令人有神圣不敢侵犯的感觉 弟子敬参世尊 今日随 师来至三宝殿 心中无限愉快 请世尊开示佛法 世尊 阳善生勉励 佛法东去 广度有缘 历朝不衰 惠命永存 端赖佛徒舍身 悟教之功 无佛时堪告慰 经植末法 万教齐八 而佛法传故事件 归依佛门修学者一日见 增多 足见佛法有利益于众生 凡归依佛门 经守戒律 终身部 于 修至明心见性 皆能按果正位 阳善生生为团门使者 对佛法意志成修学 实为善之事也 鸾门 谱传圣贤真理 正福佛教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之旨 可谓莫法中 知正法 如来献身鸾门 应化广度众生 开放变法门 修无量知 功德 人人当学之 扬身 世尊之言圣事 据弟子所知 世上佛门弟子 毁报鸾门之身 圣大 世鸾门为外道斜说 令人痛心 不知世尊 看法如何 世尊 应见识佛教末法时期 离佛已远 末法众生 虽生俱善根 而无会根 故学佛修道 不能搏弦群经 做客观之探讨研究 仅 是佛学独一 专科 其他科目 他教经典 不屑一顾 在主观 见解下 造成偏见 不能将他教称为有教 而口誓 笔书为外道 邪说 佛口喷血 徒手杀身 实令无哀叹 佛有八万四千法门 鸾门供奉古代圣贤先佛 勘弃佛心 清心手 借敬念经咒 尘导上界 圣灵下降 相云所至 清净众佛菩萨美 感其成 将灵说法 释交 其底有缘 广度明经 若有善 若有善男子善与人奉行五戒 力行实善 一心念佛 佛必来应 顾佛力所至 顾佛力所至 卵笔基书 要笔生花 说法度重 说法度重 实属合理一行 若不信之 以慈悲为怀 以慈悲为怀 平等为交 视众生如一 四生六道同位 三是眷属 皆具佛性 亦是佛身 若倾视同胞人类 名为学佛 实以为佛 不知世尊高见如何 世尊佛法包容一切 顾约佛法无边 外教如外为加沙 修行者 穿之正乎佛体 焉可弃之毁之 大地众生 各尽天职公养 佛命 岂容践踏游离 凡排斥他教 公劫外人者 皆远于私心 度心 称心未灭 佛口 吐火药 杀伤己多人 冤与屠夫无异 佛前所供千花 水果无非 外道众生虎心 该职出于外道众生之手 佛起弃之 实令佛感动 而起慈悲之心 佛门森尼十一柱形 何人供养 何人制作 愿佛门 森尼速放下屠刀 莫在宰割得是善有 以免自堕无剑 苦抱无尽 扬生 世尊功德无尽 如来大中 心性无偏 未度一切人 而说 一切法 不偏不倚 正福众生心中所需 弟子鼎立再拜 世尊 我有正法眼葬流传天下 犹如金刚不变 得物者皆成佛 道 扬生 是否涅槃妙心 世尊 世尊 世也 实相无相 当前即是 扬生 目前是知即是佛 以佛 反观之后却不见 世尊 生此佛土 遍地是佛 离此佛土 是一位佛 如若不见 已尽自照 可以观之 确认自己 与佛无二 心形相应 不离 这个自然成佛 扬生 十世 我观佛陀 而前一立弘志 是何意义 世尊 生来俱有 死后不去 独来无往 不争不弊 此系佛也 以此观物不偏 以此观己则中正 不再左右 独一无二 凌山 尚之一盏明灯 由此明星见性直入如来的 故言正法眼葬 妙 不可言 既佛 此也能动观三千大千世界 戴如虚余山 小如依沙素 所谓放之则弥六合 卷之则退葬余秘 扬生 出家 森尼大德頂上戒祭 是何意义 世尊 稍把柳香味 点出佛信来 森尼头上受祭 顶上开花 此 系佛头 要光源 才能结成波罗密果 受戒者 若违反正道 则戒既不能生出菩提苗 无形中常出罪恶根 便为鬼头 若此 西天佛国自然难于相近 扬生 原来如此 佛之扬眉顺目 一言一举 都是佛法 不可 思议 请问世尊 指示当今修学佛道者 如何才能有成 世尊 要做一个正信佛门子弟 必要有下列的修持方法 信信佛是真 信即不假 信他人无意 三者相信 亦合理 相 信者得救 信者成佛 解解物佛法 不作文皇字障 由解经而解心 若止解经文 不解本心 如戏保入牢笼 身虽宝贵 使等囚犯 焉得解脱成 佛 解开胎 撑 吃三毒 使可心身俱进 顿入佛土 行性解记作 步行若无 修道慰行 故曰修行 行者风范 清高 独行者未小道 群修者曰大道 故隐一己之行 度化重 身同行 使弃慈悲之指 不作自了害 正佛有八万四千法门 凡有成恒之心修持 皆可成就 各 修各有验证 禅僧居士 实修实证 他教他法 各修各证 皆 默起分别 称愿 毁放心 以焚丧自信功德 灭却慧根 如数 打行人 夜谢果落 因欲伤人 必招自伤 故未举火烧天油自 烧 切记 上四点足坐 参修之本 而当清静三夜 以乐三世因果 深夜深不履邪境 不染恶习 不认伤生 即不杀 不道 不淫 则深夜清静 口夜口不妄言 其抱 两舌 恶口 则口夜清静 一夜不贪 不撑 不吃 则一夜清静 炼境三夜外 还要动行六度法 不吃 不吃 看见一切众生受苦 心生慈悲 以人秘己秘 人积己积 精神 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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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苦人 得乐 你者受益 不吃 分有三种 一才是 以金钱 物品去帮助穷苦者 改善他们的生活 或出资 捐款印刷各种善书 经典劝化度人 以改善众生的心性 而无畏施反对痛苦的人 用温缓爱心加以安慰 遇人困难施 于援手劫难 使受苦受难者心中得到平安 没有恐怖感 如对寺 妙佛堂的 献出劳力清早维护 或对毁放正法者 能以无畏精神 伸张真理感化之 三法师以自己所学 领悟的佛法真理 向世人宣说 使众生同瞻 法语 转移成物 学到有成 持戒严守戒律 使能诉出端庄法相 持戒才能使身口意精进 不犯恶业 当手以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其他奢华歌舞 令人慕迷神乱 相淹等意当境界 以为心生清静 忍辱修道途中 阻碍必多 欲挫折毁放 不怨不怒 有忍化 树心自安之 外忍饥寒 内忍七情六欲 如此道志不得 无畏 困难 学道度人必能成之 经济佛海渔边 道山遥远 学无止境 真言习不可停顿 若有莫失 遇人指点 立即改正 反对众生有利益工作 当人不 尽力去做 经济布袋 彼岸自达 禅定还要修炼成佛 必须寂静其心 以免散漫 要苦度众生 精神需有特别训练 所以禅定冥想 才能生智慧 欲试使能有定力 智慧修行者之心 性当具有最高的智慧 补免群子 远大学时 历练世故 可以辨才无碍 远通万世 度化众生自然方便 修行 者本身亦可避免堕落魔障之中 阳身 世尊详述佛法 却未修行指南 弟子受益良多 寇谢之 世尊 世尊 世人若能遵照 根所述诸法修呆 定能成佛 阳身 因时刻四道 今天文法就此结束 拜辞世尊 世尊 善哉 愿佛法 苦传世界 众生同瞻法 与出苦得乐 祭佛 阳身上连台 圣前堂已到 阳身下连台 魂魄头体 家 家 家 二十八 零二八 第二八 回流南海 普陀山 灵听观世音菩萨说法 祭公国佛教 祭公国佛教 遂次更生年七月初九日 一九八零年八月十九日 十曰 子竹灵中观自在 白莲座上见观音 普陀非远心头世 菩萨心肠体内寻 祭佛 世上崇拜观世音菩萨的人很多 因为观音一副慈悲法乡 给世人和爱可亲的感觉 如家中老母 所以有家家观世音之美称 故又称观音老母 拜观音也就是拜老母 观世音菩萨是古佛再来 无量节前早已成佛 好正法云如来 故意称观音古佛或南海古佛 他闻生救苦救难 无处不现身的宏愿 也是让人尊敬崇拜的主因 世人要修成观音吗? 请行菩萨道吧 今日我带阳身由南海普陀山拜 百观音菩萨请其开示佛法 观世音菩萨昔日在南海普陀山 五竹林成道 今日所有乃是在西天的话 请阳身我已坐稳连台 请恩师起乘法 祭佛南海已到了 阳身下连台 阳身前面为何有一大海 我们如何度过 祭佛我也没有办法 这座连台是从淡水中长大的 不要度过 大海海水性贤 莲花浸于苦海之水 恐会干枯 不知怎么办 才好 阳身我们试探海水 看是否会下沉 祭佛对了 我先试试你在这里稍候 阳身 恩师双脚踏于海上 果然神通广大 如行船一般 不会 下沉 祭佛你看我如何 我这双脚是万能的 路上海里空中通 用阳身你学学吧 阳身我倒很不够 不敢试试 恐堕落海里 祭佛无妨 有我在此 可以随时搭救 阳身既然如此 我就一试 哎呦 不行了 我要下沉了 恩师 快救我 祭佛不必怕 我拉你上岸 阳身 幸好恩师搭救 不然恐怕已沉下海底 坐位于群的点心 祭佛不必害怕 阳身 请问恩师 您为何双足踏水不沉 我则反之 是否可以告 直觅觉 既佛你想知道 我也就不保留传授给你 你看不会游泳的人 他在游泳 始终不会下沉 他一定带了救生圈 就身圈灌问了空气 圈中空然无物 所以才能上浮 既知这个原理 当你踏在水上时 自念为一粒气球 升空无一物 自然漂浮在空中 不幸可观主筒 气球 铁筒等物 只要中空不泄气 抱圆手衣 不动一念 则不 会下沉 阳身 说得有理 我知道了 既佛 这表示一个人活在世上 不可贪执世上形形色色 否则容 一坠落六道轮回 如能放下一切 不为世俗之物 请爱欲所类性 将我自身充满一股浩然正气 择身如气球 不为物类牵引导至躲 若自然可以飞升天堂 如今我四大街空 水也装不住 所以就没有沉溺的危险了 人若 能一成不染 是水 物如浮云 自能行水如云 超脱苦海 不 再轮回了 阳身 前面来了一支小舟 好像搬船搬 不知是谁呢 既佛 哈哈 观音大士已驾来此行 他已知我们师徒在此世道 所以来此迎接我们 阳身 这支小船靠岸边 里面果然站立着一位白衣飘映的观世 因菩萨 相貌中言 慈容可亲 与我定中或梦里所见相同 今 天真是幸会 弟子参离观音菩萨 观音 阳 善生免离 我在谷陀山上 谷竹林中 闻你们谈言要来 我处一游 慧眼观之二位在此世道 固特驾此行相互 为二位 上来吧 阳身 好的 这支此行为何不大呢 观音 只渡二位而已 太大反而不方便 如乘客多的话 这支 此行会自动增大 凡是想修身学道者 若他们到心不退 有益 逍遥佛土者 只要一呼观世英明号 我就现身在他旁边 故慈 行广大无边 可度尽天下一切众生 阳身 大是慈悲 法门无边 实施众生之福 观音 我将起行 阳善生 须把握薄贤 因速度如非 一失守便 跌落海中 甚未危险 阳身 尊敏 我已坐稳 请大士 起航 吧 为何此船没有马达呢 而大士却能操架如非 真是神奇 既佛 这不是凡间的轮船 所以不用马达发动 只要大士开口 就能发动 这具马达是装在大士心中 心念移动 马达便不停 旋转 所以才称为法船 阳身 真是太奇妙了 心动 则传动 心停 则传停 菩萨 价慈行 非慈行 价菩萨 大士愿力广大 无边无境 故能到处现身说法 救苦救难 既佛 这是天上的普陀山 在于西天 我们今日来此一游 听 大士说法 观音 众生已于七情六欲 如深陷苦海 常遭密境 时乃旧游 自取 今日善门广开 佛美从西天降下同来 普度有缘 祭佛 阳善身 今日来此云游 请随我游赏吧 阳身 满山竹林清脆 空气新鲜 旁有蝉蝉流水 真是一个绝 妙圣地 观音 此系子竹林之干露水 干露流归于苦海 以减轻众生苦 为 并作为苦度众生之法水 阳身 前面有一个大莲石 开奔了白色莲花 动人美观 旁边 竹林茂密参天 围成一个自然洞天 还有二位小孩童在那里 他们是谁呢 观音 善才 良语也 我居此子竹林中白莲座上 清净无比 但心 念众生尚未度尽 所以无时无刻不现身下凡 就度众生 凡持我 的名号 如有苦难 我兼现身相助 愿众生身体我心 多行人意 则你们就是我的化身 也可以随时随地帮助别人 既然和与我的菩萨心肠 那么我的心灵定会与你相通 后日我也 定度你们到子竹林中与我相会 凡修习菩萨道的人 终身不二心 一定能够成就正果的 我坐上连台吧 阳身 大势飘然之身 煞间飘至白莲花上 其体态如仙女般 出 成飘逸 既佛 你 既佛 你是否可将大事现实的 坐姿与此的的景象描述一般 余生 余生 好的 百分之 子竹林中浮白莲 观音静看水中天 善财良与双边立 肝木柳枝变大千 这样符合吗 祭佛 圣家 余生今日祭到此的 可多项大事请示佛法 余生 是的 今日佳姬难逢 愿意功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说法 观音善哉 当今之事物质生活已经达到高度享受 以甚届世 知 此乃是人之福 诸佛本当诵住 可是福分大者 都现异于 酒色财气 四大罪恶冤走之中 故福报者 再过度享受 无法劫 智之下 天目邪行 堕落涅海 终造成恶报结局 众生之不幸志 此 让我亦感伤不已 信经鸾门禅教 维持道德人心于不堕 劝人行三纲五常 修五文 阿德 改善社会不良风气 激着良心 堪慰一展暗路明灯 我亦 常降临各堂 指柄说法度重 劝导众生正信佛法 遵守五见 学 道修佛 以明心信 正的佛果 今日阳善生来此 我无限喜悦 愿带你访问以修成菩萨果位之徒 娥 祥 真感谢大事提携 观音随我来吧 阳身大势轻飘如云 煞间离开连坐 走路如行云流水般 哦 沿路青山绿水 不愧为先进 来向此的 前面有许多精神 菩提树下有僧侣在那里打坐 另外一边树下也有一些待法者在 那里禅定一幅望我模样 观音这些菩萨都是在世修菩萨道者 成道之后来此进修 不论出家在家 只要学习我的精神去修持度重 定能有所成就 阳善身你可访问他们吧 阳身好的 请问这位菩萨 他是为穿袈裟的僧人 面容慈善 光头驼圆 闪出亮光 尤其受戒净位 更射出强烈的光芒 如何修成今天这个道果呢 至光我法明至光 生前出家归一三宝 请礼世尊 行菩萨道 我觉得修佛学道 主要是在济世立人 出家并非孤首三宝殿中 归一佛法僧是要学习其真髓 作为实践的借境 因此我修持终 讲经劝话外 放生 济贫 赈灾 等慈善工作 尽力去做 内 心的修养 参禅打坐外 对观世音菩萨 游位女静 同修僧家若 有疾病 痛苦 亦尽心帮忙相助 待未解困 使他们都能体会 道佛家慈悲精神 更坚定修行信心 修道过程 我亦经过无数次病魔打击 及精神恍惚等逆境 但 自知业障未消 必借此消磨 在痛苦中 我仍一心不断 力持 坚定一身行善修德 广师佛法 感化不少众生 终于修成福 萨果位 在此常功文 是尊及观音菩萨说法 并再进修 以其证的更高果 位 愿世人修道 皆莫自私自立 怀抱菩萨心肠 多帮助世人 当你付出爱心 此怀时 你的心肠 已化作菩萨的心肠 久之 此 心相通 此常如足 自然成就菩萨果了 扬生 感谢至光菩萨的说法 以大悲的心情助人 就会得到大 喜的果实 因果丝毫不差 再请问这位菩萨 他带法 但头上 佛光四射 且身相高贵 气质非凡 您是如何修成正果的呢 慈悟 我是在家修道的女居士 因先生是公务人员 所以孩子 长大各自立业后 一身金钱 经一位女同伴引进 到佛寺归一 三宝 成为在家居士 自此勤言佛经 并持斋念佛 打坐 智 会大开 乐物人生四大假和 唯有佛性是真 所以常不失金钱 印刷经书送人 欲有贫困 尽力解囊相助 应家 避开中药型 一分费免费免费 免费免费 把费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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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 一身朴素灰衣 光 頭遠滿 甚有福德香 不知您如何修成正果 得人 我是在家修道居士 我受朋友引進拜師學道 由師受祭之 後 惹悟人生真理 以度眾生 亦參修儒道 發覺其中妙麗與佛 典無異 所以平生不排斥如道 道德經 清淨經 四書 五經等 皆淺言莫話 所以常與道家修士談道 舉凡修身兩性之書皆詳加研修 一層瞎 煉發斷井 內外功等 一身樂道慰善 廣度有緣相善 既平就世 更是盡力而畏 所以修成菩薩果位 揚身 聽罷菩薩一番話 覺得此身修道是非欽 不論唯一哪一個 宗派 祭人力士是一定的功課 沒有這種助人的精神 也顯不出 他的慈悲心腸 要配做菩薩也就沒有資格 一位肯幫助別人的 人 他應該是自私自立的吝嗇鬼 他的心腸窄小 只裝在自己度 理 無法通達無限的境地 所以他的成就總是有限的 既佛 揚身說的是 願世人都擁有一副好心腸 才不會生癌 腐 爛 那才是吃不完的 今日就此拜此大事了 觀音 時刻不早 送二位回唐 歡迎常臨 揚身 感謝觀音菩薩慈悲度化 告辭了 我已坐穩連臺 請恩師 回唐吧 既佛 聖賢堂已到 揚身下連臺 魂破頭體 家 家 家 二十九 零二九 第二九 回由西方極樂世界功臨阿彌陀佛說法 既宮國佛教 歲次更生年七月念六日 一九八零年九月五日 十曰 無承諾的一身輕 淨土情培方寸根 果滿公園歸極樂 天邊海角任遊行 既佛 處處可問學佛修道者 到底學佛修道是怎麼一回事呢 依老那看來這並沒有什麼 問心 問心 而以 心如能無愧 我看接近佛不遠了 離心即無佛可徇 如一四中空無一物 字 不能稱為四 人生中若無心 焉能成為人 所以願眾生是一個 有心人 心可變化多端 一個制衣師父可以製成千奇百怪的衣服 如人心 即師父可以將自己面貌生情變化不同 要變佛變魔都是隨心所 欲 每一個人都是魔術師 你要耍什麼花樣 走什麼腳步 變 什麼法性 任你變了 老那心你變好人 變神仙 變聖佛 卻莫將自己變成魔鬼 讓人未去討厭 那麼你就太傻了 變好變壞有幾一首造成 道實 後若把自己變成地獄鬼怪 或變雞鴨牛犬 移照鏡子 下了音 跳 怎麼變成這副模樣 那時只怪你手法 不高你變錯了 聽老那的話吧 本來面目若走樣 請趕快便回來 否則 一旦 便未成品 後悔就來不及了 今日我將帶前途揚身由西方極樂 世界 拜會阿彌陀佛 揚身 我已坐穩蓮臺 請恩師請成吧 既佛已到了 揚身宿下蓮臺 揚身 哦 來到此的 悶的經營 流離所曝 還排列著一重重 整齊欄杆 樹林 羅網 居非凡品 各閃出亮光 是人間所謂 見得絕境 既佛 西方極樂世界 為阿彌陀佛所居之處 這就是極樂國土 七眾藍水 七眾羅網 七眾行術 皆是四寶周渣圍繞 我們前 去拜為佛尊 聽其說法 揚身 前面有一大殿 是否為佛尊居處 既佛 是也 前面未離陀殿 我們前去參禮 揚身 遵命 這裡有許多修成正果的高僧 及居士模樣之人 他們 面貌慈祥 口中似在念佛身 身因悠揚 寂靜 令人聞之心中舒暢 既佛 他們都是在世修學佛道的人 因功德圓滿不能到極樂世界 已到聖殿 我們進去參禮佛家 揚身 遵命 進入殿內 中央坐著一位 法鄉中顏的佛尊 滿身毫 光 令人起敬 弟子揚身參禮佛尊 今日有願 隨恩師來到極樂聖 敬 參禮阿彌陀佛 請佛尊指示佛法 佛尊 善哉 人念阿彌陀佛 我卻念眾生是佛 眾生輪為六道 深受苦痛 故我發四十八宏願 造就極樂世界 於此化於淨土 教人一心念佛修道 念念不忘我佛 我當皆已來此 但若凡夜未盡 念佛不能專心 佛自散行 縱有慈悲之手 利弱 無法相度 故悉眾生學修佛法 手臂淨諦了成 自造淨土 否則 難以有成 今日喜見凡借 揚善深入我彌陀淨土法門 特示術語 資作參與 您有何疑問 盡可說之 我自相答 揚深 感謝佛尊自我機會 叩問佛尊 剛才您說 世人皆念阿彌陀佛 你卻一心念眾生是佛 我覺得真有意思 請佛尊解釋其意 如何?佛尊 善哉 你果然有智慧 眾生日夜念阿彌陀佛 望我度他上 極樂世界 我日夜念眾生是佛 希望眾生與我不二 若能體會我 亦 將成是化為淨土 婆娑世界集成極樂國 我亦想到人間淨土 逍遙自在一般 揚深 佛尊所言含有妙意 若人間化為極樂 您想投胎下凡嗎?佛尊 只要人間與此的相同 我願意下凡 揚深 眾生都想超生極樂世界 是否未淹導之想法呢?佛尊 應是人夜障深重 痛苦煩惱不絕 故苦夜千半 疾想脫 苦得樂 期望我佛家度 以求解脫諸苦 如此 叫覺覺悟悟 回頭 若任苦作樂 直喚未真 才是顛倒 揚深 既是如此 要如何才能讓佛引渡出苦 佛尊 唯有念佛 學佛意圖 揚深 這麼簡單嗎?佛尊 一生阿彌陀 便到極樂國 學佛 學佛學的相與佛無兩樣 揚深 佛尊說的聖廟 願再開示明白些 佛尊 念佛出由念念不忘 終至念過即忘 佛尊 由念阿彌陀佛 念智 自信真佛 自久念成佛 先自念為佛 久念念成真日 後世人自然念你為佛 走 阿彌陀佛桑依好 逆心悟 攻佛 不去 祂 十 點性 burner pour me Niye daylight 佛預醒 mest 順先不亂 一星不亂 一言不差 於阿彌陀佛心 心香 應 故隆 俞憲 集身阿彌陀 便到極樂國 既认自身是佛 乐物心性 一念佛则佛献于前 一学足则脚踏进 土 众生业重 烦恼多端 出身念佛 土出苦气 减轻苦业 是 未念佛妙处 佛有戒律 规范 行仪若能依依学成 并无二样 自证涅槃 成证等证觉 阳身 念佛如土苦气 用以减轻苦业 是一铁心灵治疗妙妙 未知众生念佛时 您的感觉如何 佛尊 众生拜祷归依念佛 以解脱俗念扰心 不起妄念 露现 佛心 此时我心可与念我者相通 三世业主 闻佛名号 恭敬 礼拜 我佛给予度化 故前程念佛可以消灾解厌 净化心性 众生念佛时 空谷传音 我耳如想 佛心感动 定来相助 阳身 曾文念佛可以待夜往生极乐世界 在家修炼 以待夜静 化身 净化身 净土 业障不去 业障不去 如曼遮门 不见光明 我以佛光普照 令其身 结心明 一切恶夜顿消 已入佛地 此的还有许多修道愿 七持 消夜所 专为待夜者提供修炼之用 待夜往生者 系只为念佛前所造之夜 归依佛门之后 一心念佛 忏悔前夜 我敢其成 自慧相读 若仅念佛 在造诸恶夜 不知 忏悔 所念佛号如云山阻隔 丧失其真 故无法待夜往生净土 所以修净土法门者 仪式口净 心净 深净 则净土净 还要净 善修得 千物口佛 心无佛 虚心佛 佛 口佛 佛 没话讲 我因观莫法众生 沉迷五欲 轮回六道 加之天欲变迁 时代 日心 物质兴盛 奢华无尽 四十八宏愿不能冷 为普度众生 特开方便法门 劝人一心念佛 简易佛法 修行捷径 众生弱 还不知修持 恐一失人生 万劫不复 佛本至宫 虽开方便之门 若口念弥陀 心如舌蝎 佛亦不敢 静前已度 非佛不辞 道因自己远佛 但愿世人从今其踏上进 土 法门 则成夜自有 落尽一日 万物自弃 毁灭灵根 阳身 佛尊慈悲 开方便法门 不少老过妇如 手提念珠 生生勉 佛 虔诚之情 令人崇敬 据弟子感觉 念佛可以往生极乐事 见 应当有更为妙意义 其佛尊在已开世 佛尊 佛无妄言 念佛可以超生 何以能超生极乐 盖念佛可以并去杂念 让心灵安静 所行不被告为规 仍在造恶作业时口中已望阿弥陀佛 所以如能日夜阿弥陀佛念在口中 口念心 想 久知 心口如衣 佛性显露 断恶根 蒙道芽 净土长出 菩提树 念佛可令心神忘记痛苦烦恼 产生禅定作用 故尽疾 定 定能生会见佛 精神欢喜 心灵有所寄托 念佛时心中产生宁静安和之气 可以调和暴力不正行为 消语 因按念头 还可让英灵得到解救 念佛正如世间人播放轻松音 乐 可令听者心旷神仪 忘记一切烦恼挂挂 痛苦与不安 故 劝修道者 病患者 心神不安者 当其念佛号 定有妙宴 主 祈礼苦得乐 扬身 佛尊所说圣事 念佛 想佛 知佛 见佛 视佛 念念 再自 不忘佛 许 定能成佛 请问佛尊 西方极乐世界妙静如 此美好 是否可向众生介绍呢 佛尊 此的悲凡 清静庄严书圣为妙 龙阁阶段七宝所成 重要真意轻甲相结 保持得水荡熟心构 天乐常作不古自明 不汉不数条何事宜 衣服饮食意念极致 真其化其出何雅意 眼说苦空无常如我 为风吹动宝树罗网 西眼无量为妙法音 六根清静无诛烦恼 尘劳构习自然故起 智慧增尽身达石香 神通自在受命无量 无有重苦但受诸乐 愿带阳善生参观圣境 阳生 感谢佛尊提携 世人常想跟极乐世界 今天有缘来此 当一度风光 才不须此行 佛尊 西方极乐 人所向往 绝妙景色 溢于凡间 阳善生随我 行吧 阳善生 愿随佛尊行走 前面有一个广大食堂 里面常温了各色的 莲花 美观动人 池边叹立一排 来约七宝石 金碧辉黄 佛尊 此为七宝石 石中是八宫德水 池底全是金沙布的 紫水 为活水 妙用无穷 阳善 为什么叫八宫德水 要用在哪里呢 佛尊 活水又称佛水 八宫德水 水性变化无穷 人要往生净土 必经八宫德水之沐浴 饮用 才能清净 世人若能学此八宫德 定能往生净土 且不必再经此八宫德水之提炼 八宫德水 一沉浸人之心 尽要沉清洁净 无有冲击污味 二清冷人心 尽要清净凉冷 无有昏浊烦躁之气 三甘美人心 尽要甘愿美好 如水甜美好喝 以广结善缘 四清软人心 尽要轻松柔软 不可刚毅 四水清而上流 不比世间 水重而下流 五润则人心 不可干燥火爆 多失惠于人 如水滋润万物 六安和人心 尽要安静和气 如水无有波浪 净润其中 无律沉默 六诗 七除患人心 尽要除患得患失之念 四此水解渴之外 还能解净 妙用无穷 八增益人心 尽要向上多学 以广见闻 增加智慧 有意悟道 用 此水饮用 此水饮用沐浴 一生清净智慧无上 受益无尽 极乐世界八功德 水要用无穷 世人如能每天学此八大功德 念我名号 自然净土 有份 不必经此八功德 十之沐浴 须陶洗脸 待夜来者 必经此法水之练度 才能过关 杨善生 愿意下去洗脸 杨生 现在始终已不少人在那里沐浴 素不相识 我不敢下去 佛尊 不必容器 八功德 水 施洗脸罪业法水 大好良机 切磨 错过 杨生 既然如此 我就下去了 噢 好良的泉水 尽在其中 感 绝体重一直减轻 好像飞在天空小鸟 沐浴着春风 满身凉爽 轻飘飘的 觉得无债一身清 这种水太奇妙了 佛尊 你可以喝下几口 一定有奇妙感觉 杨生 虽经沐浴 水至圣经 喝下几口法水吧 喝了之后长度如 冰 体内有一股气排出体外 好像要起飞翻 轻飘飘的 佛尊 快要超身了 如飞机排气往上飞 世人平常如能修此八功 德 定如今日感觉 往生净土无难 念佛信心不二者 若有业障 必经此水沐浴 在这里就是一种修炼 业重者 一尽此水 如被 剥皮状 初觉痛苦 渐渐转好 必至脱胎换骨 才能真正在极乐 净土逍遥 杨生 十中五包莲花遍布 圣位美观 为何尽在水中的修炼者 四周各布莲花 数量不一呢 佛尊 一身佛号 一朵莲花 人念佛号 口出气力 灵气 今夜 把水 化为一朵莲花 所以八功德水 原是念佛者之 口水 把水 锁鸡 莲花代表佛号 念越多莲花也就越多 念佛成就者 仍作莲花 气动非生极乐 他们在此修炼时日不一 有者半年 一年 按业障深重而定 如衣服在染 用八功德水 起衣粉 水 起泥 污秽越重 起 敌费时越久 反之则易 在此时中 首先需由痛苦 脱苦 转至快乐 一旦罪业醒清 生子上福 坐于所念现的莲花上等 以逍遥净土 此即所谓净土法门 今日 扬善身奉命著书 普度众生 我特谢此真迹 愿佛图参修 佛今外 当了解净土真意 既佛 心静 则国土静 愿世人从心地上用功夫 打扫清静 末 令生成 则自家无非净土 何必远求西方极乐呢? 念佛 念佛 学佛 自然成佛 佛图参悟吧 今日 聆听佛尊教义 就此告辞 扬生 起来吧 扬生 感谢佛尊赐我八功得水 一身清净 受益良多 参领告 退 佛尊 净土在眼前 愿世人莫迷方向 扬生 我已坐稳连台 请恩师回堂吧 祭佛 祭佛 圣贤唐一道 量身下连台 魂破头体 家 家 家 三十 030 第三十 回流三观殿 拜叶天观大帝 天观瑶帝 果得王天下 上元一品 赐福天观子为大帝 五帝四 祭功活佛教 岁次更生年八月十三日 一九八零年九月二十一日 诗曰 心无挂碍白云游 淡淡清风作妄忧 流俗追随中下舵 回光万道照高楼 祭佛 每看世人心情紧张 沉闷 气氛不佳 所以老那的不善也 善不出风来 人的心所生锈 结不开凡忧 每天费尽心神 赚回 了金钱 铜板相打 也带来了痛苦 有钱人不见得心情舒畅 许 多烦恼往往从钱堆中跑出来 相信世人都是过来人 既然如此 你们为何还执迷不悟 仍然往那烦恼的地方去拾起 那沉重的包袱呢 傻孩子 口袋里简问了石子当作财宝 还在那 里数一数二 真是天真可爱 今日我将带阳贤徒云游注书 阳生准备好了吗 阳生 我一座稳连台 请恩师启成吧 既佛 诸书费尽心神 阳生 你感觉如何 阳生 虽然老神 但能畅游另一个世界 也感到老有所获 而且 还从这些美妙的灵界中大开眼界 发现了许多奇迹 参入大道 真地 寻找到自我 天下众生若能借此游记中的记载 去发现 自我 追寻理想原地 才不负苍天所望 这依附重担才能为之 轻松 不过这都是恩师的提携 才有今日这个家园 既佛 你身父普度苍生大命 今日方能荣因圣直奉指灵由三界 著作宝典 可谓晃古奇才 正丹如来法度 为师同丹此命 故 能师徒同舟共济 但愿天下苍生阅读这本游记 不要走马看花 映熟记这幅蓝图 好备将来清零圣境 所谓百文不如一件 需清理其境才有价值 否则只是在地图上 观光 不是还有一段距离吗 今日我们启程到另一个新的境 见已经到了 阳生前面许多宫殿建筑 庄严宏伟 古色古香黄金铺的 祥 云弥漫 阶梯有序 花木起草遍布四周 看得心旷神怡 祭佛 这是三观念府 今天先拜会天观姚地 阳生 好的 随师步上阶梯 身如清雨 不像在凡间爬楼梯 脚步会觉沉重 这是为什么 祭佛 这是真空的境 无业障者才可以进来 所以你来到这里 会觉得身子轻飘 仙真们能够来去自如 无非心轻生静 生子 一跃 便至千里之外 而且藤云如飞 举步轻飘 世人平时也 要练就此种功夫 否则懒得走不动 只好被无常强捉带路了 阳生 恩师说得妙 前面有一大殿 上有子为公三字 享地久 是天观大地所居之地吧 祭佛 正是上缘一品西服天观大地所居 我们向前参提 阳生 殿内座有一位身穿黄龙袍 头戴金龙观 手持朝天护的 圣者 面目威严 旁边还有许多仙观打扮者 正其力示意欢迎 弟子 阳生参驾天观大地 今日随师到此 其大地惜福垂玉 大地 善哉 凡借阳善生能够到天观殿内 以示福大 何必兮福 你奉旨随即佛云游天见 宝道著书 普渡万明 我心喜悦 三曹圣慧 群千圣佛共益 摇持班一指 玉帝赤玉指 三观著 即 今日使能通行三界 著作天书 凡是天下苍生 阅读游记之后 能够改恶从善 修道令德 则三 观可以欺负 解恶 削迁 故你所负值得重大 今日来此信慧 请坐 命先观奉明 阳生 多蒙大地 垂爱 时不改当 大地 无妨 大地 无妨 三界内外 为道独尊 只要勤修大道 立行圣德 则天人合一 圣凡相同 何必客气 祭佛 做法 大地既然有命 我们恭敬不如从命 扬身 感谢大地会赐 我尊命就做 坐下此意 一阵冰凉 绝的精神舒畅轻松 不知是何原因 大地 死得为酒气之天 一切皆是宝物 你乃凡人 坐下此宝 亦 酒气流行 故有此感觉 阳生 原来如此 坐下去真不想站起来 虽然不是沙发雨 但 有一股柔软感觉 大地 宝石坐以身硬 坐下即觉柔软 乃是蒸汽运行 应十四 有生命的活石油刚化柔 起死回生 如一个铁石心肠的人 感 化成为此心柔长斑 生命力自然活泼生动 你现在坐在石上 已经人时合一 所以有此感觉 阳生 怎么叫做人时合一呢 大地 人古一旦硬化 与石头无异 故约化石 人死成土一堆 故人 头 与石头本来相同 经你坐在石上 上有人头 下有 石头 各吸其气 故约何以 凡人静坐 下吸的气 由石头上 西支 上即天气 由人头灌入 九支气满结丹 产生石子 线客却不同 你坐天上 下吸天气 上吸的气 颠倒回转齐 终要理自己参悟 阳生 人身 坐在天上观地下 身虽颠倒 心却自在 脚立天 头顶 得 一点须灵挂空中 万丈苦海喜无法 是吗 大地 正是 凡人脚踏的 仙人脚踏天 圣凡功夫不同 行走 天空 行雨 部下坠者 才是先佛 是人能够如此吗 若有此 超人能力者 已得到果 可观水果不都是高挂在空中吗 是人 修炼功夫 应先从看淡情 欲着手 双手 心在操纵 若紧握步 放 提着重情 多欲相子 走其路来气喘其极 要治就尽了 孔 已精疲力尽 昏昏欲息了 放下一切 两袖清风 双手空空 正义可以极非 愿众生更上 一层楼 看天时的 参悟玄妙 心明如镜 性定如水 则天眼 一开 心地上可以看见 信中天 寄明天道 尘封不云 自有路 尽可徇 阳 善生用名法 阳生 听罢大帝一席话 圣读凡间十年书 得文字道 感谢帝 恩 上界圣明 轻见悲哩 一低头 便见我的面目 清晰的浮在水上 如影印一般 我影下罢 无畏但觉清凉 庆人心疲 大帝 本来面目 真正的你 是自信真人 佛 入我不分 入 水不逆 经能浮在水面 不致沉溺 足正高真是行于流水 消 遥自在 水中看出真面目 口里引下本性水 可以洗滴晦气 开通智慧 通神入真 阳生 感谢大帝开示 大帝位居三官之首 请述大帝的来历渊 缘及在天界的圣职情形 大帝 善哉 愿略树道立 公是人之之 混沌初开 玄黄分叛 天地照定后 五老之时又化天官 德官 水官三地 以至领天 德 水三界 考核天人功获 而思众生获福 我为上缘天官 玄斗圆阳一品 居于子为中宫 主改众生善恶 知己及诸先生将之权 昊曰上缘酒器赐福天官 调临圆阳 大帝 子为地君 曾化身为瑶地 凡是天界诸真 各星秀等 道果有进步 获天 德神之 谱化苍生 就是福为有功者 经由我审核后 转成欲 地暗公升级 如天界诸真 天地神之 有失职责 或犯过者 如茶属时 经我考核后 转报御地 施命贬将 以上所指乃是 中下界神之而言 若得道高真 进入无极借果位 不再轮回者 则免受此管辖 在者人间成道之缘灵 亦必经三观之讨和 使成暗公正果 凡人 善恶 本处亦住即在暗 世人要求服远或决定于善恶两徒 中 生如命运多乖 诸事不顺 乃前世造业多端 今世如能在神前产 毁发愿行善 天官何以赐福之 若有孝子发善 愿为父母求受祈福 孝心改天 天官义必降福与人 三观本为一体 敏人度视心切 故以赐福 赦罪 解恶嫉妒苦难 这 若世人上体天心 下顺人伦 则有求必应 扬生 听罢天官述说 知道过福由人自照 而天官佛心先长一 心想赐福给世人 真是天心感人 大地 天人本事合一 愿世人遵循天理 莫观人道 则天人合一 可以修至无极境界果位 今日来此 代理参观此处情形 扬生 遵命 大地暗毒堆积甚多 定很繁忙 大地 因现今世人善恶参半 信回心向道者亦付不少 未考核 供果 所以圣物较多 但此处各部曹分之长及 我仅做最后知 合定 顾神力广大 不慌不忙 阳善生 道根深厚 今日来此 愿泄漏一些天机 打开按键 让你观之 扬生 感谢大地提携 大地 这是宫果皇集策 打开戏月 不要出生 扬生 扬生 内载本堂软身 修到功果记录 X年X月X日某某某参软以赐无功 X年X月X日某某某有某地赶回参软时功 X年X年X月X日某某某劝人向善五十功 X年X月X日师资应善书百功 X年X月X日某某某人辱不愿百功 X年X月X日某某某建策不宁三百功 X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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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月X日某某某发善愿祈求 父某某某西福严寿准增寿半计 6年 某某某发善愿祈求命运亨顺 准与西福加光 大地 大概观之就可 X年X月X年X月X世界 我将此以请坐 愿众生勿施良机 祭佛 拜会天官大帝 就此告一段落 感谢大帝慈慧 加我贤徒 灵光 告辞大帝 阳身 因恩师催促 就此告辞 感谢大帝开我会桥 我以坐稳连 抬 请恩师回堂堡 大帝 驻一路顺丰 祭佛 圣贤堂已到 阳身下连抬 魂破头体 回 家 家 家 三十一 零三一 第三一回 由三观殿拜业的观大帝 的观顺帝 土德王天下 中原二品赦罪的观清虚大帝 五第五 十曰 忏悔 前非种善因 贪嗔痴 爱罪伤神 虚防失足清灵力 练就金刚不坏生 祭佛 有人说你们都是罪人 我说是人无罪 有人不服气说我做了那么多坏事 难道无罪吗 我说你既然认罪 我还有何话可说 其实是人无罪 只是是非相加 才变成罪人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是人都去尽力实行 是非难怪变成是非人罪人 人本来 一身清白赤裸裸而来 到凡肩穿上俗衣 染得五颜八色 贪嗣 非 爱识恶 把自己的罪己染上了辉煌一叶 是人且不用高语 但也不必悲伤 今日我带阳生拜夜中原二品赦罪的观大帝 求 他替世人设罪 希望世人好自会之 不要再犯罪了 扬身 我已坐稳连台 请恩师起乘吧 祭佛 天的修道士 在三观属考察修道经过显得繁忙 祭佛三观大帝是称三界功 位自御帝之下三槽暗读必经 三观和平才转成御帝 世上修道正功的果者 需经三观考核 再奔发各天修炼正果 扬身 原来如此 前面大殿有清须勾三字 光辉夺目是否为 得观大帝所居 祭佛正式 我们进去参礼 扬身尊敏 进入里面 中殿坐着一位身穿龙袍 手持玉护圣 者壮圣威严 弟子扬身参驾的观大帝 请大帝开示迷经 大帝免礼 今日你随即佛来到三观殿 我心感愿 请二位酒 坐 命先观奉明 扬身 感谢大帝会赐 今日弟子有此鸿福 清夜大帝 西大帝 将您之来立即所辖之物数之 彼使天下众生之之 大帝 善待 为普度众生 天堂 地狱真相大白 得观为普度 大帝众生 焉有蜜儿不宣之礼 我为清灵动阳二品 先天真器 所化 昊曰 中原七七设罪的观 动灵清虚大帝 清灵地居 因众生皆在地上造罪 天心本慈 不忍众生堕落 故地观思舍 罪之权 只要世人有改过之心 我自有赦罪之意 揚身 大帝实在自卑 但不知如何设罪 大帝 疑人若犯罪之感 有忏悔之心 我就设其三分罪 从此之行 善事 不再造罪 我再按其一一消其最疾 二 今世进入善门修道 一心不退道志 虽美世上有一罪未消 我亦设其三分 若借律经炎至死不二 道志不消者 我何以设其分 三 百善孝未先 若无意中犯错 但对双亲孝顺者 我亦设减 其罪 四 凡人有心修道 但我难重重 皆因素是罪业未消 如能间 忍困苦 不变心智 我自设其罪 减轻苦磨 五 凡是人祖先罪业未清 上昏明府 后世子孙能发善怨 行 善不施者 我亦可以设其罪 使罪魂减轻苦行 既佛 得官层分灵化位顺利 故对静孝道者 特别尊重 中原二 品设罪的官大帝 已普渡地上 地下人鬼未怀 故事称中原普渡公 西世人能修身情善 天心慈爱 绝无有一家罪于人 却是处处未 世人打算 固定定有设罪条例 世人如不回头向善 天要为你设罪 你也无法接受 岂不是无要 可救 罪大恶极吗 大帝 我有一设罪于众生 悉众生物自弃之 愿天下众生无罪 人人都是善人 则的官如天官 只是赐福罢了 阳生的官辞怀可敬 但众生大都天天在制造罪恶 您如何办理 呢 大帝 获福无门 为人自造 因今世众生福厚 所以人人吃福 不过 福分如灯油 中有净食 如不加油造福 有净燈业 灾过 来临 私食 人知圆灵 由天官降下的官 落在我手中 但我辞 悲 再让其有自心机会 准备为世人设罪 一生中若混混恶恶 不知回头 低头向的官行里 接回设罪状 则死后归于的府 无何设罪凭 延往无法饶舍 自定其罪 我 与地藏王菩萨 下 慕连尊者本是 遗弃所化 以普度众生 赦罪罚悠 就苦为大怨 户地观 得藏食为一体 慕连尊者 孟连尊者孝心 渡其王母 7月15日 设渔蓝盆会 供养十方大德 集资超度受苦父母 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 又有地域不空 是不成佛弘愿 我化未顺时 孝道感天 故有像带耕田 鸟住除草之神迹 宗连尊者 因而善让地位 史上流芳万古 道教之中远普度 与佛教余兰恒会 相同一天 即远于此 西世人参入之 故世人当以忠孝位本 前 修圣道 此后定能浑身天见 逍遥自在 既佛 大地慈悲 泄露一段因缘 让众生得知造化玄妙 诗在 福厚 扬生 今日的闻大地开示 令弟子增广见闻 无限感激 对于 大地赦罪情形 弟子还未能全部洞悉 是否能再详细说明呢 大地 既有魏名 愿再说明之 如某甲进入圣门前 成修道 但身体多病 精神困扰 常有怨天 知言 自觉行善有年 天无佳佑 化解病苦 三观察其前世位 异徒夫 杀害生灵过多 晚年虽曾改业 尽神礼佛 但善公布 族 此世转生中等家庭 仍结善缘修道 奈前世改革生灵过多 故今世骨肉酸痛 病苦不绝 上天慈悲 暗中正为其消夜 所以全身苦痛 痛苦后使觉痛快 痛苦正是消夜象征 如能忍耐不退道心 我敢其成 定设解其 罪业令他见父康态 若受苦难耐 则我预设罪亦无机会 故悉众生 须有坚强毅力 欲诸不顺 一字尽心忏悔 不可怨天由人 否则罪业难消 未念及一般去世罪魂 深陷的苦 痛苦难当 除凭时常灵说法 渡苦外 每年七月鬼门特与开放一次 让幽魂外出游玩探亲 后世洋人设宴祭拜 以解其几可 道称中原普度 献诸花果 珍奇异物 壮壮宝盖 清善以食 供诸圣众 众鬼皆大欢喜 佛称于蓝盆会 聚成百味五果于盆 忠 供养十方大德 及仗众僧僧大德力量 已超度过世父母 阳生 大地慈悲 普度阴阳 盛德无量 弟子幼食住于香蕉 家父每逢七月夜晚 必设大地神位于宅中 并于路旁点灯照路 据说是公幽魂照路 便于行走 是否有此事 但金工商发达 都市已少见到这种场面 是否会影响鬼魂的行走呢 大地 阴间如星夜 醉魂囚禁其间 阴森痛苦 阳世生灵慈悲 魏怀 七月路边设灯照路 便利幽灵行走 功德无量 今日凡事科技进步 便圆充裕 乡村都市 夜里路灯通明 由魂引绝路 民无障 雇住民不设灯 已无影响 所谓十千法一千 极为如此 阳身 大地 所述圣事 祭佛 今日 拜夜大地 就此结束 准备回堂 大地 奉送二位 愿苍生多向善修生 切莫向罪恶深淵中污染 好使我不必再替众生赦罪而操心 人非圣贤 知过能改善莫 大焉 如能忏悔昔日之非 我愿海里今日清白 赦你无罪 愿 众生把莫良机 莫呆一失人生 万劫难腹 阳身 感谢大地经言 拜慈地驾 祭佛 圣贤堂已到 阳身下连台 魂魄头体 佳 佳 佳 返回主 往夜班 紅 天堂游记 032 第32 回游三观殿 拜夜 水观大地 水观大地 水德王天下 下园三品解厄 水观大地 三王二 033 第33 回游 忠义殿 孝子殿 岳飞 034 第34 回游 阴阳界观人归天情形 035 035 第35 回游三界 欲发先观妙法 036 第36 回窑池 宫中开圣会 宴谢群真 老母包赏 揚身 庆祝功臣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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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二 032 第32 回游三观殿 拜夜 水观大地 水观大地 水德王天下 下园三品解厄水观大地 三王二 济公国佛教 岁次更生年九月念三日 1980年十月三十一日 十曰 一派青山景色悠 清清淡水性温柔 交离世道堪皆探 莫复光阴难道流 既佛 世人每天睡前需要沐浴 将汉字充各凉快 睡梦才能愉快 在看你心中的念头 日夜起伏不停 充满了私欲 情爱 恨怒 你心中的主人类的如此憔悴不堪 你是否天天为他洗澡 充各干 静 让他凉快 凉快呢 如果没有 那么你主人一身汗臭而污味 无人敢静 先佛也退避三舍 这样下去 终成为一位垃圾鬼之 到吗 今天我将带圣离扬身由三观殿 拜会水观大地 请大地用法水位 世人解恶消灾 清净凡夫的身清 世人福分不浅 扬身 我已坐稳连台 请恩师起乘法 既佛已到了扬身下连台 扬身 这里为何有一条河流 河水清澈 还可以见顶呢 既佛此为水观大地的灵气所化 我们从河边这条大道行走 向前拜夜水观大地 扬身遵命 三观殿府各有不同气象 天地造化为何如此奥妙 既佛玄黄石探万物造化 各有其定律 人生亦有三观 已可 自悟就可明了一切 扬身 河边垂柳翠树 景色于人 既佛 这里的景色 虽是庄严 但又富天然 时事日也先踪 清华公仪在前面 我们进入参业水观大地 扬身遵命 弟子扬身参业水观大地 请大地赐教 大地扬善生勉令 你及既佛同父使命 著作天堂游记 劝化 迷经 我心圣月 游记便载天堂风光 一草一木 一山一水 一言一笑 皆葬无限庙里玄机 凡事有缘读者 当要神游异会 不可走马看花 以免失去参道良机 此书非凡 因阳生素俱道根 有大智慧 故能动彻天堂妙景 而作成一本游记 成是千古一大奇书 今日来此心为我怀命 先观奉明 阳生大地加勉 愧不敢当 弟子有幸随师有满天 借助作圣书 当感谢大地鸿恩 大地阳善生为河山燃泪下 阳生弟子深入圣门 一心在天宣化 然觉取高恶寡 自叹心 有余而力不足 大地 你莫悲伤 尽人事听天令 你心诸天同见 甚彼有证人 心 匡是道 晚气数之力 任重道远 其你大智物累 上天赐 有妙化 绝不负你 阳生 感谢大地为免 既佛 前途心勿悲伤 有老僧在此 何怕无处可化缘 一波真 传在手 到处是道场 善尽我们的职责 走一步算一步吧 今 日拜夜大地 你可趁机多问道吧 阳生 好的 请问大地 水观是何意思呢 大地 我为下缘三品解恶水观大地 专为世人解恶消灾 为何 我思解恶之之 因世人都是成会污染 罪恶满身 故变成一味 罪人 罪人在良世 须受良律制裁刑罚 至于无形天律之刑罚 即令人感到诸事不顺 病魔禅身 所求不遂 劫恶不绝 痛苦 知情 莫可名状 此时我便行使劫恶之全 一切疾病患难 称为灾恶 灾自由火而生 故必以水制之 水 官如河海之水 可以洗滴一切污秽 清除痛苦 清凉身心 滋 论干涸 化解恩怨 促进生长 化消无切劫难 故事有言语 切化落江海 能试去人间诸多不平怨恨 洗去一切罪恶痕积污 点 唯有如此 是人之灾恶才能消去 扬身 大地以水冲洗人间苦痛 灾难 灌溉贫瘠 功德不可限 量 弟子清静鼎里 然上有不明之处甚多 请大地自言教导释 人解恶之方法 大地 既身为人 如船行在海中 乘风破浪 起伏不定 渐用 小生命走路时 颠簸跌倒 脚破血流 长大为生活内的满身大 汗 心智用尽 身心疲惫不堪 我以热水为其消除疲劳 沉起 凉水为其清醒 平常为其身心加油打气 劳累 劳累的时候 火蒸发 排出体外 维持身中热量平衡 不致烧毁 人即如一部汽车 奔驰在人生大道中 惊险尽头 随时可以看 简 人类的生存 是在祭起宇宙之生命 为天地立心 发扬症 气大道 故三才与人为贵 三观为天地水 水即是人观 人 为血肉之体 罪易伤害 故水观随时解饿 悉众生逢有解饿之 十 念我圣明 当代未化解 扬生 大师慈悲之心 令人感动 世人都想免恶无灾 但不知 其道 大地是否可以自告 大地 天目降灾 罪博是人造灾 解恶消灾之道 如他 宝石字 己清白 自无灾恶 灵生者 有泛诸灾恶 当痛心忏悔 奉行善道 不再作恶 水观自解其恶 阳生 世人逢恶痛苦 大地如何化解 大地 前面河水 有解毒化 灾之功 可谓神水 你再定神一看 便知其中 上有妙傲 阳生 定神一看 河流中 有许多小人物 在那里游游样子 这是 什么人呢 大地 世人逢半孤城寡素 行害觉寺 病难痛苦 皆是前身不 修 今生受之 若友善男性语 尘气好尽 沐浴焚香 前送精颤 悔或自心 则其原神可以在此 河中沐浴 减轻痛苦 渐脱苦去 百分之 既佛 水观大地 慈怀慧 四经典已多 三观大地主宰天地水 人 三思 职责重大 四福 消灾 解恶 无不为利益众生着想 可谓佛心坚长 功德浩荡 所以此刻我们将在三观殿与三观 大地一起相续 以功临圣域 大地 三观殿内 天观的观已在等候我们 我们一同前去 扬身 好的 三观如一家人 今日幸运到此 能同时功临三观 大地叙律 实觉荣幸 已到三观殿 继佛 三观 虽分为三宫 但中间之大殿 即是会合办公地方 现在已到殿中 天观 德观二大地已在里面等候 扬身 参业天观 德观三位大地 里面排门了丰盛的水果仙品 令人垂涎 天观 扬善生勉力 今日米兰三观念府 特在此设宴招待 以 誓奖赏著书辛劳 德观 天堂游记一书 至此接近尾声 既佛 扬身 扬身功德浩瀚 永至天堡 于三草普度做上帝天使 广播福音于世界 始众生 回心向善 挽回天地气数 促进世界大同 大得莫能名 水观 既佛导游 扬善身为主角 便由天界 宝道传真 慰科 既时代制造太空 精神 食粮 唯有精神修养 才能促进人坚信 福 安心享用科技产品 否则人类聪明 自毁道路 是人类不 信 先佛于心和人 故垂训世教 人类如能仁仁修身 仰性 将 浊世化为净土 则天人庆幸 天官 既佛 阳善身用榜 穷江绿叶 鲜果妙品 世间所无 此上仓所赐 尽管享用 仰身 感谢三观大地厚爱 慰赐那么多礼品 我有今天 当要 感谢 继佛恩师的提携 继佛 师徒同父子 何必挂怀 无始以前 以誓言成愿再来 献客正事时候 故能解此善缘 便由三界 著书济世 但愿我 这腹逍遥德性 方便法门 能使老弱妇如清净 各个成佛 人 人成先 揚身任重道远 勿将心法寡传 此因遍布 使重生贤 占法意 得正菩提 揚身 谨遵师序 愿师提携之 三观 为三圣人 乃于太极 普受浩劫家之命 顶因无量品质包 此为清虚动因 总领功果 四福赦罪解恶 普济存亡 道观诸天 恩谈三界 大悲大怨 大圣大慈 三元三品 三观大地 三公九府 三百六十 感应天尊 此乃三观宝告 世人如能长颂 自得感应 今备此小宴 遥表寸心 呆书者 成遥实令 有盛宴 愿其待之 祭佛 今日 拜会三观大地 就此结束 扬身 叩谢大地 准备回堂 扬身 今日 在此 尝受丰盛 穷江美国 内心 无限喜悦 感谢大地 会赐 三观 不必客气 重瓜得瓜 重痘得痘 道果 自修自得 愿祭 旭努力 扬身 拜慈大地 我已坐稳连台 请恩师回堂 祭佛 圣贤堂已到 扬身下连台 魂魄头体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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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三 零三三 第三三 回由忠义殿 孝子殿 岳飞 祭功活佛教 岁次更生年十月初六日 1980年十一月十三日 十月 心血凝成一宝片 公垂万古说真全 深知铺设天堂路 死驾降云做神仙 幼师 沙盘挪破柳桃枝 树枝凝成五色枝 佛地天夷归圣德 莲花出自欲摇池 祭佛 摇池一指 金雀玉指一般 天堂由尽一书即将者成天 唐路上 一群默默耕耘者 已找到了一个善中的归宿 路是人 走出来的 是人要走那条路 善恶两徒 慎重选择吧 善的境 头叫天堂 恶的尽头叫地狱 你正行走那条呢 看完了天堂 地狱两本游记 众生都成了评判员 将来会上天 堂破下地狱 心里有数 先佛 阎王只不过照你的意思收留你 而已 切勿错怪阎王冷酷无情 对一个无道之人 只好摆其脸 恐相对 这副假面具也是你送给阎王的 先佛慈爱笑容 正向你招手 他们这幅和善面孔 也是你教他 门的 所以也不要谢他多情 两种不同面貌就是众生真实的传 真写照 你要将自己化成那种模样 无人敢做主 只看你的心 去守法了 老那说了这段话 希望众生仔细听 方免到时再来求我说法 那时老那一夜盘了 今日我带阳贤徒在游天堂 准备吧 阳生我一座吻连台 请恩师启程 既佛师徒乘坐脸台 云游三界引起天花万坠 众生看的心花 怒放 不过不懂欣赏的人还是很多 只看他们失怨了 阳生你 有何感想呢 阳生 数年来追随恩师左右 受益良多 又随师畅游三界可谓 三生有幸 坐在连台 虽然轻飘飘不必出力 但自觉认重道远 不敢一时疏忽 掉以轻心 既佛拓荒者本来就是一种牺牲 人生 纵是荆棘不满 伤痕写定 但回头瞧着心生的道路上 已有那么多的行人 自然会乐得苦笑 安慰一些了 阳生 恩师所说圣事 让自己心安 让众生有道 人生与途才有 价值 既佛已到了 快下连台 阳生 今日到此是什么地方呢 为何前面那些人 各个精神威武 与众不同呢 既佛 这是三观殿所属的中意殿 刚才所见者 都是为国尽忠 牺牲的人 他们死后生天成神 我们前去拜会吧 阳生 已到殿内 看见许多身穿战袍或官服打扮者 坐在殿中 不知他们是何人 祭佛 自古以来 忠孝结义者 皆生天成神 中殿内作者是岳五穆王 岳飞 其他都是古今之忠臣烈士 他们为国牺牲性命 死后灵 升天界 祖斗心香 万古流芳 令者 凡事在世为官清廉 不 贪不取便明立明者 死后可以升天成神 在忠义殿中各听处 逍遥自在或往各天担任圣职 与云正职无私 畏之神 他们正职无私 修习公道 也有道成一天 天界也需要这种人才 所以世上拜神的人 到神接物以条件交换 如保佑我如何 愿成 集谢与生理 如此正神不纳 神是暗躬行事 仅凭众生清晨而改 应 阳生已可向月五穆请示 阳生 向五穆王集诸位圣贤一世敬礼 不知在天界生活情形如何 五穆我本在灵霄御地殿前辅正 今日特来中异殿中相续 天地 本为一股放驳正气所为信 于今科学昌明时代 世人道德沦落 邪恶涅圣 使天地元气日渐丧尸 护灾结泪至 我愿世人以孔夫子圣训 正心修身为处世法则 从事公务补 可贪污舞弊 浪费公堂 各业者严守自己岗位 人人尽忠爱国 为捍卫江土 牺牲性命 即是世殉道而死 因灵必生天界 如观圣之担心朝日月 亦气灌乾坤 至今各地妙与平丽 世人宠 拜故已 故愿众生爱家爱乡 更爱国 如秦桧坚定见害忠良 经述十世未诸 经由静阿比地域不能超生 上天爱忠良 地域静不易 故事人不可作奸害国 否则于阳间 受患人唾骂 死后永堕地域 扬生 忠孝节义是中国传统美德 也是鸾门提倡的宗旨 修道也 正是修此忠孝节义的大道 离此则无道可修了 哦 前面必尚挂了 问了牌子 都是历代忠诚烈士的名字 还闪闪发光呢 五目 这是忠诚义士的神位 凡是忠义之士 上天都有列明 吉 是英雄宝 他们都已回天享受极乐 既佛 因时刻有限 令要访问他处 所以我们就此告辞 扬生 向岳目王子甲 既佛 扬生随我行走 我们到前面孝子殿 拜访孝顺成道的先真 扬生 遵命 随师不出殿门 向外而行 以看到一威额见竹 上 倩书有孝子殿三字 甚为壮观 既佛 忠孝为人伦之首 是人必当尊之 否则 即为罪人匿子 前面孝子殿 前面孝子殿内 都是孝子 孝父 我们前去参礼 扬生 遵命 进入殿内 看见许多慈善面容的男女 有穿古装疾 现代衣服 正在里面坐着下棋 饮茶 弹琴 壮盛逍遥 不知他 门是谁 既佛 这些都是古今孝子 南与老少皆有 念四孝故史流传至今 游会至人口 凡是世上孝子 此后经三观考孝后 升至孝子殿中 逍遥自在 有特殊功德者 并可升至各天享受道果 你看地上挂闷了孝子名牌 闪烁着光芒 这极是孝子碑 希望是 尚为人而语者 当孝顺双亲 先人去世后 更须慎中追远 按时计 拜扫墓 以报答祖先养欲之恩 扬生可向孝子们访问 再世尽孝情 行 央生 好的 请问这位孝子 是否可以将您的孝行 告诉世人呢 孝子 说来谈会 我仅是尽为人而语 一份责任而语 回忆在世时 家境贫困 母亲早逝 父亲赶上续酒恶习 堂上又有高龄祖母 父亲酒后与无伦次 常对祖母恶言相加 他我极力劝阻 反遭父亲 鞭打 忍痛无怨 祖母年老体弱 时无后悔 我也将做工收入 按买一些食品供养他 父亲已酒过度 五十岁时 终于患上肝硬化而逝 此时留我与祖 母乡依未命 每日替人帮拥 赚钱奉养祖母 心想老祖母无人奉 养所以遇人提亲 均与拒绝 至祖母去世送终时 三十八岁由一人独居 拥躬自渡 克勤节俭 深处此环境 身体 穷人之苦 所以将结于金钱 居分赠贫苦 自己不留积蓄 滞留 十岁而去世 真灵受到观音大事已渡 在南海子竹林修炼 经营 正的果位 我因修行孝道正果 所以常来孝子殿 皆已有缘 今日阳善生来此 仅将自己一点小孝 告诉世人 愿世人学我的魔 让尽孝清长 古云家评出孝子 世间的刻苦牺牲是短暂的时刻 天上的享受才是无穷的岁月 阳生 您的孝心感人 向您一拜 孝子 不用多礼 看你头上灵光源驼发光 是一位沉浸修道者 愿你发扬孝道 广度众生 阳生 感谢四言 当尊士弘扬孝道 提倡中国固有美德 祭佛 时刻不早 准备回堂吧 阳生 我已坐稳连台 请恩师回堂吧 祭佛 圣贤堂已到 阳生下连台 魂破头体 佳 佳 佳 三十四 零三四第三四回由阴阳界观人归天情形 祭功活佛教 岁次更生年十月十六日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十曰 走遍天堂会众先 音音说法指心田 人间爱欲迷魂症 跳出网罗天外天 幼诗 游记可参万法经 情修本性出幽明 扬生祭佛同挥禀 一步其真万古心 祭佛 天堂游记是一步修道保吉 凡事有志于道者 请勿其中妙 理 定能发现先佛现身在前 世事本虚患 修道者要上天外天 成为人上人 当具超然智慧 否则在灵魂阵中 朝生勿死 徐 不着出路 精疲力卷时 只得躺下休息了 因此 在修道过程中 良师亦有事不可缺少的 但是邪说异端 荒诞不惊 万不可清净 学习以免坠落魔道 以老那的修道过程 众生也许认为多变多姿 其实我只有一颗佛 心一股技工精神 本是平淡无奇 众生习惯于自私自利 所以 反觉得我的塑形很奇怪 但你如无这份能力 则误学我游戏人间 万一演出毕漏 那就惨了 总之 既公的戏可以演 祭司的戏千万不可适世 一年半来 奉命带阳生有立天堂 内心无限欣慰 这种重大任务 领持战 精心请已完成实命 其感而信 阳生任劳任怨 有始有终 欲高真仿道求真 逢圣佛文法开示 聚聚生气妙姬 实不愧为禅师子弟 在这最后几战 老那本意 轻松心情 却转沉重 因迷者迷 悟者悟 往天堂路上司机 有的以偏向左道 有的正在打瞌睡 有的心缘一满 无专心甲 车 我从云端下看 不少已出了车祸 所以老那既已在圣门中之人 多怀一颗圣心 才能圣灵不灭 老那的苦心已经用尽 再来就看众生如何去行道了 扬身准备 上连台 扬身 恩师为何平兵叹气呢 既佛无与对苍生 扬身 恩师感触量身 弟子一世相同 请恩师开怀吧 既佛有九不知罪 无心可见佛 人在地上行 佛在天上看 珍惜好家园 免成孤寡人 我们往天堂去吧 已到了 我们下 连台 扬身 今日来此为何大不相同 左边那条路好像曾经来过 既佛 这是阴阳界 三叉路口 以前著作地域游记时 你曾经 路过此的 今日带你来此 让你参观人死后 往天堂地狱之情 行 扬身 原来如此 左边那条路是往地狱 看见牛马将军鸭 这甚多罪犯 呵斥而行 他们实在太可怜了 既佛 这是恶人的下场 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归宿 身前 已过贯勾心斗角 伤天害理 无法无天 隐匿黑暗中的生活 所以他们到地府去 可以说是很适当的安排 你可看望天堂大 陆去的人们 陆去的人们 扬身 又跟这条黄金大道也有许多行人 壮盛逍遥还有菩萨 经同玉女在此迎接他们 我看这是在世功德浩大的结果吧 哇 天堂路上他们的去路似乎还奔等级呢 既佛 当然 如凡间的车子 牌子不同 价格不一 有高极品 中极品 即心就知分 世人修道 点点滴滴不得作假 一分真 心则身上相经一分 如此点点修素而成一尊先佛今生 但其 中还分各种不同之国位 有大今生 中今生 若往地狱者就是雄目不可刁也 我们向前请问这些成道之高真 善得吧 央生 好的 这位老人年岁已高 金光满面 甚未慈祥 看来 很有修养 请问老前辈 你要往何处呢 老者 我要往天界 阳生 是否可以述说你生前造就 老者 我无何功德 不敢献丑 祭佛 你不要客气 我们奉命著书 你说出好事 可以劝化世人 功德无量 老者 既然可以劝化世人 我就说之 我乃南部人事 而语成群 后便到一庙中效劳 替人解千师 早晚献香奉茶 一心为神圣 善性效劳 因来庙中参香之善性甚多 留香前收入亦多 我均善 加保存 公前一文不取作私用 均作为买香或庙中备用 清廉宫 正 故我最近去世后 庙中主神特为上奏玉帝 提拔免金的福而直接 身天接任神职 只是如此功德而已 祭佛 大功 大功 你不要小看自己 凡间许多人都不如你呢 玉帝赐你神职 我再加赐一百功 以助你升高果位 老者 叩谢活佛提拔 祭佛 不必客气 难得也 扬身你 可再问其他往天界之人 扬身 好的 请问这位姑娘 我看你年纪盛轻 为何走上天界之路呢 姑娘 拜见祭佛恩师 今日师徒在此相会 心中伤悲 为何我不 能再世多行功德 度人修道 如此迅速便照我回天呢 祭佛 使也 命也 不必悲伤 你圣敬老那 受我的话 今已成 我 因你前身与今世之父母上有一段成缘 今日圆境夜境 肉 体受伤害 而脱俏回天 你看 文殊菩萨已来助你回西方 快快 参离 刘静 舟 heb 善离 我们有师徒之缘 因以上有一段凡夜 所以 至今常清夜寨 故临回西方 感谢继佛显化开世其境 修今日使能乐业脱成 继佛文书客气 世人不显老那方便有多门的话 我都照单全收 不过还是他有善根 才能修到行得 阳生可以再问其他回天之 高真 阳生遵命 往天堂之大道 行人都是面带笑容 我看他们一定 是对自己前途抱着无穷希望吧 请问这位师父 你要往何处呢 尊者 我要往西方夜见世尊 既佛 您会更深厚 功德浩大 头顶佛光四射 是否可以告知在 是修实方法 尊者 我二十岁就出家替度 为僧 入空门空四相 不与人真 不相 佛愿 不清外教 不贪重欲 只修四相而已 并无功德 既佛 你非一般俗僧 不参杂凡俗众事之中 甚未突出 所以今 日可以直往西方而去 住之 阳生 请问恩师 是否世人登天都需经过这条通往天界道路 既佛 正心 直常是天堂路 弯弯曲曲是地律道 这条通天大路 旧是由人的心肠所变化 人如能不欺心 不恶常 此后处有三世 因果未清 虚致的辅消案外 可以由此而往天界 阳生 此路通那里呢 既佛 此路直通南天门 再往各天 阳生 为何不见他们腾云驾雾呢 既佛 这里接近凡城 是天堂初段 以脚步行 中段位心观 由平行而跳动不已 速度加快 跃跃欲飞 心观已过 心眼辨 开临山线前 在上去是须云山顶 人之头上 至此若要在上 身 非藤云驾雾不可了 阳生 这是什么道理呢 请恩师说之 既佛 禅机 禅机 老纳愿说出 让有缘者参入之 为人处事 修身练道 脚步先要立正才有踏上天堂大道可能 在上一层 在上一层六根灵根须清静 否则奋尿其下满身污秽不改 见人怎可见天 在上一层度长须清静 否则阳长小静 泥泞难以行走 无 非是行地狱之路 在上一层心存正面 跳动有序 无惧无恐 两眼清白 如 此天堂有路 可以行走 在上一层 便至灵山塔顶 至此位觉成岭 是通天台 一步 跳下便路虚空 一身轻飘 以没有凡债业障 脚底深白烟 这是元气所化 不是汽油燃烧后的乌烟瘴气 身无挂碍 离 开世间沉重脚步 脚架云车 天上人间 处处遨游 这就是先 佛成云架雾的原理 阳身 恩师一篇跳里 道尽了修道方法 既佛 看完了阴阳界情形 知道天堂地狱是人心所造 你想走 那一条路 任你选择吧 我们准备回堂 阳身 我已坐稳连台 请恩师回堂吧 既佛 圣贤堂已到 阳身下连台 魂魄头体 家 家 家 三十五 零三五第三五 回游三界玉八仙观妙法 祭公国佛教 岁次更生年十月十九日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十曰 千五英元布圣台 会更生种管狂澜 天书媲美金刚论 游记堪称旧事丹 有诗 云车静坐上连台 三界遨游绝路开 向半仙真情问道 提携九品鉴如来 祭佛 师徒坐上连台 如乘着一部太空云车 这是历世姻缘的灶 话才有今日 诸身进入圣门 同胜一辆汽车 左右相伴定有钱 因故当珍惜这份姻缘 在一辆车上坐闷了各地陌生旅客 故 通姓名 互道新生 成是一大去世 这故在满道客的车辆 更是任重道远 所以车主须知代客知道 若举指向一位 恶劣的计程车司机 一旦到了中站 旅客分本下车 各分前程 他们下回再也不敢领教了 老那处处为家 当然不会为此烦恼 只怕世人不惜因缘 人去车 空 载不到旅客的时候 后悔已来不及了 天堂游记今日已是三 十五回 仅剩一次就终站完截篇 但下一班车要开往何方 牌子 尚未挂上 就要看诸身的表现了 阳身准备上连台 阳身我已坐稳连台 觉得今日心情特别轻松 既佛完成天父使命 心尽当然觉得无限喜悦 阳身感谢恩师数年来提携其八 使我精进不少 既佛但愿明师出高途 才不会让人见笑 阳身是的 既佛我们请成吧 今日你可以睁开眼睛观赏一切景色 阳身那太好了 平时乘坐连台 因速度太快 所以有时闭目 阳身不知今日开眼会受到刺激吗 既佛你的道工已熟 开眼已能接受圣界光芒照射及锋利之功 即凡是修道者必要先激功累得 才可修炼神通法眼 否则魔 仗随时临身 往往造成精神失常或心智混乱 修道者先行功德 如组合殿式灵件一样 功德圆满成了一台殿 事迹将插头一间 影像立刻分明 神通广大无边 有志于道 这叛善体各中妙异 若灵件不全 强烈神通 对精神或眼神 会造成伤害 我们往天界而去吧 阳身连台飞速推进 耳边风声笑笑而起 低头看见凡间夜灯 通明 科学发达 电灯大棒光明 似乎已没有夜晚 继佛 难怪世人不少阴阳不分 轮常颠倒 阳身 半空中想云矮矮 光芒四射 先佛成云而过 好像走在 云间不知处 没有一丝尘埃气氛 有一种忘情的心境 前面来 了一番仙真 看来好像是八仙 既佛正是八仙 他们算知我们今日经过此的 所以来此寒暄 一番 阳身我实在太轻会了 能目睹八仙真容 向八仙参理 过老 勉励 今日趋指一算 或知你们经过仙山 所以来此依序 阳身 今日幸会八仙 请八仙便些道法 让弟子开开眼界好吗 过老 可以 你地狱游记者玩 天堂力尽 实在太辛苦了 我们 耍些仙术 为老一番 有我仙便 你想吃什么 阳身 我想吃人间没有的仙果 过老 那简单 看我双手空空 无核一物 现化一粒种子 埋下 云雾之土里中 化雨化工 一日 二日 三日 你看如何 阳身 果然神妙 已尝出树芽 过老 一月 二月 三月如何 如何 阳身 已有二十高 过老 一年 三年 三年如何 阳身 已如大树 绿叶茂盛 过老 开花如何 如何 阳身 刹那之间 仙树 开满花朵 甚为美观弄人 過老 结果如何 如何 阳身 突然花谢结果 为果尚未熟 过老 不急 持我便来 过老 已黄熟 如何 阳身 转眼鲜果 黄熟 发出正正香味 闻之令人垂涎欲滴 可 已摘食吗 过老 不必客气 任你摘吃 阳身 先锋 既然准许 我就趁此机会 饱食一顿 一口气连吃了 三颗 肚子已饱 无法再吃了 过老 胃口 太小 我替你塞几个吧 阳身 不用 不用 勉强吃下 孔未尝受不了 过老 既然如此 我也不勉强 这些些 我就送给其他有缘人吃 吧 送你一袋 拿回去送给你亲友尝尝 阳身 感谢先锋 过老 我的戏法语演完 阳善身 你做个评分 好吗 阳身 一百分 过老 太高兴了 不过 还要你将此戏法的含义讲评 阳身 不敢当 过老 过老 不必客气 趁机会考考你 阳身 先锡既然有命 我岂敢为之 先锡这一出道戏很有意义 按事修道人 需要先有道跟会种 埋于实地 如人脚踏实的 经功德水交化滋润 苦至琢磨 才能挣脱甲壳出头通天 到种 萌芽 经一日 一月 一年不断灌溉 施肥 整理 苦汗兴 血之照顾 道树才能成长而开花结果 再者 结成道果 非是一人独藏 还需分送亲友 众生同享 如人入圣堂代天宣化 可使亲友寿因得道 更可超选法祖 令 一同修 以上心得 请先锡平分 过老 果然食货 将你送我的分数相还满分 央生 其感 多谢先锡赐教 过老 请旅族师献祭吧 旅族 你好 我不是江湖术士 无何特技可以表演 只愿献成 耍一小戏法 放下我背上这句呼呼 扬声你可观看里面有什么 把戏 扬声 好的 葫芦中只有一团黑暗 不见一雾 绿组 好的 看我念咒作法 葫芦本空 包摩天地 藏性乾坤 演出人生戏剧 哈哈 哈 扬声你再观看 我葫芦中卖什么糕料 扬声 我看看极之 哦 葫芦中别有天地 好像一个望远近 看去有山水 房屋 人烟 好像电影荧幕一般 看到人出生 人上学 人结婚 人生观 人游乐 上餐厅 逛百货公司 热 闹异常 哦 现在看到一座医院 病床躺悶了 身影病患 手术 出世中写灵 灵的刀割动作 有痛苦生疑 悲哭声音 惊恐表情 现在又看 到春霍现场 他们刹那相撞的镜头 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又看到人死 丧家哭啼 并以管中躺着一排排尸体 冷冻库中 剧剧观目 突然献出剧中二字 一阵铃声 使我惊醒过来 先翁哑 我看得好害怕 旅组 不要怕 刚才所演的这出片名叫人生的旅程 这部电影 是我拍摄的 剧本并非凭空度传 世道道地的自然动作 戏 情逼真 此片畅销各国 造成空前轰动 可惜人只喜参加演出 不愿观赏此片 原来他们两眼被我葫芦中高楼黏住 所以不知 自己正在演戏 自己正在演戏 这些珍贵镜头 只好留给子孙观赏了 杨生 旅祖师珍视妙法无边 黄梁一梦醒来之后 却当起智 片加来 旅祖为了度画众生 只好先冲起影剧商人 每次播放人生舞 台影剧 劝画世人 今刻在旧片重演 在天堂游记这部片中 插一段经便镜头 希望众生不要错过机会 既佛 八仙各个道法高身 若八仙全部献祭 恐怕众生看得眼 花缭乱 昏昏欲睡了 所以我们就此告辞八仙 另留他处 央生 好的 感谢八仙被神演出妙剧 我将随恩施令由他处 八仙后会有期 住一路顺丰 既佛架起连台 再往南天门而去 刚才在云间遇到八仙 看 他们表演几招 饱在富有剧情 及启发作用 已到南天门 我 门下连台向大圣问安 阳生 大圣已在那边嘻嘻哈哈 好像很高兴的样子 既佛 既佛正是我们以往刹那飞过南天门 大圣无法与我们相谈 今天 今日重逢 当然高兴 阳生 地主向大圣参礼 大圣 勉礼 今日 今日 你们重来南天门 我胜未高兴 你们游天堂 做出大圣 内容 我们将尽完成 我决心味 南天门之访文 将要私下 阳 善生可以观看此榜文 遣次你来匆匆 为家戏观 现在可以看 看 扬声感谢大圣 南天门边公布蓝中 果然悬挂有摇石一指 极精确一指 与本堂所降相同 亦为奉旨著作天堂游记 各天 协力相助 不得为命 看完指纹 内心充满无限温暖与感激 感谢老奴 玉帝慈怀 一、二年来 亦打扰上界诸先佛知清修 天恩浩道 难以图报 跪下向诸天寇谢 大圣 大圣果然是有心人 可以起来 大任完成 功德如恒和杀术 可喜 可贺 既佛 既佛感谢大圣协助 天宗如风之极 只是刹那风光 你要坐稳 片刻你凡间之肉体也会感变迅速摇动 珠身在堂可 已尽观之 将启程 此刻扬身绿沙盘前 果然两脚如藤云架 雾斑 急速如飞 旋转不停 在场堂身各个看得目瞪口呆 大 探神奇 圣贤堂已到 阳身下连台 天堂游记于经结束 我待阳身刹那之间灵游三界 转身已到堂 终 刚才请尽诸身已观之 神灵显化 是不可思议的 诸身有 信陪着天书 使乃三身修来 失此机会 不知何事在遇 摇迟 宫中无极老母正准备庆宫圣宴 下其诸天仙佛在摇迟开宴 我将带阳身参加 适日 阳身须身心清静 不可思议 阳身魂魄 头体 家 家 家 三十六 三十六 零三六第三六回 天堂路上树名碑 莽黄苦海明灯塔 圣得弘扬万佛随 幼师 法骨经敲三六回 迷人请绝向天推 阳身大命经交止 玉叶穷将尽十杯 祭佛天堂圆满走了一圈 这副沉重担子 总算一松 这本游记 活生生在世人眼前公演 是老纳及阳身搭档合演的一部神圣幼妇 喜趣的天堂风光神仙生活剧 现在已演完了 台上台下互相参 观欣赏 各笑各的 但愿众生不要白看了 当学我既编辑阳身也 演一场道德喜剧吧 这是一场神圣庄严的慈善一眼 不过剧中使我钱要坐在观众席 上换你们登台演出 但愿一样能数一数二得到鼓掌 不要不三 不四令人唾弃 或令人不愿观之 今天是各喜悦日子 扬身整齐 一旅 清静身心准备赴摇时参加圣宴吧 扬身 我已准备好了 将近二年时光 随时引游天界 自觉欣慰 万分 内心由衷感激 既佛 我心相同 愿心心相应 同座连台 改度众生 扬身 十世 这座连台 今天增大了数倍 光光四射 亮晶晶 甚为可爱 既佛 一分根鱼 一分收获 一朵连台能让我们久坐不成 可见 他的耐力不凡 因法水滋润 尘埃的消沉 所以莲花盛开 更为 增长光大 这就是你的国位 扬身 弟子愧不敢当 祭佛 不必客气 我们往摇石而去吧 扬身 天界为何热闹异常 好像有什么喜事般 祭佛 三草普度的关系 今日我们奉旨着 成天书 三草巨星 人天同庆 诸天神圣先佛 皆大欢喜 因又有一本宝书 流传 天下 带诸圣真仙佛 劝化度人 扬身 原来如此 自觉此身非轻 能容赴圣直 带天宣化 诸 各天界金光万道 一片通明 照彻大迁 真是奇景 祭佛 这是天光 西式人寻着这道光明 不向天梯大道 这里没 有黑暗与痛苦 只有无限的光明与法系 已到摇石宫 我们下 连台法 扬身 前面仙真雍醋 光黄四射 满排盛宴 还有仙女眼 奏者先乐 声音悠扬 令人心旷神怡 继佛 观音大事已来 大事 今日我佛欢喜迎极 特来此同参圣会 继佛带阳身上来 坐于前面的贵宾席吧 祭佛 扬身随我来 我们向前坐于贵宾席上 扬身 不敢当 在场先佛那么多 我们还是坐在墨席就好 祭佛 今天不要容器 听大事的话吧 扬身 遵命 看见这么多的圣真 心中有些惶恐不安 看他们 都注视着我 面露微笑 祭佛 我们就坐这里吧 扬身 好的 宴桌上排闷了奇珍异果 还有一盘穷姜 香味震 震传来 心中觉得喜爱 大事 今日盛宴乃是 瑶池老母亲赐 三界高真仙佛大都奉邀钱 来 各教教主以灵 吕纯阳祖师 一驾到 八仙飘飘如智 大帝 今日我奉无极 瑶池老母义命 担任瑶池圣会 私仪 祭佛 扬身 今日你们受邀至 瑶池接受褒奖 真是天大喜事 献客众 先真圣佛已都到齐 宴开一百零八席 扬身 诸真众多 已坐满圆桌 各教人士皆有 他们穿着不同 适样服装 各具特色 既佛 各宗教虽然不同 各有其代表性 但他的宗旨相同 乃 再提升人类灵性 进入大公无私 既是丽人的境界 所以他们 都具有善心 佛性 今日才能成道正果 不坠轮回 献客得造 王菩萨等圣真 陆续驾到 大帝 我居经官会乡 辅助玉帝行政 经植土度之旗 天庭义 忙 今日天堂游记者臣 可使天下有志于道者 对修道方法 己所追求的天界生活状况 有一名却认识 不致忙修瞎练 此乃 世人之后福 现客欲皇至尊驾铃 遥迟老母驾铃 全体万仙福 萨圣佛神人其力 俯福皆价 老母 勉励 大家起来 大帝 全体其力 就坐 老母 今日为庆祝天堂游记 一书者臣 母心欢位 特在姚石宫中 举办圣宴 以示庆祝 三界诸针 皆奉腰带表列席参宴 玉帝 无极一指辞赐 天堂风光传述于世 今日顺利者成天书 正心圣月 老母在此设庆宫宴 正是天恩浩荡 慈爱众生 愿 天下众生体悟天心 知归善道 净化人欲 心存天理 情修大 道 乐物本性 以其完美人性 一旦身世皆能 灵性任理归根 叛悟赴遥迟老母之心 即刻开宴 祭佛扬生 开怀饗宴 祭佛扬生 不要客气 这是老母 预定此次我们开动吧 扬生 好的 优美先乐 不觉于耳 先雨穿着云泥衣裳 正在 婆娑起舞 他们飘逸动作 轻盈体态 不知如何修成 祭佛 多运动 常开心 不贪吃 情恋性 不忧据 无烦恼 一件天然衣裳 终身不患 越穿越美丽 因为身体健康 所以先 容虽 不擦粉 却白领透红 纯真可爱 扬生 恩师说的有道理 老母 祭佛 扬儿不要只谈论 而望宴行法餐妙味 扬生 感谢此母开怀 祭佛 我们尽量吃吧 仙果不厌多 此时要展放我们的度量 容纳天地良心 凝结妙品 扬生 时事 这滋味令人难以忘怀 穷将一入口 更是回味无穷 我尽恩师以悲 祭佛 我已戒酒 已提胡穷将代替 相信更可以延年益寿 多 妒忌个人 扬生 恩师真会开玩笑 灵着作者老母 玉帝 三清 三观 即教主们 他们正作者 面目微笑 在和谐气氛参加这个喜宴 道祖 道本无言 天堂游记所言已多 众生如不多学 我亦无 言 愿体无极真实义 臣就太上至道 世尊 佛法本不可说 今已说于天堂游记 众生须多参悟 人 如不说佛 无佛又不说 则惜天无佛 故愿佛法传世 使世人 成佛见佛 孔圣如不言灵戒世 然朝闻道 细死可疑 天命率性之味道 闻道 知道 即可佩天而合天 天人合一 利超生死 如门友 道 至善圣欲堪登之 老母 圣燕已开 盘桃镇熟 西苍生好好修道 遵天礼 守人 道 择摇石宴上位 其准备一席之位 等候上座 玉帝 愿赤子回心 切莫造颓风 屈恶道 以免恶报临身 大事 游记者成 正法昌明 圣宗普勃 阳之柳叶便洒尘埃 凡事有缘者 阅读而乐物 必修必行 可成正果 如有恶口慧 报 永成恶道 老母 阳身赞如 奉旨随即 佛游历三界 先将地狱游记者成 谱传天下 谱正人心 挽回颓风 净化尘埃 为万事树立点魔 经贵塞地狱之路 开天堂之门 母下一旨而入座天堂游记 写 造化之妙 垂登天之坯 今日三十六回游记圆满者成 母心大悦 阳身顾父母心 孝唐僧西天取经道成 任劳愿 任 毁放 通过层层魔观 真灵永悟 特赐你之九玄七祖超生天界 暗宫正果 不再轮回 圣贤诸生辛劳 陪着天书 有始有终者 特赐美人十道功 皇榜筑吉 息再勉力 阳身功臣脚趾 立在 前修 以其灵通无碍 再接心力 造就无极上乘道法 普度更 多众生 慈欲 阳身 寇谢老母慈欲 于儿自感心生俱疲 无能为力 求老母 天赐会光 以了于儿度世之心愿 老母 你勿忧心 天造好孩 常与善人 你以尽力带天宣化 天定住你了此心愿 无边众生呆肚 切勿气美退至 将来当你 红阳圣德 匡阵士道 未职责 任重道远 天地二游记 虽己者 成 然天因法 与由赖里传播 以资造福人群 度化迷津 西面 立之 扬身 扬身 扬谢此母大德 宏恩 遵命救世 既佛 扬身 以福会 身后 今日荣因老母 欲命 来此参加圣会 以乐观 他态度行道 不必挂怀那么多 为师送你一把不善 两袖 清风 可以云游天下 逍遥自在 去寻找有缘人吧 扬身 定随师父 但愿恩师助于图一臂之力 祭佛 哈哈 几年的情意 怎能忘怀 放心吧 扬身 那么于徒就放心了 老母 善哉 祭佛 在扬身 游历三界 绑道 祝书 普度 众生 无量 以赠罪 上品 佛果 毫光 大放 千百亿化身 无量 无尽 慈悲佛 祭佛 寇谢老母恩赐 我爱轻松 无泪 这些佛号功德 愿意送 给有缘众生 纯阳 圣会结束 阳身准备谢恩 阳身 遵命 以身经受天地盖载之恩 国家 父母 师长 培育 知德 身献圣门 沾寿天恩 奉旨随祭佛恩师 由三界而著书 今日书成 蒙寿老母 御帝集诸真圣 佛宠妖赐宴 心中感动 五体投地 寇谢此次 愿尊圣意 祭行圣道 老母 羊儿起来 多劳累了你 母习游记斑步 受到感化而回 头像善名子 不计其数 虽老有过 众瓜得瓜 众豆得豆 种 道得道 今日连台盛开 你知果位 与德 心可安慰 为上自圣 贤诸生 母特赐穹江一壶 命祭佛带回画以 以助灵光贵命 阳生 感谢母次 祭佛 这一壶穹江 得来无益 这世血汗所凝结 今天地日月 精华晕化 以去着直 如干露 正是天上妙品 盘桃剩下一个 阳生 吃他吧 阳生 我够亮了 祭佛 那么我将他压之 圣在穹江内 分享圣贤诸生吧 阳生 甚好 师兄师姐们 甚为辛劳 我岂可独享 应多少给他 们才对 祭佛 好好 纯阳 圣会就此结束 全体其力 送祭佛 阳生回堂 众神 善灾 功德无量 阳生 拜谢老母 玉帝集诸天仙 神圣佛 愿神光普照 祭佛 祭佛 感谢老母 玉帝 朱真仙佛 我将瓷架 阳生 坐上连台 吧 阳生 我已坐稳 请恩师提好 全疆 祭佛 放心吧 我们回堂 阳生 瓷架 慈恶正吹奏着离别曲子 离情依依不绝心酸 祭佛 这是我认最后一班车的司机兼导游 阳生要提起精神 下车之后 休息一会儿 尽两气神 但愿后日在上连车时 会自己驾驶 为师愿在你旁边作伴 陪你云游度化有缘 阳生 但愿如此 感谢恩师赐我灵通智慧 使于图选祖同瞻光 灰 既佛 世间绝无不劳而过的事 此乃以福有应得 云车马达身 渐渐为弱 风声淡淡 载着天堂游记这部书 一字负一句 一 日负一日 一月负一月 一年负一年 如今采集了这些宝贵资 主 已装定位一部天书 老那已将他运到目的的 这辆车子也 将送入车库检修 充电加油 经常图旅程 司机 游身都已平 卷也该休息了 以准备新的旅程再会 圣贤堂已到 阳身魂破头体 天堂游记完 回 家 家 家 返回主网页 远回主网页 红 极乐世界游记 林凤指著作林目录下改全书 542X Execute 斜线200千位元组 凡立老母 指寺 指寻地 照阿弥陀序 观音序 济公序 主席序 统子序 542A.H.D.M.L. 01师徒论到N大制作于02莲花化身N西方佛国03西方环境N十面法门 542B.H.D.M.L. 零四游莲花时N三师异行零五念佛课程 零六十斋念佛零七念佛法门零八九品往生N阿弥陀佛零九四十八愿 542C.H.D.M.L. 十灵中念佛十一苦心修持N世人难度十二极乐世界之殊胜环境 十三访祖师十四季佛奖道N到中有道十五成佛成千N成圣成千 直持念佛的方法前沿 下载本网页纯文字下载本网页控制码修改转赠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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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乐世界游记 waiter refrigeratorci 종料 19084紀元内日期为中立 地点 极乐世界 净土宗 导游 济宫 访客 蔡生 传真 白鹤童子 当蔡生灵魂往访极乐世界 白鹤附上蔡生肉体浮卵 原产 圣天杂志社等于 台湾台中市北屯区军公理舰成像19号 电话042393830或2392318分之44821518 感恩 所有善书居不设立版权 是我国一种优良传统 在此景象有关同工级呈现其后者致敬 公务 欢迎修正引用复制 自行做网页 不用声明出处 注意 凡有此符号 Triple X 其内文原书没有部分字 被改作一体字或敬意字 述语 邮寄 邮寄内文有关羊间货币地点等等 多指台湾省习惯而言 转化 Doc WordPad 写线Office 文件转座 Text 纯文字文件 A 先造译纯文字文件 在桌面上又按滑鼠 新开档案 纯文字文件 随意命名 B 打开Doc文件 档案 F 另存新档 A 存档类型 T 选纯文字文件 目录 S 选 desktop 选刚刚造成的纯文字文件 储存档案 S 是 Y 阅读 编辑 1 自动换行 W 斜线或斜线检释 V 选项 O 自动换行 W 乱码 本文或有少量词字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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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word code V5斜线JBK容量75K 加00 目录寻找代号Number 标示反白按望远镜按Enterio 542AHTML 0A精确主密 0A2瑶石老女是 0A3玉皇上帝照 0A4阿弥陀佛是 0A5观音菩萨是 0A6技功佛佛是 0A7本堂主席是 0A8白赫童子是 001第一回师徒论道 大致作于活佛开怀 闲生无猜 002第二回闲生 脸花化身 初见西方庄严佛国 003第三回闲生 显生由西方环境菩萨树实念法门 542BHTML 004第四回 显生由莲花石菩萨树三师异行 005第五回访菩萨树简意念佛课程 006第六回访菩萨树实斋念佛之意义 007第七回访罗汉树会和念佛法门容易成就 008第八回访菩萨树九品 往生及阿弥陀佛身世 009第九回访菩萨树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 542CHTML 010第十回访菩萨树灵中念佛之重要 011第十一回罗汉树苦心修持贤身掉泪 012第十二回访菩萨树造极乐世界之殊胜环境 013第十三回宝祖师数为妙圣生道理 014第十四回计佛讲道道中有道闲生理理中有理 015第十五回师徒论道圆满圆通 愿人人成佛成仙 成圣成贤 542AHTML 0C一复录 直持念珠的方法 N1下载本网页 纯文字 N2下载本网页 含控制码 N3修改 N4转赠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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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为一精确主秘 利 家自年九月十五日九日十月一千九百八十四 凡利 以本书奉无极遥迟老母义指及精确欲皇上帝欲指著作 圣天 神人费尽苦心使告完成书中泄净极乐世界风光及修持方法 成为修心两性念佛往生之宝典 二书中如有错字系藤真之悟 西悦者悟轻世之 三本书乃由西方阿弥陀佛指示诸菩萨真选卵谈著作之宝书 故本书在处十方神圣护法月后须致敬处或转赠亲友若故 亦抛弃撕毁者自造罪迁自受恶报息世人甚之 四凡求寿求功名却禅病消冤业修功果化罪迁为 祖先抄拔求名辅者先发忏悔心然后在神前造军前或对须 空焚相禀告印证此书违向自得灵意 五凡观悦此书者当前心诚意不可以一般小说示之如有 故意污秽或是阻碍流通者是冒读诸天先佛罪无可患 佳我迭送旺 圣果超人天, 圣事,吾今夜奉母命代义只削毒, 神人福福,功臨旨意。 清奉吾及遥迟老母义只曰, 母居遥迟,心念迷茫赤子,美观云云苍生, 弥媚本性,旅行邪境。 大为天性之良知良能,至始世宫日下, 暴力自虽,弥漫于内,美,使诸天仙佛凯叹不已。 经察天笔菜身立下宏愿,为天行道, 旗帜可加,因此鬼害年九月。 十九日奉母命令旨开堂, 扶暖禅教,万转颓风,普救人心。 自开。 唐已来,全体门生,忠心耿耿,克尽职责。 母观即此,欣慰不易,但道物发展不易, 因此娘特乐指一道,命。 既供佛佛带领天笔菜身与游乐土, 揭开极乐世界逍遥之境,保问。 诸佛菩萨的,参学问道,作为恩天余梯, 更作为圣天堂道路发展。 知辅助,誓书明曰极乐世界游记, 西指道之日,美玉鸾其,圣。 天诸子定要来堂效劳,使至完成俱命, 以普救民心,其归清尽之。 乡。 以上圣天诸子不可为命,书辰之日,论功行赏。 清灾勿辜,叩首谢恩。 天遇鬼害年12月18日,20日1月1984。 第十四。家,家,家。 林为三遇皇上帝,赵。 金雀内乡,徐,将。 十曰。 圣天好气冲云霄,夹日年终起光伯。 极乐游记非凡者,乐土封土皆是小。 圣世,无今夜奉御皇上帝之令代止宣读, 神人福福,不可施宜。 清奉御皇上帝照曰。 正居灵霄,心怀世道,查末世以来, 科技发达,物欲横流,欧风。 美与清袭冲土,致使一风赤裂,沙,道,一,忘,酒,层出不穷。 而普化之大任,唯有几处作为扭转颓风之事,致使善风不足, 二,风有余。 经观天比采生,自从入修以来, 牺牲奉献,不遗余力,曾于心有。 年凤指著作人间游记,在游记中与记公佛佛交谈妙去恒生,灵慧。 颇佳,使人间游记者成之后,风行东土,成为一本荆轲律律之宝。 点。 今又有天书一部名曰,极乐世界游记,你选道场著作, 今诸天仙佛。 鉴选结果,以此行出价之圣天堂最为恰道,正文心,心未故。 顾乐指一道,应在命迹供佛佛带余菜身影由极乐世界,揭开乐土。 风光,此书之著作,非理寻常,正是百尺干头更上衣部之大作。 苍生即盛天门生,不可等前世之,将来此书者成之日,度人万千。 功德浩大,牺牲天诸子,效劳时钟,书成之日,论功行赏,物为正命。 轻灾勿辜,叩首谢恩。 天运鬼害年十二月十八日,二十日一月一千九百八十四。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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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为四阿弥陀佛,去。 西方,阿弥陀佛,将,去。 素自无成佛以来,无时不再旅行四十八大院,就渡三千大千世界,苦海之众生。 因此,遇到我佛国徒者,凡能浅尘面无圣号,皆可。 蒙受化身佛或化身菩萨之间影。 但是泥王大海,云云苍其苍身上多,由以末法以来,千门万教旗。 开,让有心修持之人,不知何去何从,而遇失往生之路,真是可。 西,今西方世界诸佛菩萨及大善人等,看到此种情形一凯探不已。 因此分分禀明此事,惜能设法不久。 我佛眼看今日鸾峰仆辈,所向披靡,此种方便度视之法,已成人。 人皆知之现象。 因此,无指示诸菩萨真选卵谈著作宝书,介绍西方。 极乐世界崩光,极开,是修持方法,让有心到我佛国徒者,念佛。 皆得普救,皆得往生,皆受皆饮。 又本书皆以弘扬净土法门为依规,书中不增加诡谤旁门之文字。 可谓三根仆辈,万门其收之法门。 若有宗门弟子或宗教人士故意。 诋毁,阻碍此书流通者,是自断往生之路,万年不得超生。 西圣,天门生,必须将此书广布有缘,使人人念佛,人人成佛,是未叛。 西方阿弥陀佛仅续于台中圣天堂。 天运甲子年八月初八日,三日九月一千九百八十四。 加,加,加,A五。 0A五观因菩萨去。西方,观世因菩萨将去。 法有千门,各修各宗,道有万教,各修各德,唯有念佛法门,不。 分男女老幼,不分观寡孤独,不分富贵贫贱,不分黄贤苦病,不。 分千门万教,因此念佛时是一种大开苦度之法门,亦是最容易修。 持之法门。 圣天堂因缘成熟,此乃诸生有慈悲善愿,方能奉旨著作此书,容。 因圣直,真是伪灾,大灾。 故,凡是能获得此本极乐世界游记者,皆是三生有幸,亦是素是。 修来之福得善愿,如果不趁此有生之年,请于念佛修心两性,真。 试一诗足成千古恨愿,又此书因为真会异常,书中既改,极乐世界殊胜环境及修持方法。 一一透露无疑,故,凡是观愿此书能念佛者,圣读万卷书,西云。 云众生不可当成小说一般看待,否则是大于特于之人。 观世音菩萨景序于台中圣天堂。 天运甲子年八月初八日,三日九月一千九百八十四,加,加,加,A6。 零为六计功活佛,去。 哈哈!老那素来以弘扬禅宗为本,但入门者多,入心者少,此皆。 是自己智慧浅薄,业障深重之音也,由以末法以来,修此法门者。 多数人,皆难以贯通,难以明心,更难以见性。 故,知者难行。 不知者更难行,悟者难修,不悟者更难修。 常使修道者障二和尚,摸不着头。 所信阿弥陀佛发大慈悲,特伤请南天团物思著作此本游记,老大。 又受命著作导师之职,代以人间游记著作之天比菜生,再次云游。 极乐世界。 此职重大,因为圣天堂初奉旨开堂禅教,天比菜生有。 生丹两堂丸物,由以圣天堂必须在甲子年中完成十二部精华善书。 在此情形之下,老那生孔菜生,难丹圣直,违背圣意,有如鸾门。 宗风。 所幸前徒不复老那所望,仍然一一克服困境,虽然到物纷扰加深。 但世上能凭心尽弃,排除干扰,使至完成此职,无看在眼里。 喜悦三分,因为此书一出,红尘苦海当有念佛风潮,往生极乐事。 借知人,势必增加不少,五着恶事亦能感染联邦佛国之气愤,神。 天堂亦会受到世人爱戴与景仰。 知小圈应此书者,亦当是福大命大之事,此真是莫法之家因,是。 人知福分。 最后无希望凡事观悦此书者,皆要喜悦念佛,有朝一日,往生有。 既幻。 天佳子五年八月初八日,三日九月一千九百八十四。 祭公国佛景叙于台中圣天堂。 家 家 家 零雷七本堂主席 序 本堂主席 官 登台 序 鸾门禅教 普化大开 由以末世以来畏罪 可说是度人无数之方 辩法门 这些事实 神人共见 因此 鸾痰之成立 便应时应育 而新 本堂开堂旧师在此种情形下而建立 素自鬼亥年九月十九日奉旨开堂以来 圣天神圣无不战战兢兢 为古化大业而努力 因此在开堂以来 朱生除了素叶匪泄之外 尚要保持一股坚韧不拔的毅力 否则就难以完成上天所赋的兼具 任务 尤其在开堂半年之时 又要做选堂工作 如此坎坷颠簸的 磨练下 朱生尚能完成实力 更在著作善书方面 又能如其讲书 分诵各地如 这些事实 令诸天先佛赞叹不已 但创堂为奸 守成无益 圣天堂有今日之成果 除了先佛按中方 住之外 尚有许多善心人士 出钱出力 隐名埋信 默默更云 方能众志成成 此些事迹 无感恩不尽 愿各地善性 及本堂门身 能在免在力 秉持一颗爱世人如爱情 人一般的心 直到永恒 资质极乐世界游记即将复印之前 特作 此序 此序以为免 天运夹子年八月念二日 十七日九月一千九百八十四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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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为八白鹤童子 序 白鹤童子 登台 序 素字鬼害年 本堂奉旨著作阿比地狱游记以来 又奉旨著作极乐 世界游记 由此可知 上天对本堂道物之一众 想必诸生在此 其间 辛苦备偿 吃尽人间的心 酸 苦 辣 向此种磨炼 对一纲奉旨开堂者来说 是必然之现象 但世俗与苦尽甘来 诸生在数月以来 所流之心血 并无白费 无在眼里 亦欣慰 无彼 今日极乐世界游记游无担任法眼传真之职 将计佛代蔡生在即 乐世界所见所闻 一一披露无疑 相信此书出版之后 净涂光 灰世必普照以内 使人人念佛 人人赞佛 西方诸佛菩萨一顿 加忙于皆引之工作 本堂堂寓意卖入心的里程碑 所书者将落 亦不绝 因此无希望凡事好道之人 当要解囊相助 使极乐世界游记 能广布世人周知 人守一策 早日化缩佛世界成极乐净土 资质极乐世界游记父子在即 无特降续 以为免 天运甲子年八月念二日 十七日九月一千九百八十四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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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陆 附灵 随远翻版书友 直持念珠的方法 是从母书最大的纳伊粒 大部分母珠都做成 葫芦的形状 旁的第一珠竖起 每面难如阿弥陀佛就加一颗面珠 等加到母珠的时候 千万不可跨越母珠 应该转回头 因为母珠 表称 弥陀佛 若是莫过母珠 在佛经记载是 或法罪万千或百八的 又念珠是法器的象征 念珠代表菩萨果 隔珠 小串念珠 没有隔 珠 大串念珠一百零八颗 才有三颗 颜色与念珠不同 代表段 露 现代表观音 母珠代表明陀佛 余家珠 金云 敬珠有如佛 不应亲弃处 因此佛珠当不能要小孩当成玩具一般 否则是一种 对佛不礼貌的行为 可是数书功德金云 若有人手持数书 虽不念诵佛名及陀罗尼者 此人亦获福无量 由此可知手持念珠是功德无量的 而且佩戴念珠 可以警惕端庄 可以庄严威仪 持用念珠 可 以寄取念诵数目 不使功夫减退 若行 若做 若莫 随身邪 卦 使无分散意 功夫久了 精神凝聚 自然智慧内生 远离 烦恼 因此念珠被形容成拴马索 意味着人心好比心缘一马 妄想纷飞不停 只有掐树珠念佛 才能将心缘一马制服 以明示提供 回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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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 零零一第一回师徒论道 大致若于 活佛开怀 贤身无猜 祭公佛佛 将 甲子年真月念五日 二十六日二月一千九百八十四天比菜生 十曰 圣天大命赴双肩 诸子前尘学佛仙 极乐世界新书者 勇照后世化弥颠 祭佛 哈哈 众生皆是以苦为乐 以乐为苦 以假当真 以真 当假 每天只知道吃喝玩乐 迷恋于七情六欲之间 以为那是 乐得 殊不知乐极生悲 有朝一日坠入轮回之间 何乐之有 今天圣天堂奉旨著作极乐世界游记 将先帮佛土风光介绍于世 人知道 更开导众生 让他们知道 真正永恒的快乐不是欲乐 因为那是短暂的 只有不生不死 脱离轮回的束缚 逍遥子 再 才是真正的快乐 因为那是永恒的 菜生 恩师说的圣事 只是世人很可惜 不能以肉眼去洞心 切 所以才一再地沉沦下去 祭佛 哈哈 人的视力有限 比如说能看前 就不能看后 能 看左 就不能看右 能看上 就不能看下 能看到有形 就不 能看到无形 就像水蒸发成蒸气的时候 还能看见 蒸气溅入空中之时 9 不能看见 人的灵魂也是一样 如同电子 盒子一样的维系 也是以肉眼不能看见 道红你说是不是 菜生 恩师现在叫于徒道红 于徒才想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在 著作人间游记时候 恩师给我取个法号为道红 可是于徒觉得 呆头呆脑的 不堪被称道红这两个字 纪佛 那么你想取什么法号 菜生 于徒想很久了 应该取丁能才对 纪佛 丁能 应就是反不归真了 菜生 怎么说呢 纪佛 大智若鱼不是吗 菜生 哦 那还差得远呢 纪佛 那么你是圣过师父了 菜生 不是 不是 我是说我不配被形容大智若鱼 是真的丁能 纪佛 那么你是冒独师父 菜生 为什么 纪佛 因为你如果是低能徒弟 师父岂不变成低能师父 菜生 不是的 恩师仍然是受人崇敬的纪功果佛 纪佛 纪佛 谁说的 老那是个宫颠和尚 世人如果尊敬无 不如先 尊重自已 菜生 哈哈 说的也是拜佛 先拜自心佛 纪佛 你不是说丁能吗 怎么还能讲出这句话 菜生 是丁能 纪佛 那么我两仙是车了 菜生 是什么车 纪佛 坐上连台呀 菜生 哦 丁能知道了 师徒两人在欢笑中 连台冉冉上身 纪佛 贤途 你自认低能 不怕责任瞧不起 菜生 只要恩师不嫌弃就好了 纪佛 你说到低能 老那才想起一个问题 就是末世与来 是 人应该减低能源 减少消耗 如果以修道来说 就是要修无漏 法 不要修有漏法 菜生 何谓有漏法 何谓无漏法 纪佛 有漏法 就像圣物的漏洞一样 上关添水 下关漏水 以修道来说 有的是漏了气 有的是漏了德 有的是漏了功 有 德是漏了福 菜生 何谓漏了气 漏了德 漏了功 漏了福 既佛 譬如一面不见 烂发脾气 结果就把精气 灵气给漏掉 德 这不是漏了气吗 至于漏了德 就是有些修道之人 不去 珍惜德行 不知德行 乃是修道的根本 经常骄傲自满 自明的 意 如此不是将德行漏掉吗 还有漏功的人 就是杀业不断 口业不断 营业不断 造了这 歇过失 不就是漏功的现象吗 漏了福就是奢侈放荡 不知珍惜财物 如喝酒 赌博 贪图容 华富贵 这不就是将福气给漏掉吗 菜生 哦 原来如此 既佛 贤图 你现在往下看 菜生 咦 怎么有一道豪光 直重云霄 如红灌日之像 那是实 摩 祭佛 老那把连台一下 让你看个清楚 此时菜生仔细一看 原来是一个熟悉的地方 菜生 师父 那不就是圣天堂吗 看到诸同修虔诚的立女两旁 庄严肃目 毫光灿烂 与平时所看的不同 祭佛 哈哈 上个月无不是说小堂行大道 难道你不知道吗 菜生 恩师讲道此处 祝佛 于徒觉得责任深重 既佛 贤图你有这个心 为师早已知道了 就是你有这种心 所以黄黄黄大命才会加在你身上 你书有缘人 不是陆续来到圣天堂吗 而且各地方的善性 也加入祝道委员 可想而知 圣天堂是一艘大靶船 渡人无数 而且将有奇迹般的道路发展 菜生 真有这回事吗 祭佛 哈哈 这就是你立下大事宏愿的结果 所以凡是三其修 是 成愿再来的贤身 将会来协助道路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共同勉令 你看现在堂里的门身中 就有一半是成愿在来的饷 菩萨 他们也是速是以前 立下大事宏愿的人 但是几世以来 都受不了物欲的引诱 因而不能完成实力 如今在这大道普化之期 他们知道加入圣天行列 这就是他们的福气 以后还有更多的贤身 还会悟到而来 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共同为圣天大法传牺牲奋斗的 菜身如果是这样就好了 否则于徒自从奉旨开堂以来忙得 分身罚数压力之大 简直喘不过气来 还好堂里这些师兄弟 都有一颗坚定不移的信心 更有志同道合的善德 参加祝道委员 这真是上天之助 否则凭着自己的力量 毕竟是预先的 师父 今天不是这游记吗 怎么到现在还没到 祭福 今天时间不早了 等下回再说吧 菜身也好 可是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世界 如此说来 此本游记不是太窄了吗 既佛阿弥陀佛 广大无边 怎么会窄呢 菜身 哦 于途不是这个意思 祭佛那是什么意思 菜身于途是说阿弥陀佛是佛教净土的专有名词 可是今日宗 教教们很多 如果只是宣扬佛教 不是太狭义了吗 既佛如此说来就对了 天各有其天 德各有其地 人各有 其人 学各有其学 名各有其名 如 佛约极乐 道约无极 耶约天堂 如约礼天 所以此本游记 除了游游极乐世界之外 以后如果有机会 诗 徒再到其他世界去访问 好了 今天我们试车就此为止 菜身 是的 祭佛 圣天堂已到 菜身下连台 魂魄头体 家 家 家 零二 零零二第二回贤身 莲花化身 初见西方庄严佛国 祭公国佛教 家子年二月初五日 七日三月一千九百八十四 天比菜身 十曰 开怀那是一圣天 广度有缘 心善渊 去俗超凡非俗辈 共四努力跟道田 祭佛 哈哈 开堂以来 诸生会道奔波 其至其成令诸天仙佛 赞叹不已 因此在这段期间 诸生真是辛苦辈偿 此乃上天将 大任降于本堂之一段磨炼 菜身 恩师说的也是 欲成一世 非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 则 难以完成实力 今日本堂既然接受上天重负 全体同修就要结 尽心力 共同努力奋斗 去完成实力 既佛 那么圣天诸生就要辛苦了 尤其你更要担负起层层的考 夜 菜身 恩师 今夜是否就要带入土云游极乐世界呢 既佛 哈哈 闲土等极乐吗 菜身 哈哈 那当然 能够目睹极乐风光 总比游览人间的风 静好多了 祭佛 好吧 贤徒坐稳连台 我俩出发吧 菜身 弟子已坐稳 请恩师启程 祭佛 祭佛 前面大师至菩萨以来皆已了 显途快向前顶礼 菜身 弟子叩拜菩萨圣安 菩萨 闲身吐礼 今日 祭佛及菜身遇到极乐世界 亲自财宝尽 土庄严圣地 真是恰到时机 因为末法已来 众生灵根日昧 业障深重 唯有念佛法门三根苦辈 力顿兼收 所以凡事知晓 念佛之人 皆是善根敦厚之人 菜身 菩萨之言圣事 因此今日弟子能够奉旨著书 云游西方 极乐世界 真是三生有幸 愿菩萨能够多于开示 菩萨 好的 西方极乐世界 又称净土 为何称为净土 就是 因为我佛国土 清净庄严 妙节如上 又凡事我佛国土之人 皆是莲花化身 今日贤身 是否愿意莲花化身呢 菜身 叩问菩萨 如何莲花化身 菩萨 莲花化身 可分为九品往生 如上品上身 上品中身 上品下身 中品上身 中品中身 中品下身 下品上身 下品 中身 下品下身 但是其中以上品上身时间最短 今日应会 今日应会 这 输时间 关系 就让你 试试上品上身 之滋味吧 菜身 想不到今天 竟然能够尝试莲花化身的滋味 真是太妙了 菩萨 菩萨 好了 现在我就加持你 让你极客莲花化身吧 此时大势至菩萨念动真言 加持菜身 竞速莲花化身 果然不 一会儿 菜身已从七宝池中的一座大莲花里钻出来 眼看菜身 双手合掌 洁净素木 身上微微发出灿烂的光气 真是奇事海 有 此时菜身又双手合掌 五体头体 领礼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势至菩萨 以及西方中大菩萨 菜身彬彬流明 跪在莲花上 此时大慈大悲阿弥陀佛 放出千百亿金色光气 照亮三千大千 世界 眉间白毫婉转 八万四千相好 自然现前 观世音菩萨 身子金色 头顶上有肉计 放出圆光 布满十方世界 手臂红莲 华色 散发八十一微妙光明 又见大师至菩萨 身子金色 菩兆 十方活土 头顶上也有肉计 肉计中有宝瓶一座 宝瓶也发出 无量光明 此种光明世界 令人叹未观止 目不暇给 又看到黄金未定 灿烂光明 地上毫无尘埃无垢 珍视奇迹 又看空中有无量无 树之龙格 皆是珍珠 玛瑙 及金银 琉璃所装饰 又看七宝 池上有无量无数之莲花 莲花上有各种水鸟 唱 初为妙雅音 使法音圈流不绝 此时大慈大悲阿弥陀佛 我开金口约贤深吐礼 请起来吧 欢迎 你奉旨云有我佛国土 揭开极乐世界真相 相信此书一旦者成 可以度人无数来到清净佛的 我佛将化身千百亿化身佛道五浊 二是忙于接引工作 蔡生 弟子叩问大慈大悲阿弥陀佛 那么弟子方才在半途上遇 道皆宜知大士至菩萨 是否化身菩萨 阿弥正是亚 蔡生 大慈大悲阿弥陀佛 弟子尚有意义 就是此极乐世界事 如何造成为何如此殊胜庄严 无以伦比 阿弥 贤生问的圣家 此极乐国土乃是功德 愿力 智慧 善 力 所促成 蔡生 感谢大慈大悲阿弥陀佛 弟子告退 此时化身菩萨 行而至皆以蔡生往众宝楼阁 菩萨 闲生今日出道我佛国土 感想如何 和蔡生 哦 弟子除了赞叹与诀的不可思议之外 没有其他的感想 了 菩萨 贤生 贤生已今天奉旨著书 所以才有这个机会来到西方净土 蔡生 如果能永远住在这个世界该多好 请问菩萨 池中莲花 如此之多 是何原因 菩萨 池中莲花乃是他方世界 念佛之人的感应力 如果莲花 又大又有朝气 就表示这位修士念佛精进勤奋 如果是又小有 枯萨 就是这位念佛的人懒惰懈怠 所以我只要看七宝石中的 莲花 就可以知道此人是否认真念佛 蔡生 原来如此 真是太妙了 此时既佛飞行而至 既佛 好吧 今天时间不早了 显途快向菩萨顶礼此行吧 蔡生 弟子顶礼菩萨 感谢菩萨赐予方便及开示 既佛 蔡生快上连台 我两回堂吧 我两回堂吧 蔡生 于土已坐稳 请恩师启程 既佛 圣天堂已到 蔡生下连台 魂破头体 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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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既汇 佳 佳 化 participate 教育不知挽回多少迷途 浪子更挽救不少社会之问题 蔡生恩师所言社会之问题 是指那些呢 济佛哈哈 今日社会形成杀 盗 淫 忘 酒 层出不穷 的原因 他的根本之道就是每个人的心灵贫穷 譬如说吧 有一位孤苦无依的老奥 平常受到社会教育 可是他本来不必 别人的救济何以言之 因为他有儿子 只因善根浅薄 受不了物质诱惑 又得不到社会教育 所以每天有手好闲 吃喝玩乐惹是生非想 以这种情形不但造成家庭问题 更造成社会问题 由此可知 由此可知 宗教的社会教育是迫切需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假 使此位游子年少之时就能接受善书的薰陶 那么他便会走向 善道如此一来 家庭问题与社会问题 不就解决了吗 有什么好处 既佛就是念佛亚 采生 哦 对了 是不是现在就起乘往西方极乐世界 既佛那当然 采生我已坐稳连台 请恩师请承绑 既佛前面已有菩萨前来接引 你就随他去吧 无上有其他事 请要办 菜生好的 此时菜生寇别既佛 又向菩萨领离之后跟随而去 菩萨 菩萨 贤生已到西方极乐世界了 菜生 请问菩萨 这里的天气非常温和 是不是这个地方 险 再正好是春天呢 菩萨 布式的这里四季如春 因此天气温和 而且永远都不 会改变的 菜生听到菩萨如此的解释 感到很疑惑 但又不得不赞叹 菜生真是太好了 如此一来 就不会因为天气变化无常的 了伤风感冒 而去看医生 菩萨 这里也没有医院 菜生 没有医院 那么生病了怎么办 菩萨 你放心好了 凡是来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都不会生病的 菜生 为什么 菩萨 因为凡是来到极乐世界的人 都是从莲花里化生出来的 不像缩佛世界的众生 都是从父母的胎包里生出来 像这种血肉之 蛆 当然有生 老 病 死之苦 可是在这里的世界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从莲花里变化出来 况且这里称为净土世界可想 而知是个干净清洁的环境 所以也没有细菌的污染 更没有船 染病的发生 菜生 说的也是 余生看到这里的环境的确太好了 就像乌服丸 每个图画 哈哈 如果余生会写生的话 把这里的风景环境描绘 出来 相信会成为最佳的风景画 可惜余生只会涂鸦而已 菩萨 哈哈 闲生真是太天真了 你如果想要写生的话 那么能 带你到各处去参观 看你要如何写生 此时菩萨带菜生坐在连 台上云游极乐世界风光 菜生看到美不胜收的庄严妙境 赞顾 绝口 菜生 哎呀 真是太好了 如果以阳明山及陈青湖日月坛来比 叫的话 那真是小屋见大屋了 哈哈 凡间的富贵人家 有钱可 环游世界 我这个平民子弟 没钱也可环游极乐世界 菩萨 那么你喜欢游览人间世界 或是极乐世界 菜生 当然游览极乐世界好 菩萨 有什么好 菜生 最少也不必乘坐飞机或是船只 更不必坐车或是步行 否则像我会晕船 真不是滋味 菩萨 菩萨 贤生 这是你的幸运 才能来此游览 菜生 为什么 菩萨 如果不是你奉使著作此本游记 是不能来到极乐世界的 菜生 为什么 菩萨 因为你不念佛号 就不能依仗佛力皆饮 菜生 余生 惭愧 余生 甚物繁忙 根本没时间念佛 请菩萨 请菩萨 量 菩萨 念佛是你自己的生词问题 求菩萨原谅有什么用 秘工 秘工 做饭忙 可利用早晨的时间 洗脸 刷牙 漱口之后 用实念 法门念佛 菜生 何谓实念法门 菩萨 实念法门是专门给事业忙碌的人方便的念佛方法 菜生 要如何念呢 菩萨 就是在呼吸之间的一口气 念十句难如阿弥陀佛 十口 气就可念百句难如阿弥陀佛 这就是实念法门 凡忙的人指 要早上静下心意 念向佛像 如没有佛像 可念向西方 双手 合掌 诚心诚意 心不散乱的念佛 十日益久 所得的念佛功 得也是无可限量的 将来临终之时 虽然不能得到上品往生 但是如能得到中品往生 或下品往生 经过七天或是四十九天 也能花开见到菩萨为往生之人说法 菜身 这的确是一种方便法门 菩萨 但是实行十念法门的人 一定要有恒心 不可中断 否则就不能得到佛菩萨的接引 而前功尽弃 还有念完十念法门 之后 揭探要念回向文 菜身 回向文 要怎么念 菩萨 回向文的念法余下 愿生西方净土中 酒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物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侣 菜身 菩萨 慈悲 是否能将此段回向文解释一下 菩萨 可以的 愿生西方净土中的意思是 我某人念佛最大愿望是往生西方 的净土世界 酒品莲花为父母 酒品是果味的高低 因为念佛的人 功夫 有生浅之分 功夫高的 就可得到佛菩萨亲自下凡 以金刚台 接引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是功夫浅的 只能得到佛的化身下凡 以银台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 莲花为父母 就是因为凡是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都是莲花化 生也就是说在莲花里面生出来的 所以莲花就是往西方极乐 世界的父母 花开见佛物无生 是说当莲花开了 往生的人从莲花里生出来的 时候 上品上生至中品上生的人 就能看到阿弥陀佛为他们说法 他们听到阿弥陀佛说法之后 就会渐渐开悟 开悟之后就能了 物不生不死的道理 从此就能永远住在净土世界了 不退菩萨为伴侣 既然能永远住在净土世界 不见就能与许多大菩萨 在一起做朋友了 菜生原来如此 菩萨为菜生开导至此 既佛也已来到 既佛 好了 今天时间不早了 我们赶快回去吧 下次再来 贤土快向菩萨鼎礼此别 菜生 真正不想离开此的 但又不得不回去 菜生自言自语的 说 但也不得不听 既佛指示 已坐上了连台 在请客之间指探 到一道闪亮的灵光 既佛与菜生已显现在圣天堂的台前 既佛 既佛 圣天堂已到 菜生下连台 魂破头体 加 加 加 N1 N1直接下载全文 纯文字 一缩小本网页 按网页右上角小方框 误错按X框 2 在桌面 Desktop及荧光屏 空白位置按右数 即建议菜单 3 选纯文字文件 随即有益新建立纯文字文件在桌面 4 返回本网页档案选令存新党 SafeNCE建议小视窗 5 5 选桌面上栏 选存文字 星号text下栏 再选新建文件 6 按储存 按确定是双击新建文件检查所存是否正确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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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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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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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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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